古韵 英文原著 林舒华 翻译 复光明 古韵 Acient Melodies 1953年由英国何盖斯出版社出版 是一本风靡了欧洲半个世纪的畅销书 英文原著 林舒华 是徐志摩最信任的女人 泰格尔赞不绝口的才女 林舒华 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 一个世幻与书画世家 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 在家里排行第十 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 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 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 之后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 都有优异的成就 古韵 是林舒华在跨文化语境下 创作的自传题小说 清奇古韵 了解旧经的深宅大院 和小女孩小时 一起回首童年时期的感伤与甜蜜 探寻清末明初官宦人家 妻妾成群 贵宾满棚的繁华盛景 通过对最具有中国特色的 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等文化内容的表现 以及俊勇忧伤的故事叙述 向西方世界展示了 中国文化的纯净唯美 表达了作者对于古老中国的生智热爱 也揭露了旧式分建家庭中女性的悲哀 在这个复杂的旧式文人的大家庭中 有威严的父亲 美丽聪慧又哀怨的五妈 争纷吃醋勾心斗角的三妈和六妈 还有自己那位贤良无真的母亲 十几个兄弟姐妹 远近亲姑妈等等 及佣人仆妇无数 她从小就见惯了一太太 为真宠幸地位而争纷吃醋的场面 书中还未读者讲述 小时随了花匠老周 出门去逛龙福寺 买花肥 看望曾给慈禧太后 管理颐和园的花匠朋友 当那位精通六国语言的 孤鸿明来访时 小时站在一旁 看爸爸和他一起赏竹 争论国事 等着吃云片糕 年少时留学日本 体位樱花盛开时 绚烂之极的快乐和悲凉 古运出版后 在英国文学界颇受欢迎 并被译成 法、德、俄、瑞典等语言出版 林书华被称为 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泰晤时报文学副刊评论说 书华平静轻松地 将我们带进那座 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 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 但那些真正热爱过他的人 不会感到快味 他向英国读者展示了 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 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 古运犹存 不绝于耳 第一章 穿红衣服的人 每当想起童年 便能记起这句话 回首往事 既息且忧 不知有多少次 我在梦中 又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小姑娘 同儿时的伙伴 在老地方玩耍 我不知道 他们现在是死了 还是活着 也没记住 他们的姓名和年龄 反正都一样 我喜欢的是他们 又不是名字 我出生以前 我家就在北平住了许多年 自打坝当上直立部正时 我家就搬进一所大宅院 说不清 到底有多少个套院 多少间住房 我只记得 独自溜出院子的小孩 经常迷路 由于我那些 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生死 和新旧佣人的树母 从来不固定 家里到底住着多少人 我也弄不清楚 我能清楚记着的是 爸 妈和爸的两个妾 我叫他们三妈 五妈 妈是爸的第四房 原配和二妈 在我降生到这个家之前 就死了 妈生的四个孩子 都是女儿 我最小 家里人人都有自己的佣人 爸的秘书 管家 采缝 花匠也住在家里 整个院落 按同样的结构 分成大小不同的套院 差不多每天早饭过后 妈便打发家里的保镖 马涛带我出去逛一阵 妈见她宽厚地笑笑 知道她乐意 主妇说 午饭前带她回来 是 马涛说完 转向我 宽大的 起了皱纹的脸上 露出了善意温和的笑 她领我出了院子 把我举到肩膀上 就这么上街了 马涛是我幼年节时的 最可爱的人 长大以后 我仍然记着她 她爱孩子 我描绘不出她的长相 但能清楚地记着她那张充满笑意的脸和愉快动听的声音 她从不带我去我不想去的地方 当我看到大人们把孩子放在椅子上 自己在茶馆里没完没了聊天的时候 总对马涛充满了谢意 真有福气 接着个出红差 一天 我们在街上走 马涛说 我朝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看到走来一大群人 他们大声说笑着 快瞧 那个穿红衣服的人 坐在木龙车里 两匹马拉着 我带你到前面看看 马涛说着 挤进了人群 木龙里坐着的是个年轻人 他似乎喝醉了 独自大声而又得意地唱着什么 好像自己是位著名歌唱家 跟着看热闹的人们 像是在戏园子里 不时叫声 好 他们怎么这么乐 他是个不错的角 他干嘛不到戏园子里去唱 我想了想问 他怎么不到台上去唱 他是唱戏的吗 马涛笑着大声回答 有这么多的看客 可真够神气的 他这是被带到天桥斩首 什么是斩首 他犯了罪 关甲要砍他的头 你是说就跟杀鸡似的吗 大概是一码事 不过砍头可是绝活 咔嚓 一声完事 马涛挥手比试着 声音里带着快乐 他不愿我问得太多 握住我的一只小手 使劲推了推 我们很快就挤到人群头里 骑着他 我特别高兴 都忘了要看的是什么 就这儿 这地方真棒 前面就是空场 马涛停住脚步说 马上就到 穿红衣服的人 被几个大兵 从木笼里拽出来 他豪放地笑笑 动了动嘴 像要说点什么 周围人在热情的笑声中 喊过几次 好了 他大步走到控场中央 昂头挺胸 那神情 活像是刚征服了 敌国的大王 我赞佩地注视着他 过了一会儿 有几个人抬来一张桌子 点上香 竹 那人站在桌子前面 不等开始 他们就会开枪 马涛在西园子里 就常愿先告诉我 下一场该演什么 红衣人在演什么 这出戏会有意思吗 他们干嘛要祈祷上天 这一切令我迷惑 我想问 但人声嘈杂 不可能 好 这身影像霹雳 震耳欲聋 红衣人得意地唱起来 人群喊得更响了 有人递上几碗酒 他一饮而尽 他唱得倒是好 但并不得意 喷喷喷 枪突然响了 马涛让我捂住耳朵 一群大兵走到控场中央 驱散人群 这是大乱 人们前推后嗓 哭喊声连成一片 好像天快塌了 马涛紧拽着我的手 顺着人流往前挤 前面突然静下来 我看见红衣人了 只见他躺在地上 鲜血染湿了那件红衣服 这就是那人的血吗 他的头 已像鸡的头一样 被砍下来 不再唱歌 说话 只像一只被宰的鸡 他们干嘛要杀一个 这么勇敢的人 想着想着 眼泪润湿了眼睛 我猛然使出全身的力气 推了推马涛的头 喊道 回家 我要回家 马涛带我离开人群 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时我又后悔了 因为我想知道 那红衣人最后怎样了 可那鲜血肆意的一幕 又让我感到害怕 尽管马涛走得很慢 我的心还是要跳出来 我声音发颤地问马涛 他们干嘛对他那么狠 他死了吗 我看他并不难受 他不是唱得很带劲吗 我听不清他唱了什么 他唱 人活一辈子是一场梦 傻瓜才把死挂在心上 他笑呵呵地向在场的所有人 说再见 十八年后 又一条好汉在这儿跟大伙儿相聚 真气派 我还是不明白 许多年以后 我在朋友家再次遇到马涛 问起那事 他又重复了一遍 这是我最后一次 见到这位可爱的朋友 后来我听说 他在乡下保护主人的时候 被土匪杀了 下午 我们一群孩子经常聚在家里玩 有时 听妈唱古老的广东民歌 或缠着大表姐 讲从流行小册子上 看来的故事 每个月都有几天 身为直立布正史的爸 要按照老规矩 审理犯人 布正史 俨然是在代表皇帝 对京城各区的犯人 进行最后判决 一听说 哪天升堂 我们就躲到公堂的木屏风后 爸不愿我们偷听 偷看 有一次 爸愤怒斥责一个扯谎的犯人时 九姐被吓哭了 爸 骚扰后 并没怪他 说他还太小 不该待在这种地方 错 全在让他来这儿的大人身上 爸在审案时 也像平时一样爱笑 抑制不住 他那温和文雅的微笑 给那些犯人增添了勇气 使他们老老实实地交代罪行 他总是善意地 对跪在公堂上的犯人说 我希望你这一次 要从事招来 犯人听到 这像是对自己孩子说的 温和的话语 自然会毫无保留地 供出全部犯罪事实 他们当然希望推迟判决 爸有时提醒他们 狡辩是没有用的 但总给他们 留有生还的机会 正如他所说 这是不证实 能对这类人做的 唯一一件事 第二年 清朝把王位让给了民国 数百犯人获释 爸常对孩子们讲 应该给他们机会 即使毫无价值 我还能清晰地记着 那就是法庭的样子 当我走进现代法庭时 真为法官感到惭愧 因为在旧式法庭 犯人会说心里话 一个人总喜欢 向值得倾诉的人 吐露真情 我想肯定有犯人 为他在现代法庭 招供感到后悔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太寒碜了 审案时 爸总是穿上 清朝的官服 公堂装饰着 鲜红的窗帘 中央是一张大桌案 上面端放着 布镇室的官印 用黄段子包着 看上去 好似一个人的头盖骨 边上是笔和燕台 爸身后 站着许多 身着黑黄制服的兵士 帽子上 坠着红鹰 文官身着朝服 按官阶大小 站在一侧 整个大厅 给人一种 庄严肃目的感觉 犯人依次过堂 如不加抗辩 爸便让他 在贡状上签名 遇到犯人 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爸就让他们 画个红十字 画完了 爸还常向老友似的 问一些问题 有些朝官 已经公开非议 说爸软弱得像个女人 可爸并不为所动 有一天是下午升堂 犯人中有个小媳妇 罪名是谋害了婆婆 据说她是全区 最风骚漂亮的女人 这一新闻 在我们家 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女人们都忘了爸的话 他刚走进公堂 他们就都躲到 木屏风后偷看 我藏在他们的裙子前 想看看那位大美人 到底长得什么样 哟 老天爷 这么漂亮的女人 怎么会杀婆婆 三妈的一个女儿 不禁感叹道 听她的声音 就是铁石心肠 也能变软了 又一声惊呼 青天大老爷 女犯像别的犯人一样 称爸为青天大老爷 他这一喊 公堂突然静了下来 冤枉啊 不是我杀了婆婆 是她一直想杀我 杀她以前 她真的差点把我杀了 邻居可以作证 他们都知道 我在家受婆婆的虐待 我一天到晚拼命干活 有时连牛马都不如 牛马还有个家 可我 几年以后 妈跟我们讲起这件事 说那个狐狸精 企图哄骗霸缓判 但其他人 全不同意她的说法 因此 我们没再有幸 见到那位美人 但家里人 一直记着那件事 因为她曾引起一场 轩然大波 据说 当爸跟五妈说 那个女人的确漂亮时 五妈讲了什么 伤了爸的自尊 爸把一杯热茶 全泼到五妈的新衣服上 五妈是个性子刚烈的女人 当晚就吞了鸦片 全家人都吓坏了 好在一位神医救了她的命 不过 妈相信 这是爸想再续一防的原因之一 我记不起那女范的长相 可每当我看到 长着一双黑亮眼睛 面孔苍白消瘦的女人 杨柳一般在微风中 缓步而行的时候 我想 那就是她 一次 我试着问爸 那女范 是不是个美人 她说 这要看由谁来说了 我看她算个美人 但只是水中月 镜里花 你五妈犯了个错 尽管 我很喜欢这朵鲜花 可我不会傻到 去摘镜子里的花 第二章 母亲的婚姻 直到1890年 广州还是世界上 最富的城市之一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船只 进出港口 出港的货船 在走大量货物 诸如 茶 丝绸 象牙 瓷器 毛皮 油类 中药 有时还有玩具 香水之类 运往世界各地销售 进港的船 运来大量洋货 钟 表 铁器 西药 毛料等 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 进出口贸易 每天都在递增 生意人越来越富有 广州 广州当时经商的有四大家族 潘 卢 武 叶 他们几乎垄断了广州所有的大货船 每家都拥有大量地产 广东省每年收两三剂水稻 中国南方大多省份只收一剂 少数两剂 渔业资源丰富 而且盛产不同种类的水果 广东温润的气候 还适于发展养残 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 就能靠养残谋生 南海则喜欢在田间果园劳作 许多青年男子喜欢海上冒险 到南洋或旧金山淘金 有些人成功了 有些父母以为失去了儿子 可几年之后 他们突然看到儿子 带回了陈甸甸的金块和银子 有些人甚至带回了金表和钻戒 这些成功的冒险 使广州变得更富饶了 他们往往在开始又一次冒险之前 为父母妻儿建造豪华的住宅 四大家族文明广州一个多世纪 每家在妇人住的西关 都有宫殿式的住宅 每家门口都铺饰着皇家官道 石阶两边是石狮和雕像 主门廊每侧都有一对 红木亮漆的长凳 庄严的大门漆成红色或黑色 门环吊在两个大青铜狮子头上 大门打开 迎面是一堵金雕细刻的隐蔽墙 墙前精美的瓷盆里 开满了美丽的鲜花 花坛按不同季节种花 春天牡丹 夏日睡莲 秋时菊花 冬令梅花松枝 在广州 家家户户门前都摆放鲜花 花坛上方通常悬挂着 刻两个或四个字的匾额 这些字常由知名的书法家提写 只要看一眼门口的匾额 就能知道这家的地位 一些知名的落魄书生 常靠提字为生 据说一个字的最高价 足以维持一家半年的生计 因为豪门富户常为一个字 花费二三百银元 在当时 有钱人大多奢侈 他们以为书法的价钱 可以显示自家的门第 四大家族常以多种方式 百阔显富 他们在各种场合 诸如婚礼 丧礼和生日宴会上 显示自家的财富和荣耀 他们建造豪华的别墅 招待高棚贵客 出版书籍献给皇上 或达官显贵 赞助演员 戏园子 节日演出和龙舟竞赛 建造富丽堂皇的寺庙 还为孤儿和老人造房子 冬天 为聚在门口的穷人发放大米 夏天 他们开的药店免费供药 许多街角 都有为路人准备的热茶 凉茶 无论何时 哪里发生了水灾和旱灾 政府就会利用他们的钱财 他们也总是慷慨解囊 我妈朱兰 在四大家族之一的潘家 生活了十二年 她到潘家时才四岁 她不记得家里什么样 只记得到处放着祖父留下的书籍 房前有一小片高高的竹林 她相信 她被潘家收养和后来嫁给爸 都是命中注定的 妈的家在景色秀丽的三水镇 她祖父是个学者 诗人 应试成了一名举人 她不肯离开年迈的父母 而她的许多朋友都到大城市去谋肥差了 她却在家乡度过了一生 关于她的生平 住宿 可见广东省志 里面记载的都是著名诗人 学者 艺术家和官员 她死时 除了几架子书 没给儿子留下任何东西 幸运的是 她儿子同一位有钱相生的女儿结了婚 她照料着家和陪嫁来的几百亩稻田 她雇佣农夫在田里干活 并鼓励丈夫继续读书 她为她的公公感到骄傲 在当时 学者属于最高阶层 她生了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朱兰最小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一天 一位表兄送来一张请帖 请朱兰的爸去广州 庆贺她父亲的八十大寿 她在信里表示 希望带孩子一起去 朱兰的爸打算带她同去 他们第二天就动身了 生日庆典过后 朱兰同父亲和几位亲戚 跑到码头看灯火 那天是洋人的什么节日 街上挤满了人 朱兰的爸晚宴时酒喝多了 显得烦躁不安 对人群的嘈杂声感到恶心 到了码头 她发现 女儿丢了 在亲戚的帮助下 她在人群中寻找着女儿 找了一整夜 没有找到 第二天 又去找 还是没有 第三天 她就病了 被送回家里 一年之后 死于心脏病 在人群中 丢了父亲的朱兰 被一个坏女人 领回家 不久 卖给了潘家 在那个时候 经常买卖小孩 长相好看的孩子 能卖个好价钱 一个姑娘 若被一单身妇人买走 真是幸运 没福气的 长大后 则有可能 沦为女奴或妓女 朱兰是幸运的 她被无儿无女的寡妇 潘少奶奶买走 潘少奶奶的丈夫 是潘家长子 死了好几年了 她生前帮父亲 经营料理所有的买卖 她的早逝 对潘家 是个莫大的损失 潘老先生 为儿子扶丧一年之后发现 这位年轻的寡妇 料理生意 像她儿子一样出色 她不仅有男人的头脑 更有一双男人的手 这在女人中极为罕见 尤其是在那样的年代 她读书写字 比死去的丈夫还要好 她出身名门 父亲是个大学者 潘老夫人许多年以前就死了 潘老先生的第二个妻子 有个儿子 才十岁 潘老太太体质瘦弱 一卧床就是两三天 庆幸的是 潘少奶奶除了生意 还能够料理家务 她认识同潘家来往的所有人 人们也都很尊敬她 她每天很早就起来 嘱咐佣人 今天该干些什么 晚饭后 她陪公公一起到账房 核对账目 下午 她常出面代表潘家 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婚礼 丧礼 生日宴会等等 她病过一次 卧床几日 医生说 是劳累过度 潘老先生心里明白 她是因为太孤独 所以才拼命地干 她打算让她收养个小姑娘 她知道她喜欢孩子 潘少奶奶一见猪篮就喜欢上了 打算收她做养女 对大户人家来说 收养女可是件大事 得邀来亲戚 摆下酒席 当场宣布 潘老太太不太同意 潘老先生只好打圆场说 收养女的事先搁一搁 事实上 也用不着公开宣布 潘少奶奶带朱兰 就像是自己的女儿 朱兰对自己的家印象不深 四岁时 还不知父母和家乡的名字 她只记得 父母 哥哥 姐姐 和卧房里的书架 再有就是田庄里的鸡 猪 牛 潘少奶奶当然不会知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 她只是喜欢她 朱兰一头秀发 一双眼睛又大又亮 月亮般圆圆的脸庞 粉红的面颊 个子在她那个年龄 也算高的 而且体质很好 父母大都认为 这才是最理想的孩子 除了这些优点 朱兰性格活泼 爽快 总能给同她在一起的 大人们带来欢乐 潘少奶奶每天都要 把朱兰精心打扮一番 然后带她到 私塾先生那里读书写字 下午她同其他孩子们 一起在花园里玩 有时她还和少奶奶 一起出席社交宴会 或跟佣人出去买东西 好日子很快过去了 次年 朱兰的生母 突然找到潘家 她塞给门房几个钱 就被领进 豪华舒适的客厅 潘少奶奶早就等在那里 她十分理解 同情这位母亲 可她实在不愿 朱兰走 她对朱兰的生母讲 这儿所有人都特别喜欢朱兰 留下孩子 自然对母亲不公平 因为她为寻找孩子 历尽了艰辛 可违心地让朱兰离开 同样不公平 她决定让朱兰自己拿主意 朱兰被叫进来 她差不多忘了自己的母亲 聊了一会儿 爸 哥哥 姐姐 又重新回到记忆里 但她弄不明白 母亲怎么来得这么突然 而且要带她回家 她在潘家非常快活 不愿跟母亲一起回去 朱兰当时长得 还不太像母亲 所以当问她 是否愿意回家时 她只是天真的摇了摇头 朱兰留了下来 她母亲在以后的几年里 来看过她几次 朱兰的母亲 和潘少奶奶商定 等朱兰长大后 由她自己选择丈夫 15岁的朱兰出落得 像一朵春天的花 她热情 善良 聪明 对人和蔼可亲 潘少奶奶特别喜欢她 虽然当时朱兰还不够博学 但她很为学识渊博的祖父 和出生乡生之家的母亲 感到骄傲 她也非常爱潘少奶奶 为她做了不少事 潘少奶奶常对公公说 那么多人都夸朱兰长得漂亮 可我欣赏她心胸博大 我看凭这一点 她就前途无量 朱兰16岁时 没人就快把门槛踏破了 求婚的有富商 朝官 穷文人 还有冒险成功的爆发户 没人们把南方夸得天花乱坠 有的甚至贿赂潘家亲戚 希望印下这门亲事 听到这些 潘少奶奶可真被惹火了 她让门房把那些没人 通通打发走 一天 来了个年轻英俊的爆发户 是潘老太太的侄子 潘老太太认为 这门亲事再合适不过 她告诉儿媳 她很为这位侄子感到光彩 她还说 她侄子第一眼就像中了朱兰 她很有出息 12岁到了旧金山 靠自己干活挣钱 刚刚回来 今年都25了 还从未像中别的姑娘 她在旧金山开了一家铺子 婚后会带太太一起走 她回来后 有许多说亲的 要给她找个财貌双全的姑娘 她都没答应 她父母都很喜欢她 答应让她自己找太太 潘老太太跟潘少奶奶 说了这个打算 令她吃惊的是 少奶奶只支支吾吾地回说 已经答应了朱兰的母亲 由朱兰自己挑丈夫 最好去问朱兰本人 当天晚上 少奶奶到朱兰屋里 讲了这件事 朱兰抽叶着说 她不愿嫁给那个 要把她带到遥远一帮的人 如果那样 就要和养母永远分离 再者 她不会嫁给一个 认不了几个字的男人 这件事很快就在潘家亲友中间传开 潘老太太对少奶奶和朱兰极为不满 她对亲友们说 我倒要活着看看 朱兰到底嫁个什么大官 来年春日的一个早晨 潘老先生告诉儿媳 昨天晚上 他请了一位贵客 今天来家吃晚饭 就是这位贵客 给潘家提携的匾额 他可是京城的药员 经考重视后 既被公亲王选用 对潘老先生来说 能招待这样的上宾 当然是莫大的荣幸 更何况这位上宾已经拒绝了 城里许多药人的邀请 他到广州来 只为给父母扫墓 几天后寄回京城 据说公亲王把他视为左膀右臂 将来肯定官运亨通 他还写的一首好字 远近闻名 许多人都想向他求字 以在亲朋面前炫耀 你知他为什么单接受我的邀请 潘老先生不无得意地说 他听说我收藏了不少 他外曾祖父的书 那老先生 可是嘉庆年间的大诗人 大画家 还是我妈的表亲呢 潘老先生在他那间 摆满古玩的书房 招待这位贵客 书房里悬挂着不少 西式罕见的字画 宋明时期的瓷瓶里 开满了兰花和牡丹 书房里还有一只 汉代的青铜香炉 只在赏画时点上 到晚上 灯笼也打起来 夜来香 芳香四溢 贵客身着便服来了 他叫潘老先生 叔叔 真可谓文质彬彬 分度儒雅 晚宴规模并不大 因为贵客不希望太正规 吃过晚饭 客人表示 想向潘少奶奶问候 他说 少奶奶的父亲 做过他的私塾先生 在那个时代 先生和学生的关系 就像父子一样 潘老先生高兴坏了 嘴里不停地说 巧遇 巧遇 朱兰进来帮着 打卷挂轴 他穿了一件 深蓝色丝织上衣 黑段子裤 皮肤像清晨的莲花瓣一样 粉嫩鲜艳 八眼睛里流露出温柔和亲切的神情 一张樱桃小口 微微含笑 更给他增添了迷人的魅力 他那苗条的身影 在屋里飘来飘去 潘老先生向客人介绍 他是杨女士 他文雅地倒了个万福 朱兰开启画轴时 手指富有魅力地一开一合 好似雪白的睡帘 这富于韵律的节奏 使这位著名学者 不由想起了一个春夜写下的 一首动情的诗 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他 这个夜晚 在他心底又留下一首新诗 把他带回到二十年前 当时 他正渴望向心爱的人 唱一曲最喜欢的歌 他在京城见过 无数的迷人歌女和宫院疏离 但现在看来 他们只不过是些 经过雕饰的假花 几天之后 潘老先生的一个表妹 带来了贵客的婚帖 他说他讲的都是真的 那学者被朱兰迷住了 而且是他 让他来向朱兰求婚 他已同他侄女结了婚 可他侄女得了肺病 不能生小孩 而且有好几位医生 说他活不了几年 他是来问潘家 是否愿意让朱兰做他的二太太 也就是说 等他原配夫人死后 朱兰去填房 潘老先生和潘少奶奶 考虑了两天 都拿不准主意 他们觉得 错过这门轻事 未免可惜 可让朱兰去填房 也不妥 潘少奶奶 把朱兰叫到自己屋里 问他是怎么想的 朱兰羞于其口 只说 一切都依养母 潘少奶奶理会出 朱兰并不反对这轻事 可这么快就得定下来 他有点受不了 潘家表妹 打发丫头送来口信 她侄女打算第二天 和她一起来潘家 但并不准备待长 她暗示 他们会带着李来 走亲房友 这是惯例 潘家即刻给这位表妹 和丁太太 我父亲的原配夫人 送去琴帖 他们自然接受了 第二天 丁太太 同潘家表妹 一起来了 潘老太太和潘少奶奶 招待很周到 丁太太称潘老太太姨妈 并叫余人送上礼来 大都是吃的东西 丁太太虽然虚弱 可显得特别高兴 晚饭前 她对潘少奶奶说 希望潘家接受婚帖 她说自己身体不好 照顾不了丈夫 觉得怪对不住她的 医生劝她多休息 不然活不多久 她说亲戚们都夸朱兰好 她丈夫也喜欢她 倘若朱兰跟她丈夫结婚 她保证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她会把朱兰当亲妹妹 让她主管家里的一切 潘少奶奶被丁太太的 真情和不幸深深打动 她以前听亲戚们说过 丁太太有一副菩萨心肠 而且那么喜爱朱兰 看来朱兰跟他们过日子 没什么问题 又过了一天 潘家表妹来告诉潘少奶奶 公亲王派来电报 催丁先生夫妇 尽速离岁返京 三天后动身 得赶快定亲 她说等朱兰生了 头一个儿子以后 再向亲戚们宣布 这婚事也没关系 而且她可以带朱兰去拜 丁家宗堂 潘少奶奶同公公商量了一下 觉得不该错过这机会 于是决定让朱兰自己拿主意 朱兰对潘少奶奶说 她欣赏丁先生的书法 而且丁太太又那么善良 她愿意跟丁家一起回京城 她想如果祖父和母亲还活着 也会同意的 动身前两天 丁太太送来四盒珠宝 十卷丝绸花段 潘少奶奶收下后 回送丁家一顶礼帽 一双靴 一件长袍和一套文房四宝 这样丁先生就成了 潘少奶奶的姑爷 朱兰一想到就要离开养母 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流 她忍受不了离别之苦 哭了三天 潘少奶奶也很难过 可还是想发安慰朱兰 她把朱兰打扮成新娘子 送给她四箱衣服 四箱上好的丝绸刺绣 还精选出珍珠 宝石 翡翠耳环 手镯 和装饰头发的沾花 在几年之后的 义和团运动期间 这些珠宝全丢了 当时 从广州到北京 通常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到北京后 有一天 一个小媳妇 带着个小女孩来见丁太太 说是丁先生的妾 女孩是他女儿 来和他们一起住 丁太太想 准是丈夫在外纳了妾 得让他们住下 对这种事 原配夫人要有气量 丁太太没什么办法 只好让这娘俩进了家 朱兰这时才感到 同一个有三个太太的男人 一起生活 一点不浪漫 而且 那小媳妇讲 在她之前 还有个二姨太 已经死了 这么算来 她该是三姨太 朱兰在她之后 就是四姨太了 朱兰太失望了 丁太太也对眼前 发生的一切感到懊悔 她常怀有歉意地 对朱兰说 老天爷会保佑我们 你能生个儿子 在朱兰第一个女儿 出世的前一年 丁太太太死了 朱兰想 这也算是老天保佑吧 丁太太一心想着儿子 要是看到自己生了女儿 准会伤心失望的 第三章 搬家 自打舅舅买到船票 全家上下可忙开了 妈整天躲在屋里收拾东西 除了吃饭 会客 很少见到 女佣人乙真 已有两三天没梳头 总是穿梭似的走出走入 啪哒啪哒的拖鞋声 在街上都能听见 男佣人阿三 满头是汗 袖子挽得高高的 不声不响地打行李 孩子打他几下 都顾不得还手 狼子底下 大包小箱的 一个压一个 堆成了高高低低的小山 大的小的 红木条岸 漂亮的太师椅 精致的椅子 茶几 都用麻布包着 靠在墙边 长长的一排 活像一只货船 这倒怪好玩的 何不天天这样摆 谁来坐船 我表姐婉儿 爬到最高处喊道 坐船得快来买票 八姐坐在一只皮箱上叫道 静儿领着她的小表妹 笑嘻嘻地去打票 随后跳到行李上 好像那真是一条船 我们不坐船 爬山吧 小青和小翠 爬到廊下的行李堆上 小石 来坐船呀 你可以买半票 坐船有什么劲 来跟我们爬山吧 我坐在门槛上 手里玩着一个 没了边角的破瓷盘 正想给我的大花鸡 喂点水 听见他们叫 我抬头望着 快来呀 你是我的乘客 婉儿走过来 称怪说 静儿也跳下来叫道 山上可好玩了 能看见桃花山的宝塔 还有大黄牛呢 两边都使劲拉我 瓷盘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什么打破了 妈从屋里跑出来 都给我到外面玩去 别待在屋里闹 这么多东西 早晚全叫你们打了 乙真跑过来帮枪说 一群小猴 简直要拆房子了 外面玩去 她张开两臂 像在轰一群小鸡 孩子们都跑了出去 跑在最后的碗儿 回头朝乙真 扮了个鬼脸 我弯着腰 一块一块地 拾那些碎片 摔得太碎了 无法再拼成一个盘子 我感到一肚子委屈 妈看着说 小心划了手 别捡了 出去玩吧宝贝 这宝贝的大花鸡怎么办 乙真过来问 当然不能带 妈淡淡地说 妈 我要带大花鸡走 我坚持说 把它放在小竹篮里 我自己拿着 三妈说 可以带着它上船 你这傻孩子 竹篮子太小 哪沉得下 轮船上不让带货物 连狗都得打票 乙真总是帮妈说话 那也给大花鸡买张票 我恳求道 人家才不给鸡 这么小的东西打票呢 你要是偷偷带着 查出来 可要罚你 什么 我被吓了一跳 他们会把大花鸡带走 把你关起来 乙真说完 重重打了个喷嚏 好像蚊子钻进了鼻孔 对了 还有一匣子鸡蛋 妈忽然想起来 冲我说 趁早拿出来吃了 省得带着麻烦 乙真说 不 我还留着拂小肩 我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妈 我知道妈会向着我 她平时总是站在孩子们一边 好孩子 听话 大花鸡和鸡蛋都不能带 在船上查出来 人家也得给拿走 妈说 我不给他们 我急得脸红了 不给 哼 连你一起带走 当猪仔卖了 你可就回不了家了 害怕不 乙真说这话 可算称了乙 这回 我真吓着了 当猪仔卖了 够多可怕 回不了家 就见不到妈 婉儿 小青 小翠 和好多好多人 也见不到四婆了 我越想 越伤心 妈似乎看出来了 她对乙真说 阿姨 她还小 别逗她 待了一会儿 妈又说 小石 你要是舍不得 宰大花鸡 把它送给你喜欢的人 不就行了 送给四婆 我即刻答道 还是妈心眼好 这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准知道你要给四婆 这一走 可有的想了 妈笑着说 妈说得不错 四婆喜欢我 正如我依恋她一样 四婆上了年纪 满头银发 一人住在 祠堂后面的小房子里 她并不总是 冷冷清清地过日子 有时儿子回来 把一包白花花的洋钱 放在她怀里 让她高兴 她就买了鱼肉 做许多菜出来 让我同他们一起吃 饭后 她儿子就会背上枪 到后山打鸟 我要她带我去 我喜欢给她背着裂带 走渴了 她给我摘 轻轻的酸果 或野橘子吃 很苦很色 有一次 她捉了一只斑鸠 给我带回家来 姐妹们见了 都围着欢叫 四婆还有个女儿 我叫她易姐 大概在城里做事 经常回来 有一次 带了个带耗子的家伙来 一天就捉了六只耗子 四婆说 这样下去 不仅耗子要断子绝肿 就连猫也会伤心的 还有一次 她带回一包天津雪梨 和北津蜜枣 说是给四婆治咳嗽的 四婆让我先尝一口 真甜 甜到牙根了 易姐总是夸我 宁我常来陪四婆姐们 她送我一个香皂做的羊娃娃 圆圆的像只可爱的小鸭子 又滑溜又香 我把它放倒在床上 小青 小翠 站在床前 老忙不爹地用手摸她 八姐看他们太孩子气 不让摸 那时八姐对我特好 不到一天 就给羊娃娃 做了一身新衣服穿上 我高兴地流了眼泪 四婆一家都喜欢我 连乙真见了都眼红 她不嘲讽地对妈说 真是什么都看缘分 小时一天到晚围这个梅雅老太太转 臭猪头碰到闷鼻子菩萨 巧了 我也真的离不开四婆 天天吃过早饭就溜到她家 帮她喂鸭子 喂完 赶鸭子下糖 有时还给他们弄点小鱼 掏点小蟹 闲下来就帮四婆干点杂活 则线头认个针什么的 四婆眼神不好 早就看不见针孔了 她要做菜 我就帮着则根去叶和剥削笋皮 她点上火 我就替她拉风箱 不等四婆让 我就把碗筷摆到桌上 她见我忙来忙去的 就笑着说 本看吃的是青菜白饭 你还就爱跟我这儿待着 僧人常常认错 以为我是四婆的孙女 四婆有时出去帮工 我只好回家吃饭 小翠常学着以真的腔调 取笑我说 四婆家的饭箱快去呀 大家跟着一起笑话我 叫我难堪 我不愿人老笑话我 所以每当四婆 要出去帮工的时候 我就牵着她的衣角 要求着带我一起去 我答应听话 四婆没罚了 只好把我这小丫头带在身边 一次 我们俩手牵手翻过一座小山 鸟儿在树上唱歌 过小河时 四婆脱下鞋背我 蹚到对岸 那里有许多头戴 黄草帽的人 弯腰在田里劳作 远远望去 好像一片黄水鲜花 四婆像他们一样 弯腰从地里 拔起绿苗 我乖乖地站在旁边 原来那长着像草一样 弄绿叶子的绿苗根部 挂着一多路一多路的花生 有的大 有的小 刚拔起来时 一股强烈新鲜的泥土香 喝着花生香 刺得鼻子痒酥酥的 这香味太诱人了 农人们抖去泥土 把花生一串串地扔到篮子里 不多会儿 篮子满了 四婆就把花生 都倒在一个大篮子里 回来再往小篮里装 太阳落山后 农人们有说有笑地散了 四婆拉着我正要走 一个老婆婆赶过来 把两盆花生 装进我围裙上的兜兜里 还问里面有没有兜 四婆笑着说 够了 谢谢 再装 她可就成饱肚子懒虫了 四婆还带我去过一些地方 都很有趣 不过那是在夏天 我记不清了 但我仍时时想见 一求求的鲜红荔枝 快垂到地面 抬头张嘴 即可咬一个下来 还有碧绿的葡萄 和淡黄色的黄皮果 踩的人骑到树枝上 果子就似雨点一样落下来 四婆跨着个竹篮子 来回捡食 孩子们欢叫着捡起掉在地上的果子 就吃 回家时 我的小围裙兜满了各种水果 只好一步一步躲着回去 活像一头小水牛 现在我要去北京了 北京什么样 同乡下一样有趣吗 我还不知道四婆怎样想 她从未提过 只是 昨天我帮她认真时 她忽然叹了口气 说 小时 你去了北京 就没人给我认真了 你一喊我就来了 我毫不迟疑地说 去了北京就不容易来咯 你喊我一定来 小青说 北京就在桃花山那边 坐上船过河就到 你只要站在山顶 大声叫我 我就能听见 没这么容易 小宝贝 四婆说完 放下手中的针线 拉了我的手 到塘边去看鸭子 这天早晨 我依了妈的话 捧了一点心和鸡蛋 叫阿三抱着大花鸡 来到四婆家 进了门 我把盒子往四婆怀里放 说 这都给你 阿三把大花鸡扔到地上 开玩笑说 四婆 有这么多好东西 该请客了吧 大花鸡在屋前来回打转 我赶忙抓了一把米 撒在地上 看大花鸡吃得挺香 我对四婆说 她很快就习惯了 你看 这是她下的蛋 你说 可以生几个小鸡 一个蛋 孵一个小鸡 这由 四婆搬着手指数起来 一五 一十 十五 还有俩 能生十七个小鸡 哦 一群小鸡 白的 黑的 在地上滚来滚去 有多可爱啊 看这些小东西 都有小脑袋 小腿 珠子式的眼睛 喝水时 小脑袋 一仰 一服 然后小心地捧在手里 够多好玩 我脑子里浮现出 以前在林家看到的小鸡 想了一会儿问 四婆 小鸡生出来什么色 黄的 还是黑的 我现在怎么知道 得等它们孵出来 它们能长得跟大花鸡 一样大吗 只要喂得好 准能 你知道吗 大花鸡到我家头一天 就下了个蛋 我捡给妈看 她说 好好喂吧 她能下好多好多蛋 我都知道 哪个蛋先下的 四婆 你看 我让阿三 在上面做了记号 这是大哥 这是大姐 二姐 三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 一个个指着说 你妈打算明天什么时候走 四婆问 妈说一早就走 舅舅早晨坐船来接我们去她家吃饭 晚上坐大轮船到广州 今晚 二姑让我们去她家吃饭 阿三已真也去 厨房就不开火了 我停了一下 接着说 四婆 我可不愿到二姑家吃饭 我们都不想去 她家做饭的佣人特别脏 妈不让我们讲 说二姑会不高兴的 四婆沉吟了一会儿说 今晚上 我送些菜给你们吃 四婆拿起 没做完的针线活 坐在门边一把竹椅上 我紧引着四婆 忽然想起 昨晚上的谈话 我问 四婆 我以前去过北京吗 怎么没去过 你就是在北京生的 忘了 我头一回看见你 你只会讲北京话 听不懂我们说啥 这会儿 大概把北京话忘了吧 大姐老跟妈讲北京话 听起来特逗 老代耳音 北京话好听 连皇上都说北京话 婉儿说 皇上住在北京 到了北京 得让爸带我去看看他 他的家是用金子造的 地都是金的 婉儿还说 一进宫 从地上捡起什么 那就是金子 他答应 把捡的头一件东西 给小翠 我的一定给你 四婆笑着 从椅子上站起来 打算准备午饭 这时 阿三进来 叫我赶紧回去 说 妈要我见客 阳光下 大花鸡在小院子里 走来走去 地上 一团滚圆的影子 跟着动 阿三停下来 看着大花鸡问 你看他 是不是又肥又嫩 他可是每天 只吃白米饭 肯定嫩 四婆说 花钱也买不到 这样又肥又嫩的鸡 四婆 能有这么一只鸡 你可真有造化 阿三走出院子时说 吃过午饭 妈带着孩子们 到各亲友家辞行 家家以茶香带 回家时 天已经黑了 二姑打发佣人 来叫我们吃饭 圆桌上摆了许多菜 孩子大人坐在一起 二姑和妈 帮孩子们盛饭 正要开吃 一真说 四婆送菜来了 四婆笑嘻嘻地走进来 打开竹篮盖 拿出两个大碗 放到桌子上 说 真不好意思 本来打算多弄几个菜 可惜来不及了 你们走得那么急 我今儿早上才知道 乡下菜 没什么吃头 就当尽我一点心意吧 妈谢过四婆 四婆走到我身后问 今儿下午没来 是不是跟你妈出去了 我点点头 二姑高兴了 对妈说 怪不得孩子们都喜欢四婆 她做的一手好菜 鱼味好 鸡味也香 四婆谢过二姑就走了 乙真站在孩子们后边 冷笑着说 这鱼倒许花了她几毛钱 可这鸡却是白来的 她真大方 这么快就把鸡送回来了 阿三可如愿了 她今儿早上还说 谁那么傻把鸡拿走了 四婆难道真的杀了我 早上才送去的大花鸡 她那么善良 可能吗 乙真咧开嘴 迎了排酒似的笑了 大家都吃得挺香 我实在憋不住了 问乙真 真是四婆杀了我的大花鸡吗 傻乖乖快吃吧 吃到肚子里 倒真可以带走了 乙真说 我满眼含了泪 喉咙一阵哽咽 吃不下去了 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嘲弄 筷子掉在地上 哇的一声 哭了出来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我 乙真捡起筷子递给我 我不要 我感到一种 难以忍受的悲伤 脸气得通红 我仿佛望见我的大花鸡 满身是血躺在眼前 然后变成一团黑影消失了 可怕极了 妈心疼我 拿出手绢 替我擦泪 小时定听话 别哭了 如果不想吃 先跟乙真回屋去 睡一会儿就好了 不 妈 我要去问四婆 我坚持说 并想马上去 妈拉住我 傻孩子 不许去问四婆 二姑笑着说 别难为四婆 都是以真多嘴 害得小时伤心 以真 带她回房去 好让你家太太吃饭 可怜的妹妹 忙了一天不吃东西 什么都压在你肩上 是非都为多开口 以真叹了口气 说了句谚语 我的小姐 饶了我吧 回屋去 给你弄点甜点心 我不明白 妈为什么不许我去问四婆 以真过来抱我 我真不脱 心里就更难受 我把头 扶在一阵肩上 呜呜地哭了 第四章 一件喜事 一天早晨 妈的女佣张妈 给我穿衣服时 说今天得换件新衣裳 穿新衣裳 又过年了 看着妈只让我新年那天 才穿的段子衣服 我高兴极了 今儿个新妈过门 得给你爸道喜呀 过了一会儿 张妈又说 先向你妈 三妈和五妈道喜 然后再见新妈 昨天我听四姐跟六姐说 新妈要过门 还要大白酒宴 庆贺一番 可五妈 为什么哭了一整天 我问了两次 新妈是谁 六姐根本不理我 四姐只说 明儿你就看见了 说完就打发我走 我刚转身 就见他俩搂着肩膀 边说边咯咯地笑 他们谈得什么那么有趣 我不知道 天大亮以后 张妈无所谓地 跟我说了这件新闻 张妈性情善良 不像其他大人 从不敷衍小孩 我问他 新妈是谁 我以前见过吗 没有 我也没见过 妈的相册里有吗 我记得一说 没见过谁 妈总拿出相册 给我看 傻孩子 你妈 怎么会有她的相片 她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张妈停了一会儿 自言自语说 这回倒好 谁也不知道 张妈 怎么给爸道喜 跟过年一样吗 张妈边用笼子 给我梳头 边慢声慢气地说 差不多 五妈昨个儿哭了一天 饭都没吃 谁告诉你的 我听四姐跟六姐说的 你知道五妈 为啥哭吗 小孩子别打听那么多 你妈会生气的 张妈在我的两条小便上 各寄了一朵红丝带结 更使我觉得是过年了 她还给我换上新鞋 新袜子 新鞋头上有大蝴蝶 走路时一颤一颤的 特好玩 我真想穿着它 马上跑出去 张妈 我这就去给爸道喜 等会儿 听我说 张妈拉住我 先吃早饭 然后按你妈说的做 别忙忙道道的 知道不 做个乖孩子 六岁的大姑娘 该懂事了 其实我并不太懂 可从她严肃的语气 我猜 这一定是件小孩子 不懂的大事 为让张妈高兴 我答应说 我知道 看我真笨 张妈看着我笑了 光穿得漂亮了 脸上也得画画 要不也太寒碜 她边说 便往我脸上擦胭脂涂粉 瞧这姑娘多漂亮 她自言自语道 瓜子脸 大眼睛 细眉毛挨得这么近 跟她妈一样 听她在夸我 我可得意了 化完妆 我爬到椅子上 冲着镜子 左照照 右看看 镜子里的女孩 穿了一件 闪光发亮的衣服 含羞地对我笑 真像新年庙会上 卖的小人 好了 今儿开饭早 快去吧 我跳下椅子 像只小鸟一样 飞出去了 两张桌子旁 坐满了人 大家都穿着新衣服 愉快地交谈着 我先向大人们 道了早安 就同孩子们 坐到一桌 一切都让我觉得 是在过年 神堪前 两只大红蜡烛 秃秃冒着大火苗 两炷香 散发出的香气 使人觉得 这不是普通的一天 用人过来倒酒 放大爆炸 真来劲 一个孩子兴奋地喊 爸说 给我们美人十块钱 另一个高兴的声音 小孩子别瞎说 一位姐姐 学着大人的强调说 不信你可以问 我可没撒谎 六姐说 此时 三妈端着一大碗 榨春卷来到我们桌 她帮女儿说 傻孩子 得管你爸 要金元宝 只要他高兴 要什么都行 三妈说完 大笑 她的牙齿非常漂亮 笑起来极有魅力 我们都看着她 这回你们信了吧 六姐得意洋洋地说 可谁去跟爸说 一位姐姐说完 有人说 让我去 所有孩子都朝我看来 我的脸热得 跟发烧似的 别逗她 五姐看了我一眼说 爸不会对我们小气 肯定出手大方 吃过早饭 我们在院子里玩 台阶两侧的苹果树 开满了粉红色的花 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方形花坛里 开满了红色 白色的大朵牡丹 和黄色的鲜花 阳光明媚 空气中充满着香甜 苦涩的花粉香味 我特爱嗅闻这香气 妈静静地站在花丛旁 今年春天 花开得那么艳 好像知道家里有喜事 姑姑拖着水烟袋说 是呀 我也在想 花开得正是时候 妈说 五妈急匆匆穿过庭院 一阵风式地 进了自己的屋子 她穿的衣服 非常漂亮 我说不准什么颜色 也不知是什么料子 我只觉得 她却像那苹果花一样美丽 鲜艳地令人寄谢 孩子们 人全都沉醉在欢乐中 到处都能听到 他们的笑闹声 他们从前院 跑到后院 再跑回来 等着新妈到来 我一个人静静地站着 一群雪白的鸽子 在蔚蓝的天空 安详地飞来飞去 绑在脚上的小竹哨 发出悦耳的声音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儿 爸忽然走到廊边 亲切地问我 他们不带我玩 我也不会 我羞怯地笑笑 一学不就会了 爸从不跟孩子 讲深奥的道理 我冲他一笑 算是回答 爸像平日一样 穿了件天蓝色绸袍子 头戴一顶黑段子帽 顶部有个小红球 他个子很高 宽肩膀 细长脸 面容透露出高贵 他站在一根红柱子旁 更显得健壮 齐尾 爸 你说新妈什么时候到 快了吧 我不让他们玩了 四姐过来问 家里人都把四姐 看成是最受爸宠爱的 别急 快了 爸摸着她的头发 像摸她的爱犬一样 我想让你早点给我们钱 四姐小声说 可得说话算数 谁大 就多给谁 要是说了不算 我再也不理你了 爸笑着大声对妈说 瞧这帮小财迷 妈刚想说什么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从前门传来 门房老头气喘吁吁 跑进院子 谦恭地对爸说 新夫人驾到 姑姑站在爸边上说 按皇帝 她来的这时辰 最吉利 说完 既吩咐佣人 赶紧放爆竹 既可迎新人 又能驱鬼辟邪 爆竹声中 一群孩子和佣人 簇拥着一位年轻的 陌生女人走进来 她身穿一件 耀眼的粉红衣裳 卖着端庄的纤布 脸长得没什么特点 眼睛半针半壁 嘴唇紧翘着 六姐凑到五姐耳边 小声说 你瞧她那张脸 跟马脸似的 还不如我妈一半好看 怎么和马比 五姐得意地说 马脸倒好了 整个一张驴脸 对 我也这么想 要在戏台上 她只配给妈当用人 我笑他们 五姐瞟了我一眼 我知道 他们不愿让我听见 我没看清新妈 长什么样 只瞥了一眼 就被挤到后面去了 我倒想好好看看 那张驴脸 我试着推开用人 离新妈近点 客厅里全是人 爸 妈 姑姑 还有三妈和五妈 新妈跪在神坎前 叩拜三次 拜过祖宗牌位 新妈向爸和姑姑磕头 他们每人 递给她一个红包 我想知道 里面是什么 随后 她又向妈 三妈 五妈 见礼 他们也都还了礼 并交换了礼物 礼物都用红纸包着 四姐转身冲六姐 扮了个鬼脸 她大概不愿她妈 送给新妈礼物 我也一样 不愿让妈 把礼物送给 这个难看的女人 孩子们 给新妈见礼 姑姑大声说 孩子们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羞怯得傻笑 就是 谁也不动地儿 妈把五姐 六姐 拉到前面 三妈也过来 把孩子们 推到新妈跟前 好在新妈 没让我们下跪 我们只是 向她鞠了一躬 她向我们 还了一躬 行过礼 用人端上一个 大红盘子 里边盛满了小红包 这是给孩子们的礼物 打开一看 每个包里 都是一块衣料 一个玩具 快去给爸爸道喜 三妈见爸 刚离开客厅 大声说 一群孩子 冲进书房时 五妈 正坐在大沙发的 扶手上 往香炉里插香 低着头 爸 孩子们嘻嘻哈哈地笑着 给爸跪下了 快起来 起来 爸从椅子上 叹起声说 我们刚起来 用人也进来了 爸和气地对他们说 鞠躬就行了 不用跪 可他们 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还是跪下了 他们都垫着拿钱呢 四姐跟五姐小声说 妈和三妈 也来给爸道喜 真怪 他们也跪下 爸赶紧把他们扶起来 这时 五妈走进书房 跪在爸的面前 爸把他拉到沙发上 我们觉得有趣极了 开心大笑起来 三妈笑得快喘不上气了 赶紧坐到一把椅子上 帐房的陆先生 穿了件薪酬袍 恭敬地走进书房 微笑着给爸鞠了一躬 算道喜了 来得正好 我正想找你 给他们分喜钱呢 爸对他说 陆先生笑着对孩子们说 我真不知道 你们这些少爷小姐的 要钱干嘛 吃的穿的 都不用你们花钱 就是有用 四姐得意地说 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 想的不光是吃 陆先生似乎没听明白 只是礼貌地笑笑 爸又对他说 给他们一人一份喜钱 听着爸悦耳的声音 孩子们笑着 互相识眼色 只有四姐 可怜兮兮地对爸说 爸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我差点忘了 爸笑着对陆先生说 五个大的 每人两块 小的一块 公平了吧 他看着妈 妈点了点头 我们呢 让我们空手待在这儿 就公平了 三妈大声说完 突然大笑 我们当然得比孩子 拿得多 爸拍拍头 笑了 五妈戏谑地说 你想要多少 姐儿说的是金玉良言 明儿就成了败絮烂泥 废话连篇 妈一直在笑 她这会儿说 当着孩子的面真 多丢人 有什么可丢人的 你不是不知道 洗钱也是钱 有钱就啥都有了 孩子们都以钦佩的目光 看着三妈 我们都爱听她说话 爸跟陆先生讲 给夫人们 每人一张 一百元的银票 银票不过一张纸 有什么意思 我不想要这玩意儿 五妈叹了口气 说 或许是个好兆头 新娘子 一百 多吉利的数 就位图个吉利 我拿它可有用 你不想要 给我呀 三妈说完 过了一会儿就出去了 孩子们也一同走了 五妈拉起妈的手 也要走 爸拉住说 待会儿再走 帮我摸摸 有人求字 我今儿个得写出来 明天一天都不在家 午饭后 我要去看戏 现在就该吃饭了 家里有那么多人伺候你 今天又娶了新媳妇 干嘛单挑我摸摸 是不是 想让我减肥呀 五妈说 你比别人摸得好 戏 晚上再去看吧 爸说 我聪明的老爷 晚上跟下午 可不是一出戏呀 五妈叫出声来 今儿下午 是游园精梦 李又臣演那小生 他这出戏 演得特棒 良机不可施 他确实是个英俊小生 可戏演得不怎么样 爸笑着说 那有什么 反正我没看过 五妈突然发现我还在屋里 就过来对我说 别让我们的小艺术家错过了好戏 快去换衣服 宝贝 我高兴地跳下椅子 跟他出去了 傻女人 出门时 我听见爸叹息说 整个下午 我们都泡在戏院里 时间过得真快 到家已是晚上了 五妈一直对我好 吃过晚饭 领我到她房里 五妈抽水烟袋 我帮她点火 她洗脸时 我帮着地毛巾 香皂 她好几次催我上床 我没听 我喜欢和她待在一起 况且 下午在戏院 已睡了一小觉 不困 嘈杂的音乐 正好让小孩入睡 在五妈那张大床上 我躺在她旁边 我们吃了点水果 我缠着她 给我讲讲 下午的那出戏 因为我不明白 一位漂亮小姐 只同那个小生 见过一面 怎么没有她 就无法过了呢 怎么那么快 就病死了 她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停地问 五妈被问烦了 说 小孩子本问那么多 你又弄不明白 大人应该明白 大人 最好也别明白 她叹口气 不说了 你干嘛叹气呀 你不懂 五妈合上眼 大颗的泪珠 像断线的珍珠一样 从脸颊上滚下来 她连忙擦去 你哭了 你是不是可怜那位小姐 你跟我说过 那不是真的 我天真的说 我早忘了 她想强作欢言 可眼睛又湿了 告诉我 我保证不跟别人说 妈说 我是乖孩子 五妈 似乎为我朴素的同情 打动了 她慢声细语地说 我真想 一死了之 人 只有死了 才会忘记一切 我听不懂她的话 却感到害怕 我静静听了一会儿 又为她而悲伤 你不会去死 你不会忘了妈 我 还有爸 我说不下去了 我不会忘了你妈 她对我太好了 可 她用手捂住脸 我看见她的手指在发抖 胸脯起伏 是谁害得你这么难受 告诉我 别哭了 我用发颤的声音说 第五章 中秋节 六妈过门以后 爸买了一处大宅子 院套院 屋连屋 前院有爸的客厅 不许孩子在那儿玩 爸除了会客 也不常在那里 三妈住在二院 我只跟妈去过一次 因为一见三妈 心里就发慌 我怕听到她的笑声 其实 她不是笑别人 是在笑自己 她的使唤丫头桃花 总是像孩子们扮鬼脸 好像很看不起我们 妈和五妈住三院 爸的书房 寝室在后院 六妈住东厢房 说是为照顾爸 我去过几次 都是爸要我们去的 爸从早忙到晚 会客 进宫 出席晚宴 对她来说 待在家里 可不是件容易事 每当妈的佣人赖妈 看见爸的秘书 受爸之托来请我们时 总说 父亲终究是父亲 只要有时间 就会想到孩子们 爸的脾气非常好 总是那么和善亲切 他常问我们 昨天出去玩了吗 有没有去看戏 爱看什么戏呀 爸的书房 严强是一排书架 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 我总想知道 是怎么印出来的 爸每天都在外面忙 根本没时间看书 他会为此惋惜吗 有时 我真想下决心 向爸讨些书来看 可以想到六妈 那张涂了白粉的 惨淡的长脸 像堵墙一样挡在路上 就立刻打消了念头 每个套院 都有一个小门 与院子左侧 一条狭窄的小路相连 通向后花园 这条小路还通厨房和用人的房间 午饭后 大人们打盹养神的时候 孩子们便尝到花园来玩 我们喜欢花园胜过任何别的地方 在那里 我们感到舒心惬意 从不觉得孤单烦闷 后花园有很多空心老树 正好玩捉迷藏 我们用长竹竿打枣时 红嫩的枣子 雨一样落下来 落在头上 脸上 使人很开心 最好玩的是枣 正掉进嘴里 我们要是看到枣 掉进谁嘴里 就会笑个没完没了 后花园还有一大架葡萄 嫩绿色和紫色的葡萄 宛若仙女们的眼睛 抬头望去 令人心醉 甚至许多年后 当我想起那可口的酸味 都直流口水 甲山石下有许多小生灵 榨门 蛆蛆 甲虫 还有许多古里古怪 叫不上名字的小昆虫 把手伸进石洞 总能逮住一些奇怪的小虫 这时 我总想象自己 是在无垠的大海里搜寻 我们每天都去花园 每次都有新花样 孩子们还常找用人玩 我现在还记得 当孩子们淘气 吵闹的时候 大人就让他们去找用人玩 我很乖巧 在大人眼里 好像一只 缩在角落里的小猫 没人在意 外出时 妈总说 一只小麻雀飞走了 我性情柔弱 也许 因为是妈的第四个孩子 家中的第十个女儿 自然没人留心 时间一久 我也习惯了 从用人跟姐姐们的闲谈中得知 我降生的最不是时候 尽管这个家 有四五十口人 但当时 只有两人知道 妈又生了个女儿 一个是张麻 一个是去请接生婆的 老门房王森 孩子生后第三天 接生婆去请家里人来盗洗 他们到这时才知道 接生婆当然是冲着钱去的 因为盗洗的人都要往盆里扔钱 钱自然都归塌了 妈流着泪 恳求张麻别说出去 张麻也流着泪反复说 好 我不说 不然 他们会说 又生了一个 一个什么 他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一提起这事 张麻就开叹 老天 老天也是瞎了眼 太不公平 不让你妈这么好的人 得个儿子 好运全给了那些没良心的 别人难受 他们才高兴呢 妈那时虽只有二十三四岁 却发誓不再生孩子了 一次 朋友介绍来一个算命先生 说能准确地预知未来 家里人对他算的命都很满意 轮到妈 算命先生说 他这辈子没儿子的命 只能生女儿 他将来要生七个女儿 用不着为命发愁 女儿们都能飞黄腾达 让妈享福 算完 他又补充说 按项书上说 这叫七星待月 三妈着实乐坏了 因为算命先生说 他会生两个儿子 将来做大官 真可谓极星高照 看到妈痛苦的样子 他乐得更欢乐 并激讽说 要是谁上辈子知道自己是月神 该多来劲 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请原谅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说完大笑 妈气得脸都红了 可她什么也没说 只有咽下泪水 露出一丝苦笑 妈笃信命运 还有一个原因 我一岁时 妈又意外有了五个月的身孕 由于悲伤 妈在床上躺了近三个月 幸好五妈常来 帮她照看孩子 爸和三妈 却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妈认定 这就是命 就是英雄好汉 也念不过命 妈向五妈诉苦的时候 常说这句话 五妈跟妈诉苦的时候 妈也是以此来安慰她 从他们的闲聊中 我开始懂得命运意味着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 有许多次 当我看见妈和五妈 捂着脸伤心哭泣的时候 我的眼泪 也禁不住 流了下来 中秋节那天 哥哥姐姐都跟大人逛庙会 或看戏去了 留下小的看家 我倒挺高兴 因我是个有用的人了 但他们走了 没人跟我玩 我一个人待着 不由感到一种孤独 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个寂寥的中秋 火辣辣的太阳 暴晒着空际的院落 门廊里新漆的柱子 红得耀眼 晃得人眼睛发疼 菊花的香味 又苦又甜 令人深厌 猫在太阳垫里酣睡 呼噜打得叫人心烦 我突然问张妈 猫是不是病了 宝贝 她在晒太阳 哪来的病 到花园玩去吧 张妈似乎看出我的心思 她的话把我从郁闷中解脱出来 花园的三十倍阴处 有个小孩 找着伴 真叫人高兴 她也在招呼我 那是八姐 她刚看完戏回来 因为她已答应花匠的女儿 在这儿等她 她见我一个人怪可怜的 叫我和她一起玩 花匠的女儿比我们都大 我忘了她的名字 小丫头都爱跟大孩子一块玩 头两天我们在街头 见到一家月饼店 我们就决定完 开月饼店 我们找了一块地儿当月饼店 自己做 谁都可以来买 张妈真好 给我们弄来一大碗面 做了好几种月饼 足有五十个 大小都有 摆在当桌子时的长木板上 我和八姐到屋里找了些好看的纸 包起月饼 放在一个个干净的盒里 我们像店主一样坐在盒子前 然后去请张妈、吴妈来祝贺新店开张 厨子、老门房、花匠也都请了来 老门房叼着烟袋锅子 坐在柜台前 悠然自在 活像一位老顾客 为了跟真的一样 张妈真拿了些月饼来请大家吃 厨子为让大家中秋快乐 拿来一把大茶壶给大伙儿沏茶 我和八姐见月饼店办得这么红火 高兴得嘴都喝不上了 月饼店里充满了愉快的笑声 多好玩 等妈回来一定告诉她 让她也乐乐 桃花突然来到花园 一脸死气 不屑一顾的样子 她问我们 为什么不请她 你是谁 凭什么要请你 八姐的话 着实让桃花吃了一惊 好啊 张妈、吴妈 你们都跟着乐 谁也不跟我说 桃花学着三妈的强调说 八姐更气了 你管不着 我愿请谁就请谁 八姐像个大人似的笑着说 她才不在乎桃花呢 好 桃花怪笑道 我看你们能高兴到什么时候 说完 转身就走 弄得手上的银镯子直响 瞧她那样 真叫人恶心 八姐说 我这时注意到 顾客们都走光了 我感到心悸 因为就在几天前 桃花狠狠耍了我一次 孩子们都叫她小狐狸精 挨了她的打都不敢哭 前天 我路过三妈的院子时 她笑着招手叫我过去 我不情愿地刚走过去 她便在我脚上剁了一下 弄脏了我的心鞋 疼得我直叫唤 我想跑开 她甜笑着拍拍我的头道歉说 我真喜欢你 别害怕 这辫子真好看 谁给你输的 我正要告诉她 她猛地救助我的辫子一拽 我觉得整个头疼得刺溜一下 差点晕过去 我睁开她的手跑开了 她在后面大声叫着 你这脑袋真比豆腐还软 我有点怕 她太坏了 我不禁对八姐说 我才不怕这小狐狸精呢 八姐说 过了一会儿 一个男佣走进花园 静止来到月饼店 要拿走我们当桌子用的长板 说是她主子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吩咐的 八姐猜准是桃花使得坏 死活不让拿 这时桃花也来了 得意洋洋地说 可别做贼呀 这是你哥的木板 说完对用人斥骂道 还愣着干嘛 没长耳朵 死了怎么着 用人是个小伙子 就爱看人吵架 他们没费力 就把月饼店拆了 我吓坏了 一声不敢出 活像一只 刚从水里救起的小鸡 八姐气得直发抖 乌咽着说 小狮 你是木头呀 怎么哑了 我不怕它 桃花怪笑着 拿起一个月饼盒说 别生气 我给你爸送去 他肯定高兴 说着 猛地把盒子扔在地上 月饼摔碎了 我的心 也碎了 我难受地哭了 八姐也抑制不住 气氛和悲伤 跺着脚大哭起来 她说 要去找三妈平礼 罚罚桃花 桃花有十三四岁 看上去 像个没事人似的 走时 冷冷地说 走啊 平礼去呀 哈哈 那得意的眼神 跟三妈一样 八姐拉着我 紧跟着桃花 让三妈打她 我们又怒又悔 只有用眼泪诉说委屈 刚到三妈的院子 我们就不由地 停住脚步 觉得挺胜人的 我见桃花走进三妈屋里 便问八姐 三妈会骂我们吗 我怕 别怕 她可能没在家 三妈突然叫起来 进来呀 我给你们评评礼 她站在廊下 我们怯怯地走过去 桃花把我们的月饼扔到地上 还骂我们 八姐心慌地要命 不知所措地抱怨说 不就是几块烂月饼 桃花大声说 谁稀罕碰你们的宝贝月饼 我家太太还以为 我惹了多大的祸 原来只为了些 不能吃的破月饼 小丫头别担心 将来少不了月饼吃 过个十年十五年的 等你们长大了 要多少就有多少 桃花边说边笑 八姐不明白 她话里的意思 才想反正不是什么好话 你要去吧 我不要 八姐擦着眼泪说 我也陪着她掉泪 三妈大笑 这时张妈来了 看我们难过的样子 说妈妈回来了 叫你们呢 哎哟 谁把我们小姐弄哭了 是我的不好 别见了谁就骂 三妈说 对不起三太太 张妈没注意三妈在院子里 说话也结巴了 真是越老越糊涂 我只见桃花跟这儿 没瞧见您 那好吧 三妈这儿巴紧地说 是这么回事 桃花刚才挖苦了他们几句 并没碰他们 他也还是个孩子 有什么不对的 气了 我打他 小石 来 我给你擦擦眼泪 这么好看的眼睛 可别哭坏了 你要是早点寻个丈夫 我们也能吃上月饼 听了这话 我明白刚才桃花的意思了 她是诚心想民营暗语损我们 八姐跑出去时 三妈怪笑道 小八 慢点 让你妈今晚上过来打牌 别为了桃花生我的气 将来你妈会有好多的月饼 肯定吃不了 我也受不了她的笑声 侮辱 跟着姐姐跑出去 睡觉前 妈坐在我们床边 像往常一样喝茶 慢声细语地说 记住 小石 别再去三妈那儿了 妈会不高兴的 你不该惹三妈生气 妈不停地抽气 眼睛都哭肿了 我没敢直升 八姐说 可桃花太缺德了 总是故意捣乱 那木板明明谁的也不是 她硬说大哥要 还拆了我们的月饼店 我不干 妈待了一会儿 叹口气说 要做高官虚谋显畏 你们女孩子家 将来嫁个男人就行了 定亲的时候 多给爸妈要些月饼来 男孩子 我看不见得男孩子长大了 就都能给家里露脸 当官的当贼的都是男人 八姐勇敢地说 我到现在才明白 是什么使得妈伤心落泪 我敬佩八姐 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我想安慰妈 可不知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 我说 妈 我长大以后 不要月饼 听了这话 妈微微笑了笑 为让妈高兴 八姐也说 我也不要 让桃花去要吧 她还要不了 为什么 丫头只能给人家当妾 妈又叹了口气 跟爸结婚前 三妈也是丫头吗 八姐问 别说了 妈打断她 她是 可别再提了 你们知道 妈 也是当丫头买来的 妈 两眼盯着灯出神 我看出 妈很难受 我和八姐 静静躺在床上 一声不响 妈轻轻从椅子上 站起身 说 别聊了 快睡吧 小八明儿还要 起早上学呢 妈吹灭灯 关上房门 走了 夜里 我醒了 门龙听到 三妈的笑声中 浑杂着 妈和五妈 柔弱的声音 真像是一场梦 整个房子 在惨白的月光下 沉落了 我弄不明白 妈干嘛 要去三妈那儿 我真想叫她回来 可又不敢 只是不停地 瞎想 过了好久好久 我都没睡着 按当时习俗 女子订婚时 未婚夫家里 差人往女方家送月饼 有钱人家经常一送 就是上千块月饼 第六章 第一堂绘画课 从广州回到北京以后 我身体一直不好 姐姐们开学时 爸妈把我留在家里 北京的秋天很短 中秋一过就是冬天了 屋里要生火 出门得穿棉衣裳 尽管冬季寒冷而漫长 可在我早年记忆里 她还是非常迷人 一想起来 便回味无穷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些阳光明媚 寒风凛冽的日子 冬天天黑得很早 刮大风的晚上 我们总是早早就被轰上床 我经常天不亮就醒了 小身子猫一样 蜷缩在又厚又暖和的被窝里 闭上眼 静听孤外呼呼的风声 有时觉得挺远 有时觉得风就要破门而入 我把自己想成一位冒险的英雄 奇异的景观便浮现在眼前 想象力也随着风声 变得越来越大胆 狂放 我常闷见自己 在广袤的大海上漂泊 波浪载着我在咆哮的海水里 起伏奔涌 我从来不感到害怕和绝望 相信希望就在一片新奇的土地上 有的时候 强劲的风呼啸着 卷走院子里 夏日用来遮阳的席棚 只剩下光光的竹架 长短不一的竹竿 变成众多的乐馆 狂风吹过 发出的声音 恰似美妙的天国音乐 我便在这奇妙有力的乐音中 任想象的羽翼自由翱翔 神仙披着美丽的长袍 乘风飘舞 去参加天国音乐会 我也在里面 真快乐 天一亮 大风渐渐停息了 远处的汽车喇叭声 预示着新的一天的来临 悲欢离合 幸福忧伤 平凡琐碎 我常想某人某天会发生什么事 越想越觉心烦 窗户纸变成银白色 过一会儿染上浅浅的金黄 太阳升起来了 女余女余走进寝室 捅开火 咕嘟咕嘟地开水声 提醒我该起床了 屋子里又暖和又舒适 你又不上学 还不多睡会儿 佣人想让我晚点起 我总是一咕噜爬起来 满心欢快地跑出去 我心里明白 今天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还是什么事也没有 待在一个地方 玩同样的游戏 但这并不妨碍我自得其乐 也从不使我感到失望 或害怕新的一天的到来 屋里心贴糊了雪白的墙纸 窗户纸也是白的 阳光照出精致秀雅的窗帘 火生得正旺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 欣赏起窗户上挂着的 那幅精美的水墨画 上面只有用粗线条 绘出的几缕树枝 画家这几笔要表现些什么 枝头的嫩芽 使我感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临近了 闷想着野外生活 一只小猫慢慢爬上窗台 深深懒腰 耸耸肩 又悠闲地走了 那悠然的样子让我猜到 今儿是个阳光和煦的好天 几乎每天早晨 我都能看见这只猫 可从未斗过它 小麻雀总是在屋檐下的太阳垫里 飞来飞去 嘴碰到窗玻璃便旋即飞开 看着它们在空中画出的优美曲线 我想象自己在春日的河畔 小燕子绕着我飞来飞去 而且雪白的屋子变成嫩绿色 这种感觉或许是我住过几个月的广州 妈的家乡赋予我的 孤独的情感和温暖的天气 常把我带回到那段日子 晴天看妈刺绣 是我记忆里的一首小诗 她那好看的手指 在竹笨子上下支来支去 发出轻微悦耳的声音 给人一种时空的和谐 一次 妈问我喜欢绣什么颜色的鞋 我竟不知为什么 眼里忽然饮满了泪水 吃过午饭 姐姐们都上学去了 我溜到后花园 跟太阳地里转悠 想找些好玩的 累了就坐在假山石上 欣赏四周的景致 眺望远处 紫禁城宫殿 辉煌庄严的琉璃瓦 在阳光下溢溢生辉 黄色的屋顶好像用金子铺陈 绿色的屋顶恰似美丽的翡翠 蓝色的屋顶变成了苍穹 橙红色的城墙 宛如一缕丝带 把他们美妙地坠结在一起 看到这些 心下伸出疑问 紫禁城现在让谁站了 妈和佣人告诉我 皇帝退了位 可并不说天子为什么被赶走 我只知道革命党掌了权 总统和他的人搬进了宫殿 妈说 他们中有些是爸的朋友 所有这一切 使美丽的宫殿失去了神秘色彩 过了一会儿 我又望向遥远的西方 透明的光线 把连绵起伏的西山 勾勒得清晰可见 好似一堵酱紫色的水晶屏障 松树和白塔 更为这景色披上了幻影 我毫无目的地观望了半天 模糊地感到 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什么人 事先设计好的 天好的时候 每种颜色搭配的是那么完美和谐 令人神迷兴亡 这一切深深打动了我 它不同于我离开家乡时 那种对自然朴素的热爱 在我独自欣赏美景时 已有了一种 思恋什么的感觉 我思恋家乡 梦想自己 静静地 坐在家乡某地的山石上 一股离愁别墟 慢慢袭上心头 好像把石子扔进池塘 平静的水面 溅起水花 圆圆的涟漪 越来越大 最后 消失了 我在后花园 无目的地溜来溜去 从地上捡起一根碳棍 令我想起姐姐们的墨笔 雪白的墙就在前面 真想用这碳棍 在上面画点什么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 当时画了多长时间 只记得 白墙上画满了山水 动物和人 第二天 又去画另一面墙 打这以后 我天天都去画 变成习惯了 越看自己画的画 就越想画 兴致颇浓 一天 爸的一位朋友 经过花园 停下来看我作画 待了好长时间 我有些得意了 因为还没有人肯停下来看我画 即使用人 只是嘴上说喜欢罢了 有老师教你吗 爸的朋友和善地问 我告诉他 我只是画着玩 没找过老师 画得不错 很有天分 将来能成个大画家 他问我几岁 排行老几 我告诉了他 他说 我去跟你爸说 不让你学画 太可惜了 走 我带着惶恐和欢喜 跟他来到爸的书房 他走了进去 我在门口停下来 担心 爸会不会因我 涂抹了白墙而生气 可我又想听听 他跟爸说些什么 哈哈 我听见爸在笑 他的朋友招呼我进去 是你 爸又惊又喜 过来给老师行礼 跪下 以后你就是他的学生了 我照爸说的 羞怯地行了礼 老师跟爸说了什么 他又大笑起来 说 怎么可能 你对我这丫头着迷了 谁相信他将来 比你我画得都好 你还不信 有一天你会看到的 那时你可别嫉妒你女儿啊 你练了那么多年书法 不是最近才掌握了村法 而他几天就会了 别忘了 他才六岁 我就这样了 可他怎能同你这位宫廷画师相比 他还从未见过名画 他比我有福 我自打当了宫廷画师 就再没时间画自己想画的 我倒见过不少名画 可又有什么用 只能妨碍我大胆独创地做画 我的老师常跟我这么讲 所以直到今天 我还清晰记得 爸拿出一瓶洋酒 我后来知道是威士忌 倒满三小杯 递我一杯 说 敢喝不 敬你老师一杯 我兴奋极了 想到能让老师高兴 让爸为我骄傲 就像大人似的一饮而尽 我不知他们说了什么 只听见爸在笑 往我手里塞了几块糖 我不记得是怎样离开书房的 第二天 老师给我带来一大盒彩末 和厚厚一卷纸 我看着他 在爸的大桌子上作画 他用了好多笔 山 石 树木 疏忽间 便在纸上显现出来 他的笔在纸面上 戳戳点点 忙个不停 我的眼睛也一刻没有离开 然后他教我调色 例如 蓝黄调成绿色 红蓝调成紫色 给花瓣上色 先灼白粉 再上红色 就会变成粉红等等 他反复叮嘱我 千万别把黄颜料弄到嘴里 因为他有毒 其他颜料没毒 我的老师王竹林是个中年人 气质非凡 气度儒雅 对我特好 每次去看爸 都不忘给我带来话剧 教我赏画 我的画桌上 满是各种漂亮的盒子 瓶 笔喜 各种毛笔 画轴和宣纸 不知有多少次 姐姐们用艳羡的目光 看着我 爸对我 比对姐姐们都好 有客人时 只叫我和大哥 陪他一起吃饭 连六妈都不叫 除了五妈 妈和八姐 家里人对我意外受宠 嫉妒死了 记得有一次 爸要带我去看一位 民国前做过大官的 收藏中国话的朋友 碰巧我那天不舒服 妈让佣人告诉爸 我不去了 正跟妈说事的三妈 听后非常生气 别错过炫耀女儿的机会 我要是她 爬着也得去 狗还知道 跟主子咬尾巴呢 要是不去 她爸该生气了 妈听了很恼火 没搭理她 过了一会儿 妈勇敢地说 她是病了 她爸也用不着 老夸要女儿 再说 夸夸也没什么 八姐挖苦道 我倒想摇着尾巴 跟爸出去 可惜不带我去 过了段时间 我的老师来告诉爸 他很快就要走了 建议我去拜 宫廷女画师 妙素云为师 爸说他太老了 当不好老师 而且 他总为当过 慈禧太后的老师 而过于自负 他在宫中 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也许根本不屑于 做无名小丫头的老师 我看他不会教个小姑娘 爸说 真不教也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 只为让他去看 去听 换句话说 让他见识一下 单亲高手 不光看他如何作画 还要留心 他日常生活的一切 言谈 举止 艺术趣味 以及一切 跟他画画有关的东西 这样 即使不画一张画 他也会成为 单亲高手 我敢说 这样的单亲高手 绝不会是平庸之辈 爸大笑着说 你是真想让你的学生 成为一个单亲高手 好吧 照你说的做 我真心希望他将来成为 一个真正的单亲高手 而不是只知 挥毫作画的画匠 几天以后 我的老师说他安排妥了 带我去见女画师 他要见了我 再决定 是否收我为徒 那时 未建立师生关系 学生 必须得给老师送礼 一天 妈给我穿上新棉袄 戴了一顶 过年才戴的棉帽 走进客厅时 见爸正和表哥聊天 地上 放着一只大红箱子 三妈 六妈 正翻看着礼品 里面有衣料 有表哥带爸买的山珍海味 钱装在大红信封里 这些都是送给女画师的 我见三妈扬着眉毛 跟六妈交换了个眼色 看见我走近了 对我说 大画家来了 别忘了给我画扇面 大画家可好说话 你错了 爸纠正说 在中国 几乎所有大画家 几乎所有大画家都很巨傲 他们绝少以画取悦于人 爸提到一些名字 并同表哥一起谈论 然后 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你若想将来当个大画家 必须记住 绝不可画不想画的东西 画什么都要出乎真心 可不要以画取悦任何人 哪怕 他是你爸爸 第七章 一件小事 妈正在午睡 诗集滑落到地板上 猫咪不停地打着呼噜 令人艳羡她的美梦 我当时已能看七言诗 心不在焉地读过 放在妈桌上的诗书 其实那都是些民谣 讲些浪漫的故事 最适合普通大众的口味 我突然看到 六妈的女佣王妈走进院子 进了妈的房间 四太太可怎么办好哟 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喘息着说 妈赶紧起来 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太太和三太太吵起来了 她说她不想活了 让三太太把她杀了得了 我有什么办法 老爷不是在家吗 妈边说边穿衣服 穿上鞋 老爷可吓坏了 他让我叫你赶紧去 劝他们别吵了 妈连头都没雇上书 跟着王妈 积极赶到前院 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 王妈说 开始还好好的 我们太太把她新买的衣料 送给三太太 还说给她找个裁缝 他们有说有笑 跟老朋友似的 可我刚从厨房回来 就听到他们吵起来了 没完没了的 爸正走进院子 看见我们就停了下来 快去吧 出了人命可不是闹着玩的 六妈最怕丢面子 可三妈总是不依不饶 妈没时间听爸多说 他走得很快 只是说 对 嗯 王妈冲妈伸伸舌头 叽叽眼 小声说 瞧老爷给你找的好差事 如果跟他说 准会给他好脸子看 王妈伸出手指 我们知道 他是指五妈 老爷不愿让他们难堪 妈静静地说 到了前院 看见六妈 正用头朝三妈胸前撞去 他已经哭得 上气不接下气 有本事 你杀了我 杀了我你才开心 杀呀 我不想活了 活着有什么用哦 早晚得让你折磨死 杀呀 杀呀 三妈使尽全身的力气 往外推 可还是撞上了 他尽量站稳 免得被六妈撞倒 妈走过去 和用人们一起 把他们分开 三妈狠狠地说 想死还不容易 没人拦你 最好当着老爷的面去死 他可怕你死了 总会哭着求你 六妈不管那一套 越哭越凶 你杀 你杀 不杀我 今儿跟你没完 别那么拉拉扯扯的 我又不是男人 三妈长吐了一口气 歇斯底里地大笑着说 你个贱骨头 还不知陷我 让那么多男人 骑了又甩了 是我把你带进 这个体面的家 闭上你那张臭嘴 你敢再说 看我不接了你的点 满嘴长窗地 说出这些脏事 六妈悲伤地哭了 好像心都碎了 她又猛地用头朝三妈撞去 嘴里念叨着 我过去是没法子 干那事是为了填饱肚子 没什么可害臊的 我到位呢 吃他男人 花他男人 还在床上养个小白脸的害臊 这种女人 这种女人才是贱骨头呢 你个臭婊子 说谁呢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有脸抖落你那点烂事 我知道说谁呢 我没功夫瞎扯 这都是你逼出来的 什么 三妈的脸越来越红 脖子红得像根粗香肠 她打了六妈一耳光 又怕六妈打她 赶紧躲开大声叫着 你个烂嚼舌头的 是谁跟床上睡过小白脸 进棺材之前 你得给我说清楚 是谁每月用我们老爷的钱 给那男的寄去 是谁现在还养这个野杂种 干嘛上那么大火 我又没说什么 我只是骂那些养野汉子的贱货 这可怪不得我 想叫我死动手啊 我死而无怨 而且你也除了眼中钉 妈用力分开他们 脸红得像喝醉了酒 她喘息着说 够了够了 别骂了 用人们会怎么看 消消气 别再闹了 我死也不会瞑目 我要让她明白 她是怎样害了我 她老想用死来吓唬我 我敢打赌 妈想把六妈拉开 好好劝劝她 可六妈见妈真不想让他们再吵下去 就越发变得疯狂 好在有用人帮妈 终于把六妈拉开了 用人们拉着他俩的胳膊 他们仍想挣脱开 好像犯人和我们在街上见过的疯子一样 我倒高兴看了这么一出好戏 想到用人们平日对他俩唯命是从 就更觉得有意思 三妈和六妈又黑又长的头发 披散在脸和脖子上 遮住了眼睛 挂吓人的 粉和胭脂就着眼泪 把脸上弄得红一块 白一块 黑一块 还有好多指甲抓过的印子 尽管用人们拼命拉着 他们还是想冲到对方跟前 我越看越觉得有趣 不由地想起戏里面的人物 三妈就像谋害亲夫 被小叔子杀了的潘金莲 六妈像一个丈夫不在家时 虐待婆婆的女人 丈夫回来后要拿刀把她宰了 婆婆不让 说宁愿叫儿媳把她杀了 最后丈夫杀了一条狗 我越想这两出戏 越觉得三妈和六妈像他们 看他们吵架真好玩 妈是个好心人 不会看他们的乐子 她显得很累 可还是待在那儿不走 三妈和六妈 做了那么多 使她生气伤心的事 难道她都忘了 妈对他们说 给老爷留点面子 别让人看她笑话 她已经够烦的了 这些天来 她脸色苍白 可怜可怜她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 你们又有什么好 四妈 我是同情你 你太老实 想得太简单了 三妈大声说 有好多事你不知道 我敢说 对我们吵架 老爷不会动心的 可她早晚得死在 那老巫婆手里 她一天到晚缠着老爷 不让她到别的房去 你个醋坛子 酸得都发臭了 也不害臊 你满嘴跑舌头 可别无赖好人 老爷愿到我这儿来 我能把她推出去 我倒想知道 是哪个老巫婆 反锁了房门 留野男人跟她睡觉 六妈几乎把她知道的 全抖落出来了 三妈无言以对 拉着妈的手 伤心地哭了 三妈边哭 边小声咕咚着 妈和用人们都在劝她 我只断断续续地 听三妈说 好个老巫婆 老妖精 我帮老爷把她弄回来 现在都忘了 又不是我想来 是老爷花钱请我来的 别老把巫婆挂在嘴边 不然把我知道的 你那些好事 全捅出来 本男的见不得 人的事来吓唬我 我才不怕你那烂舌头呢 你那些脏事 瞒得了别人 可逃不过我的眼睛 住嘴 臭婊子 你敢再说 看我不把你舌头揪下来 三妈大声喝道 你个贱骨头 我帮你想了福 倒反过来害我 连疯狗都不咬主人 你真是连狗都不如 你才不如狗呢 母狗只在闹春的时候 才眼红 有谁见过一个阔太太 孩子都好几个了 还像条闹春的野狗 滚出去 臭婊子 瞧你的德行 有什么资格骂我 给你脸就上鼻梁 李妈 王神 把这疯婆子 从我院子里赶出去 三妈气得跳着脚大叫 好像丢了什么金银财宝 五哥正站在门廊下 没事人似的 看他妈吵闹 三妈突然冲他叫道 好儿子 妈盼你快点长大 好给你妈报仇 去把你爸叫来 让他带宅娘俩离开这个家 就是上街要饭 也不跟这儿待着 快去叫啊 走了以后 让那野种分房产吧 五哥出去了 他是个老实 头脑简单的男孩子 爸很宠他 所有在场的人 都乐得看好戏 没人拦着五哥走 我猜六妈明白 三妈这么做 是为让他丢脸 他脸色一变 抹了一把眼泪 嘶哑着嗓子喊道 我死之前 你要说清楚 野种指谁 即使我死了 也不能让人虐待我的孩子 哈哈 好吧 我指的就是野种 三妈神秘地笑着 谁都知道 家里就两个儿子 一个你的 一个我的 你说谁呢 我不会告诉一个贱女人 你可以去问老爷 让他来骂我 因为我把你的好事 说了出去 你得给我说清楚 谁是野种 就是我做了鬼 也会天天咒你 你说死都说了一千遍了 我都听腻了 如果你想糊弄老爷 就快点 我今儿就死在你面前 六妈突然用头 朝三妈前胸撞去 好在妈和佣人 手急眼快 一把拉住他 妈把六妈带回自己房里 让他躺下 他哭得挺伤心 妈耐心地劝慰他 我靠近窗户站着 望着窗外 三妈走了 妈冲我摇摇头 显得很不高兴 我知道 她是不喜欢 我看着热闹 我的房间 布置得像 真正的画石 家具都是爸挑选的 房子两侧是窗户 一侧窗前 是一大架开满了花的紫藤 微风吹过 香味扑鼻 就好像把花吃到了嘴里 另一侧窗前 是紫丁香 白色和淡紫色的丁香花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迷人 香气食苦食甜 令人心醉 这使我想起 在戏园子看过的几出戏 越回味越觉得富裕芳香 面对紫藤的窗前 摆放着一条黑漆桌案 光滑透亮 可以反照出美丽的紫藤花 我常在这张桌子上练习书法 一张大红漆桌案 放在面朝丁香树的窗前 这种红漆是北平最好的 红的发亮 看久了令人目眩 简直妙不可言 这种红色也许是由 红、蓝和深褐色调制而成 令人感到赏心悦目 柔和宜人 其黑色或本色家具 再合适不过 即使家具涂上别的色 它的色也能看出来 用这种红漆是霸的主意 我同意了 大方凳正与红漆桌案相配 她比椅子高些 恰好让我这个小女孩坐在上面画画 我一进屋 惊讶地发现 爸正扶在黑漆桌子上 悠闲地写着字 他看见我 便叫我过去看他写字 我站在他前面 他眼盯着纸面 潇洒 辉豪 而我却还想着 前院六妈和三妈吵架的场面 他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简直太有意思了 真令我这小姑娘开了眼 可我闹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吵架 究竟吵什么 我猜 可能跟爸有什么关系 我多希望爸能告诉我 他是否为他们吵架感到难过 但他看上去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脸色还是平日那般温和平静 抬起头 爸看我正出神 和蔼地对我说 我特爱闻着紫藤花香 他总让我记起许多赏心乐事 带我回到静静赶考的那段日子 我一见榜上有名 便心花怒放 好像天下人都在看我 我见人就说 逢人便讲 可这跟紫藤有什么关系呀 我不明白爸的意思 我忘了告诉你 赶考时 我住的那家小客栈 就有一棵大紫藤树 起床前或离开客栈时 我总觉得那香味会一直跟着我 爸的心情非常舒畅惬意 可我还是不明白 也不敢问了 爸又继续写字 我已经心不在焉了 只听爸小声说 这个家就这一脚能让人坐下来干点事 我知道 爸是说他喜欢在这儿 我笑了 爸写完两个条符 把他们贴在墙上 他走远一点 看了好一阵 然后把他们调换位置 又看了一会儿 我不止一次见他这么做 可不知为什么 爸发现我在网窗外看 对他的书法不感兴趣 就说 书法是最高的造诣 没有极尽 你越写就越觉得它趣味无穷 人有天赋 方可为之 沉醉其中 才能误得其境界 也许 现在你还不懂 等长大了 你就能体会出来 爸说着 点燃一只雪茄 他抽烟的样子 好有魅力 他接着说 那些新派人物 接受西洋的东西时 也会失掉一些东西 他们就不欣赏书法 可你知道 书法是修身养性的家境 眼手合一 意道比随 整个身体都有一股气韵 爸说完 回书房抽鸦片去了 他让我叫妈去帮他点烟 可妈说他头痛 出不了屋 我正要走时 妈对五妈说 我不能让他们说我闲话 我把这些告诉了爸 他问 你妈真病了 如果病了 得找大夫看看 我有点怕医生 所以说 他没病 那他现在干嘛呢 是他跟你说 不想来帮我吗 我突然意识到 我犯了个错 我太蠢了 什么都跟爸说了 我担心 妈会骂我 可又不知 怎样回复爸 我的脸 变得苍白 总为些小事 纠缠不休 我都明白了 你妈是个大好人 她总想着别人 就是不想 她自己和我 真有点傻 听到爸说妈傻 我感到一股 难以忍受的羞愧 我不知如何 为妈开拓 只是不喜欢 用傻字来说妈 因为 是我愚蠢地 把一切告诉了爸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 爸 有点吃惊 妈哄我说 别以为我是在说 你妈的坏话 没有 如果说了 是爸的不对 好了 现在出去玩会儿 我带你和五哥 去法园寺 那儿的丁香花 都开了 让陆峰 背车 第八章 阴谋 因为画画 我每天下午 都不去上学 每天早晨 我都跑到妈屋里 玩木偶 五妈来帮妈梳头 妈也帮她梳 我喜欢看他们梳头 因为我喜欢听他们讲 从不跟孩子说的 家里的人和事 有时 五妈让妈 读用口语写成的广东民谣 即使不识字的人 也能听懂 还能跟着唱 妈的声音非常好听 唱起来 好像清晨流动的小溪 她一遍遍地唱 使人如醉如痴 一个夏日的早晨 我像平常一样 来到妈的屋里 用人放下窗前的竹帘 阳光透进竹帘 头下淡灰色的暗影 历史使人赶到屋里 凉爽宜人 清风吹拂 金色的阳光 洒满整个房间 妈点燃几柱箱 插在慈佛像前的箱炉里 烟雾缭绕 香气飘散 五妈拿了一把象牙梳子 挣给妈梳头 她那纤细的手指 也像象牙一般白皙滑润 妈和上书 说 我问你点事 你知道大姐和大姐夫 为什么突然决定来 我也在琢磨这件事 我猜他们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问过冯怡 她昨晚上告我的 说 这又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五妈说阴谋时 说得很慢 这可能是她新学的一个词 不知用的对不对 可又乐意用 如果小六参合进来 准有好戏看 等着瞧吧 妈说的小六是指六妈 我看这出戏不好唱 冯怡说 小六比三妈还精明 这事肯定挺要紧 她猜这是个长远的打算 小六准备把她儿子带回来 让老爷认她 老爷会让她这么做 她能让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跟她自己的孩子在一块 她要是不在乎 才恶心呢 要是老爷不同意 她准会跟她缠个没完 她知道怎么对付男人 据我所知 还没有男人不上她的党 三妈能干嘛 她会不吱声 她现在只认钱 只要拿到钱 就算耗子吃了猫 她也不在乎 她不再关心老爷 她那位心相好 比老爷俊多了 五妈露出嘲讽的笑意 她瞧不起三妈 她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两个女儿发高烧 她也整天跟相好泡在一起 我昨天才知道 她说要让她答应小六回来 老爷得给她买一副翡翠手镯 一副玉手镯 你跟我什么都得不着 我们才不干呢 反正我什么也不要 无功不受禄 妈说 俗话说 大人不计小人过 五妈爱用谚语 我看老爷不懂 水倒的次数多了 茶就没味了 妈说 信不信有你 我敢说 小三一定为姬儿的事后悔 她愿帮小六含衬咱们 但她从不向仇人认输 我们不是她的仇人 小六是 她到时肯定得跟 三国里的周瑜一样 本为安邦灭迪迹 赔了夫人 又折兵 五妈说 我有点明白阴谋的意思了 我看过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戏 我想 六妈这处戏一定挺好看 而且 我学会了一个新词 阴谋 妈注意到我在听他们聊天 对我说 小时 可别告诉别人 她不会向外传的 她又闲静又老实 五妈最偏爱我 过了几天 学校放暑假 姐妹们都待在家里 五姐提议 采些指甲草 揉碎 然后涂在指甲上 过几小时 手指甲就会变红 几个月不掉 我们刚染完指甲 爸就让佣人 叫我们到客厅 去见大姐和大姐夫 这下糟了 指甲还没干呢 去看他们 得把手洗干净 好不容易染了半天 洗了多可惜呀 张妈出主意说 我看哪 你们洗一只手就行了 大姐又不会握两只手 都洗了 确实可惜 因为大姐是三妈和六妈 吵过架之后来的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只洗去一只手指甲的染色 过不几天 我就后悔了 因为两只手指甲的颜色 差得太远 刚到客厅外 我就透过窗户 看见一位少妇 正和爸高兴地聊着 他看到我们 便冲我们着手 他穿的衣服 非常漂亮滑贵 手上 腰间和头发上 坠满了各式各样的珍珠 翡翠 宝石 骄傲得 像鸡群中的孔雀 我静不住 盯着他看 他个子不高 鼻子扁平 嘴很大 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说话时 一闪一闪的 看你时 似乎能把你 从头到脚 看个透 有时 当你感到失忆 他会马上用 动听的话语 和甜甜的微笑 来安慰你 快来呀 大姐从椅子上 站起来 冲我们挥挥手 我可有好长时间 没见过妹妹们了 快过来 让我好好看看你们 从他动情的身影 我们感到 他非常想见我们 我们走近他 他挨个看看 让我们自己 说出名字 他大声说 爸 妹妹们真有出息 他们一个个水淋淋的 就跟花似的 说不上哪一朵 最漂亮 听到她的赞誉 我们都很高兴 只有八姐 显得不耐烦 待了一会儿 就出去了 大姐转向我说 你就是画家吗 你是家里的画家 我一点也不惊讶 你的鼻子 眼睛 脸型 都那么像爸 我想 你一定继承了 爸的天资 和写字功夫 多有福气 他双手 捧起我的脸 用热情的目光 看着我 我感到很难为情 想赶紧走开 他拉我的手时 我忽然想起 那只手染了指甲 慌忙藏在身后 别藏了 我已经看见了 我小时候 也喜欢涂指甲 那时候多美呀 无忧无虑 没人问你 晚饭吃什么 不用为婚礼 生日 送那么多的礼物 事事 只是为了 让自己快活 好像天天都在过年 人人都那么高兴 亲近 人要一辈子都年轻 不结婚 该多好啊 我不大明白 他跟爸说的 只感觉 他很恋家 想回来 我刚要往外走 大姐拉过我的手 紧紧握着 别离开大姐 你知道 跟你在一起 我有多高兴 你会同情我 我嫁的那家 离你有几千里地 每次接到爸的信 我都要看好几遍 信中的每一个字 我都能记下 有一次 爸写到你 家里出了个画家女儿 虽然她才学了一年 可画得跟大人一样好 她可能是秉承了 你外曾祖父的天赋 一次 我跟表弟说起小时 第二天 他就把你外曾祖父的 山水画集 送给了你十妹 这可是传家的 无价之宝 千金难买 爸 我记得没错吧 我不知怎么才好 正想离开 碰巧 妈对我说 你到隔壁屋里 去见见二娘和三娘 二娘和三娘 是大姐夫的妾 都很年轻漂亮 二娘是大姐夫 从妓院领出来的 三娘是大姐选的 因为她身体好 也许能给家里 生个儿子 他们都很高兴 来看我们 特别是大姐 他俩起初很害羞 可过了一会儿 就有说有笑 像老朋友似的了 大姐进来对三娘说 快去给我拿块干净的手绢 别忘了顺便把药带来 老爷饭前要吃药 别再让他错过了 我一块儿去吗 二娘起来问 你愿意就一块儿去吧 快点回来 饭都准备好了 两人孩子似的跑出去了 大姐看着他们的背影 叹了口气 对妈说 四妈 你瞧他们就像孩子 光知道玩 待在这儿 他们可乐了 有那么多姑娘 还有个大花园 四妈 可别宠着他们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直说 他们有时还真淘气 我经常 拧他们的耳朵 吵起来 谁也拦不住 可好起来 像镖胶沾的似的 谁也分不开 你对他们真好 他们多享福啊 妈说 婆婆常说我太宠他们 她说 你对他们太好了 他们都觉得跟你一样了 记着点 妻妾毕竟不同 我说 我才不在乎呢 只要我认为自己做得对 他俩刚满十五岁 若不是为家里人不挨饿 也不会给人当妾呀 十五岁 还是个孩子 你对他们像妈妈一样 他们真有福 五妈说 晚饭时 我见到了大姐夫 她二十五岁 为人敦厚 带人热情 像出自名门贵族 无论何时见到她 她脸上总带着笑意 她对妻子一往情深 并十分尊重她 她说什么都医着 她看上去 并不关心这两个妾 他们在她眼里 似乎不重要 她也从不在旁人面前 对他们表示亲热 有一次 我听见 她让二娘 去给她拿什么东西 二娘皱着眉说 让三娘去拿吧 我快累死了 她像父亲对孩子似的 哄着三娘去拿 三娘抱怨说 你怎么不让二娘去 你明明知道我身体不好 想让我出丑怎么着 だめ儿 真是 你怎么不让二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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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让三娘去 我十年快乐 你看我 我最后一娘去 总是 在我身上 大姐到后的第三天是她的生日 为祝贺她生日摆了三大桌 大姐说想请几位客人 爸就请了几位近亲 包括五位表姐 那天晚上足有三十人 十人一桌 爸、大姐、大姐夫、五位表姐、五哥、四姐、五姐坐一桌 妈和孩子们坐在一桌 整个晚宴只听大姐一人在说 爸和表姐们偶尔插上两句 大姐显得特别高兴 其实她真的很快活 晚饭后 我跟着大姐到客厅去吃茶点水果 孩子们大都睡了 妈下午让我打了个盹 所以我不困 你看我们家多热闹 大姐对姐夫说 孩子这么多 哪儿都能听到欢声笑语 你家院子也挺大 可房子大多空着 一天到晚死气沉沉的 要那么大院子有什么用 大姐转向爸说 我常说 听小孩哭都比听大人说话舒服 他们毕竟单纯 无忧无虑 难怪祖宗把人丁视为第一红韵 冯表姐打断大姐的话头 说 我看不见的 中国人那么看重钱 可有多少父母 不得不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掉 因为他们穷 所以说 养得起就多生 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 只可惜 没几个兔小子 闺女大了 都得嫁出去 我这些妹妹们一结婚 家里也就冷清了 爸 六妈有个儿子留给了他妈 是真的吗 他说姥姥舍不得孩子走 他得待在姥姥家 爸说 他几岁了 大姐问 快六岁了 六妈回答 该上学了 大姐说 有钱人家的孩子 六岁该请先生教书了 你该让他今年就念书 跟你妈说说 明天就把他接来 就说 他大姐想见他 告诉你妈 六岁的孩子 该学四书五经了 爸 你是什么时候学的 我是六岁开始学的 爸说 你儿子也该这时候学 他得布你之后尘 我是他大姐 得帮帮他 我们尽快接他来 要不明儿早晨 下午就可以见奔先生了 晚上我们庆贺一下 你看怎么样 爸 明天我没事 你要是愿意 就把他接来 款验 我看别麻烦了 爸说 怎么着也得意思意思 我记得论语中讲 有一次 子贡 要把告继祖庙的活阳 弃之不用 子曰 次也 而爱其阳 我爱其礼 孔子都讲行事 我们天生就是享乐的 酒又能助兴 你说呢 大姐说 俗话说 当官的喂嘴 做贼的喂饱 五妈说 当然 可以说 活着就是为了吃饱肚子 大姐说 你脑子可真好使 要是在西洋 准能当个大思想家 冯表姐开玩笑说 我可不懂什么是思想家 没学过这词 不过我相信 他一定是了不起的人 熟知人情世故 言归正传 明天怎么着 爸已经答应摆一桌 就这样了 明天记着来 为给爸省点钱 就不发帖子了 三妈坐在大姐旁边 一句话也不说 大姐突然注意到她 说 三妈 你能不能行行好 明天让厨子 多弄几个好菜 她最听你的话 你也会支持她 我向你担保 吃了饭就玩麻将 赌大点 把我男人的钱 都赢了去 我才高兴呢 她带了一大笔钱 正想存入银行 进去 可就出不来了 这可是你说的 三妈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我要是赢不了 跟你没完 大家都笑了 五妈 你一定得来啊 我听说 你打得特好 想跟你学几招 过了明儿个 我就没事了 请你和我一起去看戏 这几天演什么戏呢 大姐说 你爱看戒东风吧 谭心培演的孔明 那可绝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 是谁办的呀 一位表姐问 这不须明绝 二流戏子就行了 五妈说 下一出是谭心培的击鼓骂曹 可得看 那迷痕机智过人 赤身露体边击鼓边大骂曹操 真过瘾 就着还在北平 我得多看几处好戏 在别处可不像北平 想看戏都没地儿去 跟广州 我老想看戏 是吗 我记得我结婚前 老跟你一起去看戏 那些日子 可真叫人忘不了 大姐说 第二天 那个小男孩 从他姥姥家接来了 家里庆贺了一番 近亲还送给他好多礼物 爸带着他去见邦先生 他跪在地上 磕过头 就算拜师了 邦先生每天教他认字 可他对学习 一点兴趣没有 虽然大家伙都说他六岁 可他看上去 就像有八九岁了 我听到过佣人 在背后嘀咕他 在孩子们中 他可算够笨的 经常走错门 像个愣头青 第三天早晨 我在妈屋里玩木偶 五妈在帮妈梳头 他们谈起昨天的事 这出戏演得可真不错 人人尽知 妈说 锣鼓家伙都被齐了 就等绝儿入戏了 小六怎知道 大姐这么好说话 妈问 今年春天 小六进香拜观音的时候 碰到了大姐 当然 老爷早就去信提到小六 他俩很快就成了知心人 那傻小子 长得跟他爸 他妈一点也不像 而且也不像六岁的 声音挺怪 跟个爷们似的 五妈说 昨天玩麻将 大姐还真帮三妈 从他男人那儿 赢了不少钱 妈说 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老爷是只羊 他们什么时候想拔都可以 五妈说 你知道 老爷昨天让大姐答应 帮他照看他在广州城外的花园 五妈问 我什么也不知道 再说 我又不想去住那大花园 妈说 如果都像你似的无所谓 也就不会吵了 五妈说 我不明白 有什么好吵的 男人一顿就吃两碗饭 晚上 当然只能站一房 妈说 第九章 奔先生 一天 爸给我看了一大夹山水画 说 都是他外公画的 画家十五寸建方 有十张山水画 有泼墨 有写意 每幅画上 都提有几行字 我外公 是个大画家 昨天 他的孙子 也就是我的表弟 带来这家画 因为 他知道 你在跟宫廷画师学画 他说 愿把这家画送给你 希望你将来 别辜负了他的期望 他确实慷慨 即使出大价钱 也很难找到 我外公的画 你看 这些画 有多么珍贵 好好收藏吧 当时 我学画 已有一年 看画 成了一种乐趣 享受 但 我还不能 很好的欣赏 能收藏 这样一位 大画家的话 你也真是 全身造化了 爸 不停地说着 脸上 露出 慈祥的笑容 你看这幅 笔墨老辣 秋天的山水着色 潇洒着绝 情争一切 可惜 上面的字 你只能看懂一半 等你读懂了 就知他 妙在何处了 我问爸 是否见过他外公 并想知道一些 他的经历 爸说 我从没见过 他八十年前 就去世了 你奶奶 是他的小女儿 受宠极了 他告诉我 他有一次 为贺新春 写了一对 长十尺的条幅 家里没地方挂 但他说 将来有一天 他总有地方挂 这就是 他过年许的愿 许多年以后 你爷爷做生意 发了财 建了一处大房子 挂上了 我外公的长条幅 我外公年轻时 写字就远近文明 三十岁那年通过科举 可他不愿留在京城 他本来可以进汉林院 或等候任命做个官 可他宁愿住在家乡 为广州的书院做事 我问爸 书院是干什么的 爸说 书院制始于唐朝 唐明皇不忍看文人学士 为谋生而奔波 于是 为他们建立了书院 资助他们 在书院安心做学问 宋 元 两代皇帝 保持了这种建制 并在几个大城市 建起了更多的书院 再后来 省府和豪门显贵 也开了一些书院 到了清代 皇帝不再资助书院 大多是由有钱人家慷慨捐助 只有少数是由当地政府出钱 这些书院对中国文学所做的事情 比唐 宋 元 三朝的更为重要 因为他们能把当地著名的文人 召集起来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书院中有书库 学者们边读书 边堪谬不缺 他们也可以写书 有时还向书院推荐新书或旧书出版 以书院的名义 出版了许多有名的集字 你看书架那块的书 都是书院出的 我外公是广州三个著名书院的先生 编辑 为公众做了许多有义的事情 我想 这大概是他不愿留在京城的原因之一 从谈话中我听出来 爸很为他的外公骄傲 他真是个天才 五十岁时突然决定辉豪作画 与他同时的大画家 无不惊讶他画得那么好 他的画更受到许多学者的称赞 他的画从没有两张雷同的 七十岁时 他主愿后代不要重印他早年写的书 他把三四十岁时写的书都挑出来 一把火烧了 他认为那些书只对考科举有用 算不上好书 你太小 还看不懂这些画 等你长大了 就会明白 你的画师总让我找个先生教你念书 这对一个画家很重要 这样吧 今儿下午 我就带你去见奔先生 教五哥的奔先生在我们家住很多年了 那时学校里不讲四书五经 爸就让五哥在家里学 奔先生住的院子临近花园 有个雅致的月亮门 正对奔先生书房 是一座由太湖时堆起的假山 山脚下长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 柔嫩飘逸的柳丝和茂密翠绿的竹林 遮住了院墙 透过书房的窗子往外望 谁能相信这是在都市 我常常清晨跑到月亮门赏花 你爱听奔先生读古诗词时低沉的声音 异扬顿挫 鱼韵不绝 他的声音令我想起北京秋夜的风 那风来自遥远的蒙古草原 带着风沙和黄土 吹过绵绵起伏的烟山 吹过气魄浩大的长城 吹过帝都北平 那声音强劲有力 有着贝多芬交响曲的悲壮雄浑 我爱听奔先生上诗词课 他先带着五哥读 然后一遍遍重复 直到他记住为止 再叫他背诵 他有时讲解完诗意 还要问问学生是怎么想的 让五哥出去换脑子时 奔先生常拿本贤书 吟诵解闷 悠闲自在 我也很快记住了几首短诗 但还不能弄懂意思 渐渐地 清早去奔先生院里 对我已成为一种习惯了 有天早晨 我像往常一样 站在月亮门下 忽然天空下起了小雨 淋湿了我的衣服 我并没在意 人站在那里 听奔先生诵诗 突然 奔先生走出书房 又是你这小姑娘 到我屋待会儿 下雨了 知道不 他对我说 我脸红了 不知怎么回答 只是羞怯地笑笑 用不着怕 到屋里避避雨 可怜的小姑娘 衣服都湿了 你乖得像只小猫 不会打扰你哥读书 我跟着奔先生走进书房 我早就想知道 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想看看孔子像 我只从远处看过一次 书房很大 北墙镇中挂着一幅长卷 上面画着孔子 卷轴上方提写着 至圣先师 孔子 画轴前的桌子上 只有一只青铜香炉 和一对花瓶 与祠堂里的摆设 大不相同 严强排满了书架 一扇窗前 是奔先生的大书桌 另一扇窗前 是一具小茶几 奔先生让我坐在椅子上 拿出几本小孩看的书 给我看 等着雨停 下午 我跟爸来到奔先生的书房 先拜孔子像 然后向先生行礼 奔先生扶我起来 高兴地说 起来 起来 小姑娘 我很愿意教你 磕过头 他就是你的孩子和学生了 当然 别让他累着 爸笑着说 他那么瘦弱 不会让他累着 放心吧 我可不忍让一个小姑娘受累 奔先生 显得特别和蔼可亲 我先教他读些诗和短文 自然还有论语 他早上才来过 我看 今儿就算了吧 有空时 我教他写字 他这岁数 最好先练耳朵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能被许多诗和论语里的篇章 但不懂什么意思 十二岁以后 才渐渐明白 爸说 你说得很对 有好多孩子 因听得不准 常发错音 用错字 心不在焉 糊里糊涂 你这小姑娘说得挺好 教她肯定不费劲 奔先生说 我不指望他学太多 而且也用不着学那么多 他只要学会在画上提诗就足够了 有你这样的父亲 写诗还成问题 可他哥 哪写过一首好诗 俗话说 树上的果儿 有大 有小 它们是自然生长 又不是茶杯 你想做多大 就多大 爸开心地笑着走了 就留下 奔先生和我 奔先生是典型的北方人 高个子 宽肩膀 肤色黑里透红 声音红亮清晰 他不苟言笑 但谈起感兴趣的话题 就会把他所思所想的 全都倾诉出来 开始使我着迷的是他的身影 他读书时 经常是微摇着头 不读时 眼睛也总是走马观花地盯着书看 书对他有一股奇异的魔力 深深吸引着他 模仿奔先生永诵 特有意思 我读时 脸上总带着天正无邪的笑意 先生也特爱看我读书的样子 他教我诗时常说 记住了就到外面放松放松 我很快就学会了好多短诗 他每次见我把书放在他桌子上 扭过身去背诵时就说 你这小脑瓜跟留声机似的 记得这么快 他每天早晨 都先用红笔在他读到哪行或哪句的 每个字的右上方画个圆圈 然后冲我读一两遍要教的诗 第三遍让我跟读 我们再一起读几遍 我差不多记住了 就看看他 暗示我会背了 这时他就会微笑地看着我说 猜猜看 这首诗什么意思 我紧张极了 告诉他我不敢说 说吧 孩子 没关系 把你想的说出来 我告诉他 我怕他会认为我的想法可笑 可笑的想法有时能成好事 别为可笑的念头吓跑 一首诗只要有真情实感 可笑不可笑都没关系 我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 回去跟妈学了 妈说 斌先生是个好老师 他知道我很害羞 不会批评我的想法 他那么说是为了鼓励我 过了些年 我快上大学了 又一次见到他 我才开始理解 我跟他学了将近两年 他教我的所有诗和散文 都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出口成诵 每当此时 斌先生那低沉的声音 便仿佛回响在我的耳畔 每当我看到美景 诗信大发时 就不由地记起 从他那儿学来的诗句 他教我读的大多是唐诗 他说 那个时代的诗 最适合青少年看 能使人产生新奇的联想 并能使人 以乐观愉快的精神 面对生活 第十章 书组 我们搬进新加不久 无书组从广东来看我们 他是祖父的表弟 是我们家他那一代唯一的亲戚 爸说 他也是祖父的好友 是唯一能向我们讲述 先祖父先祖的人 爸买新房时 就写信给吴书组 希望他来北京 过七十五岁生日 他是龙台头那天来的 你们看我来得多是时候 全家在一起吃饭 我可是盼了好几年了 哈哈 他向我们问候 听他的声音 没人相信 他已过古兮之年 他和爸一样高 雪白的胡子飘洒在胸前 爸 妈 还有客厅里的其他人 都站起来欢迎 但他让我们小孩子 别居此礼节 孩子们 我跟你们一样 都饿了 你们不想吃饱了肚子 在行李吗 快坐下吃饭 爸笑着把他 让到自己旁边坐下 他很快就成了 我们许多人的好朋友 放暑假的时候 只要可能 每天午饭后 我们都到他房里 待上一会儿 一个夏日的午后 妈和家里人 都去睡午觉了 我一个人在客厅里赏鱼 雨水顺着防炎 急速流下来 宛如水晶帘子似的 雨水顺着水沟排得很慢 铺砖的院子成了水塘 浅浅的水面 捡起无数珍珠般的水泡 清风过处 水泡又消失了 仿佛跳舞一样 雨停了 水面反衬出蓝天 一对粉红色的蜻蜓 飞进院子 缠儿又开始在院前的老柳树上喧嚣 孩子 你在跟自己唱歌 我没注意书组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如果没什么事 到我屋去给你看书 我跟他来到前院 他住在左边一排房子里 院子四周都有环廊 即使下雨天 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 也不会被淋湿 他问我最喜欢哪些诗 我把刚学会的背给他听 可我说不出诗的名字 这下倒把书组逗乐了 他笑着说 你继承了你爸的弱点 他十三岁时就能做一首好诗 可惜记性不好 你祖母常为此担心 他说 没个好记性 怕科举考不中 他让他去审城学商业 因为你祖父是个不错的生意人 他怎么就不能跟你祖父一样 做个生意人呢 你爸确实是个天才 二十岁时就能一字不差的 把整本论语背下来 祖父死得很早吗 我问 他死时才三十岁 你爸刚五岁 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不到二十五岁 他就完全自己设计 造了一艘轮船 他从一些洋朋友那儿学到了技术 他看外国书跟读中文书一样 我不知道他学的是哪国话 只听说他所有的外文书都藏在你家乡的祠堂里 到了那儿 你可以自己找出来看 书祖 你告诉我 爸长得像祖父吗 祖父也是个诗人吗 我好几次都想问他这个问题 他不像他 你祖父对诗一点兴趣都没有 书祖往长烟锅里填上一袋烟 我替他点上 他笑了笑 继续说 饭后一袋烟胜过活神仙 好 还说你祖父吧 他十四岁时就通过了院士 但他无心求取功名 放弃了也许能中举人的相识 好多人都为他惋惜 他说他不赞成这种对人无意的考试 他只能使一些凡夫俗子 轻云直上 谋举到高官厚禄 你知道 那时候 如果你考取了 就能离开穷乡僻壤 走上仕途 即使很年轻 也有权去管别人 你祖父说 让一个不跟人间似的十七八岁的孩子 去理政论事 有多荒唐 他妈妈通情达理 答应他大了点再考 从那时起 他便开始跟一些洋商人 传教士学习外语 然后就整天学袋数 几何 还有什么 我也说不出名字 他二十三岁时 雾了几个人 造了两条船 一条蒸汽船 一条机轮船 两条船都特棒 第一次试航那天 村里的左邻右舍都跑来看 那天 我们全聚集到你家祠堂的大厅里 第一杯酒 是祝贺他的成功 你祖父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要花时间 做这么件事 我人记得很清楚 他那天显得特别英俊潇洒 穿了一件白丝衬衫 眼睛闪着光 书组到后没几天 于表哥和白表哥也来看我们 他俩是我大叔的儿子 他们向爸提议 我们应一起照照相 说文明人都得照相 于表哥流过日 白表哥是流德的 他们到过世界上许多文明的城市 他们刚过25岁 特别爱谈论政治 社会改革和时髦的生活观念 爸最不喜欢听他们那一套 可妈妈们都觉得他们了不起 因为他们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 而且他们的外语 说得同中文一样好 看他们在一起好开心 他们对爸很有礼貌 对妈妈们也很亲切 但对我们却很自傲 所以我们给他俩起了外号 于表哥的外号叫举手 他说话时总把手举在嘴边 白表哥的外号叫仁丹 因他流了一撮仁丹糊 我们有时甚至当着他们的面 叫他们的外号 可真有意思 我们都盼着摄影师早点来 每人都忙着打扮 妈让我们穿上过年的衣服 她和五妈互相帮着梳理头发 妈的头发披散开 显得特别长 乌黑光亮 五妈帮妈挽成一个大发剂 妈也帮五妈挽起发剂 看他们梳头真是人着迷 两双玉手在乌黑的头发上梳理 宛如盛开的玉兰花瓣 照相前小孩子得刷牙 于表哥对我们说 露着黄牙也没关系 可以举手如嘴吗 八姐说 我们好一阵笑 我欣赏八姐的机制 我们来到客厅 那儿已有许多人在等摄影师了 书组坐中间 爸和白表哥坐他两边 于表哥和五哥坐他们两边 四位妈妈站在他们身后 四个大女儿坐在书组前面 我们小的坐在地上 前面还摆了几盆花 折腾了好一阵 把人都弄累了 我和八姐真想跑开算了 照相前 摄影师让我们都笑 他想让每个人都露出最好的表情 照完相 书组常出了一口气 对白表哥说 你说文明人都喜欢照相 可我看不出这玩意儿有什么好 整个瞎耽误功夫 能把亲戚们都照在一起也挺好 爸说 放在祠堂里一张 五妈开玩笑的提议 这些黄毛丫头 怎么能当先祖呢 妈说 我们又都笑了 为了让叔祖开心 爸从他的好友梁勋生那里 借来了汽车 打算带我们去看影子戏 梁勋生做过 驻西方许多国家的大使 回国时 买了一辆有八个座位的 黑色沙龙牌小汽车 梁叔来我家时 我见过一眼 第一次 那车停在前门 除了妈和五妈 我们都跑出去看 邻居也聚拢了来看这辆新车 我这岁数还能坐上这样的新车 真是造化不小 坐上兜兜风 人们得说我精神的像个小伙子 你们说 是不是 叔祖说 五哥说 奔先生从没坐过车 带他和我们一起去 奔先生身穿马褂 头戴礼帽 那样子 好像是去参加什么特别的仪式 他一脸严肃的样子 把我们全逗乐了 我看见妈和五妈走回房里 他们只是跟着笑笑 叔祖 你有没有打过电话 白表哥问 我可没那福粉 你想让我试试 回家以前 什么新鲜鲜有趣的玩意儿 我都想试试 俗话说 活到老 学到老 后生可畏 这是孟子说的 对不 我家门房有部电话 已经好几年了 这倒不是因为爸想安 他也很少用它 这电话是爸做直立部正式时装的 爸后来告诉我们 他那时要参加各种新组建的团体 鼓励人们支持他们 例如 他当时是水电委员会和电车委员会的成员 警校的名誉校长 改革监狱的主席 南开和北洋大学的委员 我需要一部电话 谁想见我 可以通过秘书约时间 我从来不回电话 除非是上司打来的 幸好 没有几个上司喜欢打电话 我想这东西很费钱吧 书祖说 你可不知道 每天都有不少邻居来打电话 有的只是好奇 打着玩 有的确实真有急事 比如晚上找医生给接生 电话可比马跑得快多了 有的时候 小孩子不听话 死缠着父母 他们就带孩子来打电话玩 这下好了 我们倒出名了 可他们有时也用电话吵架 就在昨天 你不记得了 邻居家的厨子打电话 骂那卖肉的 骂来骂去 得有一个钟头 最后是接线生不耐烦 警告他们要掐线了 五妈说 这么说 电话还干了件好事 没有电话 他们准得打起来 指不定谁把谁脑袋给开了 书祖说 爸被逗得大笑起来 年轻人 现在我可不想打电话了 等什么时候烦得受不了了 也许会用他解解闷 书祖对于表哥说 我记不清 我们和书祖 两位表哥 还有奔先生 是怎么上的车 书祖尽情享受着这次旅行 一路上叫个不停 可奔先生 却比平日还严肃 两手插在衣袖里 静静地坐着 面无表情 冷峻漠然 活像祠堂里的画像 小汽车转过一道弯 险些撞上墙 孩子们吓得尖叫起来 可奔先生稳坐如泰山 眼睛都不眨 简直是尊菩萨 终于到了影子戏场 表哥去给我们买票 进戏场时 里面鸦雀无声 黑咕咙咚像个生动 我记得第一场影戏 是散马 骑手骑在马背上 侧马飞奔 然后是一个胖女人 同个小男人打架 女人们头戴 是有花和羽毛的大帽子 身穿精心设计的服装 急速走进花园 还都牵着小狗 整个画面好像都一样 光戴大帽子的女人和小狗 我就看了五六次 我越看越没劲 睡着了 孩子们又不认识回家的路 差不多也都睡了 叔祖为这一天的经历 高兴坏了 他成了我们家的明星 谁都爱和他一起谈天 他也愿跟任何人聊 妈妈们说 谁早晨起来第一个看到他 谁就能迎牌 他的玩笑又是开得很笨拙 可人人爱听 我常常找机会到他房里去看他 我总是叫妈或厨子 让我去给叔祖拿茶点水果 因为我喜欢听他谈乡下的人和事 而且我对他床边桌子上的书 招了迷 这些小说充满了浪漫 冒险和想象 如果说我从奔先生和姐姐们那儿看的书 是固体食物 那这些书就是带给我喜悦和快乐的甜点水果 这些书当时很流行 茶馆里的说书人 古书艺人 还有大街上忙人拉琴的都在说唱 这些书包括三国 水浒传 风神演绎 静花园 红楼梦 西游记 施工案和包工案等 书前有几页主要人物的秀像 他们身着古装 非常好看 谢谢你 小姑娘 把茶放桌子上吧 我还不饿呢 可见到你 我很高兴 跟你聊上一下午 我也愿意 书祖说 我妈让我问你 胳膊好点吗 她说 你要不忙 我可以待一会儿 待着吧 没事 你妈对我真好 我来之前 就听亲戚们都在夸她 她总想着别人 体贴周到 妈让我帮你揉揉胳膊 书祖的胳膊患有风湿症 天一阴就有预感 累的时候 动都动不了 她只得躺在床上 静等疼痛减轻 她从来不吃药 不打针 感到不舒服 也只是休息 静养 她喜欢同孩子做伴 给他们讲故事 她感觉不好时 就让我们帮她揉胳膊 舒筋活血 说这样能舒服些 你妈真是个好人 总不忘教你帮助别人 你坐在凳子上 我躺着 帮我揉揉 书祖说 我用小拳头 垂打着她的胳膊 仿若在敲鼓 她感觉舒服多了 闭上眼 满意地笑了 我现在好多了 你说我回家后 给你寄点什么好东西 像你桌上的那些书 我犹豫了一会儿说 挑一本你最喜欢的 你读得懂吗 我能读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妈可以帮我 她能读好多好多书 还会唱呢 达纳以后 我经常去接书组的书看 在她那儿一待 就是几个小时 她也乐得 讲故事给我听 有时 甚至评论起书中的人物 好像我是个大人 我高兴极了 对她评论的人物 也越发觉得有兴趣 我不是个聪明的女孩 当时也不知谁说过 我不机灵 可我记得很多 把我当大人看的成年人 他们经常向我讲一些 通常不对别的孩子 讲的事 我对这一后遇 唯一的解释是 他们大概喜欢 同别人谈论自己 找不到合适的人 就找个听话的 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的 小姑娘听 她害羞 诚实 只要告诉她 别跟旁人讲 她一个字也不会吐 她是个理想的听众 只要下午不上绘画课 我就常跑去看书组 她给我讲过两本 众所周知的诗题小说 非常好懂 书里的两位女主人公 漂亮 聪慧 能力非凡 她们身处逆境时 女扮男装 静静赶考 中了状元 这块最有意思了 女人们都会钦佩她们 我被这两本小说的情节 深深打动了 也为她精致的 口语化 把尸体结构所折服 我常借书让妈给我们讲 每天晚上 我们就围在火炉旁 听妈讲故事 五妈 六妈 和用人也来听 火苗映照着 妈粉红色的脸颊 和天蓝色的衣服 她的声音像百林在歌唱 虽然每行唱的调都一样 可我们都爱听 用人们不时端上一盘梨 柿子 花生和栗子 每人都边听 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一天 叔祖问我 长大了喜欢做什么 我说 我也想女扮男装 去赶考 小宝贝 等你长大后 女人肯定可以参加考试了 你也用不着扮成男的 现在就没有科举考试 因为已经没皇帝了 叔祖说 我才不想考什么试呢 姐姐们说 学校的考试就够讨厌的 你还太小 不懂 取消了科举实在可惜 他可以很好地挑选 那些有头脑的人 为国家效力 只要努力 每个人都有机会走上仕途 穷人家的孩子 也有希望做高官 我记得书祖最爱读的一本书 是《静花园》 他开始时 将聪明的唐敖 建议林芝阳和他一起游历世界 他们航行到南阳 遇其人 访异地 经历了许多次冒险 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 和不同的风俗观念令我入迷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 当时正值武则天在位 中国出现了60年的盛世 没有战乱 没有饥荒 唐朝军队征服了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部落 以及南阳的野蛮不足 朝鲜 日本 印度等邻国 每年都要向唐朝进贡 他们为了表示 对唐帝国文化的崇敬和拜扶 每年都要派数百学生 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 女皇可以享受世界上的一切 她认为 科举考试该向女人开放 这正是静花园的主题 许多有天分的女人被选中 效力朝廷 书后有不少诗作都出自宫女之手 虽然我并不明白 但我爱听书祖讲 她总令我想起 画在丝卷和薄瓷器上 精美的古代绘画 书祖告诉我 这些都是唐朝的真事 这位了不起的女皇 在唐朝皇帝里 没人比得了 可唐朝 宋朝 却有一些心胸狭窄的文人 激烈抨击她 编造了许多 她与朝臣间的分流运势 我敢说 他们是在嫉妒她 因为她是个女人 这些鼠肚鸡肠的小人 不愿看到 由一个女人治理整个国家 跟你妈讲讲这故事 让她也对女儿抱有希望 我相信 总有一天 女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你不想试试 她的玩笑 在我心中 汇出了一个彩色的梦 有多少个早晨 我都梦想着 像爸过去一样 去参加科举考试 如果考取了 我妈得有多高兴 她会向家里每个人 夸耀自己的女儿 那时 再没人敢说 她没有儿子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袁世凯死之前 委任爸负责修弃皇陵 妈说这可是个肥差 因为民国政府未表示对慈禧太后的尊重 允诺拨一大笔钱修弃皇陵 爸为袁世凯干了好几年 他们是好朋友 爸几年前当直立部政史时 损失了不少钱财 所以袁大总统特意给了他这一肥差 爸办公的地方在东陵西陵附近 离北京有一百多里地 他很少回家 有时让妈妈们带我们到天津住上一段时间 对我们来说天津是个新地方 爸说那里有更好的学校 而且三妈和六妈特想住西式洋房 妈不愿离开北京 可又没机会说 反正他也不怎么在乎 那年冬天 吴姐结婚 在天津还更容易买衣料 这套新式洋房坐落在一条新开的街上 爸对洋房进行了改建 除了外国租界 我们熟悉天津所有的街道 义和团运动以后 当直立部政史的爸拓宽了天津的街道 爸到日本考察警察训练情况时 给皇帝写过一份出色的奏折 他当时是北京警察训练学校的头 这是中国第一所警察训练学校 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当警官 我们到天津那天 警察局长派了一对警察照看房子 还在前门建了一个小小的派出所 这使家人感到安全 因为妈妈总担心房子周围那么空旷 仅有的几户也都迁走 会出什么事 天津新火车站离我们家只有半里路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刚进家 老门房就手拿一张大红名片跑进客厅 问妈妈们该怎么办 他说警察局长就在门口 三妈有点发慌 五妈说让门房去谢他 并告诉他家里没人 等爸回来 他会自己去谢他 另一张红帖倒可以成岭 五妈说 这位警察局长是爸的学生 所以他来是为了致意 门房照五妈吩咐地去做了 晚上我们派人送去四桌饭菜 感谢警察们的造访 我在厨房听到用人们都夸五妈这事处理得好 五妈想若不知怎么办 当地人会笑话的 但三妈很不高兴 她觉得不管啥事都该她说了算 五妈很生气 发誓说今后就是大水冲到前门口 她也不张嘴了 妈和五妈都不喜欢这西洋建筑 这房子最不好的是保不住命 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院子 同在一个屋檐下 进出同一间客厅 太不方便 每间房子紧隔一堵勃墙 隔壁说什么都能听见 听到这些 三妈让妈和五妈住到东西两头的房子 这两间房子小 家具又少 孩子们根本玩不开 五妈到心宽 神秘地跟妈说 让那帮猫狗们住在一起 等着瞧好吧 三妈站了一楼的洋房 二楼有六妈的寝室和客厅 还有一半是给爸留着的 三妈把饭厅安排在一楼 院子正中是一处中式房 有一半被假山石掩映着 化石招待客人的住房 和五哥的书房都在里面 这回好了 我们吃住都在一起 开始变得越来越亲密 小孩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玩 尽情享受这无忧无虑的日子 可同时 那些大人们出于猜疑 嫉妒 每天都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炒个没够 但总体来看 比在北京时好多了 虽然我们在那间房子只住了半年 可我觉得像过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遇到了一些怪事 站在前门就能清楚地看到 不远处有许多坟头 周围生满了枯草 石板上摆着祭奠的卖饼 若在冬夜会令人感到凄惨硝燃 我经常想 那地底下来的是些什么人 他们现在怎么样 跟我们从北京来的几个佣人 都喜欢谈论鬼魂 后来我发现 所有佣人都爱讲鬼的故事 据说 我们住的地方原来就是一片墓地 建这房之前挖出过不少棺材 还听说 有一具棺材挖出来打开盖子看时 里面躺着一位美丽的少妇 面色如活人一般仙灵可爱 打扮得也挺漂亮 太阳光一照到他 他即刻变成一滩水 衣服化成灰 被风吹跑了 听了这故事之后不久 家里有好多人 特别是小孩子 都仿佛在假山石前 看见过一位美妇人 有些人还看到一个 长着胡子的高个儿小男人 坐在画室的台阶上 晚上 我们经常听到有上下楼梯的声音 有时还听到有人开关电灯 空房里亮着灯 过一会儿又灭了 没人敢在夜里出去 就是男佣人 也不敢夜里一个人外出 有天夜里 我醒了 看见一位少妇站在书桌旁 正精心梳理着长长的头发 她的头发又黑又亮 更衬得她那苍白的脸 像一块碧玉 她并不转头 我只能看到她妩媚的侧面 我第一眼就被她的美丽吸引了 静静地欣赏 我认不出她是谁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 那个俊俏的女鬼 我吓得用被子蒙住头 不敢喘气 我浑身发颤 好像要昏过去似的 第二天早晨我醒时 明媚的阳光已照上了窗帘 我忘不了昨夜的恐怖 就跟姐姐们和佣人 讲了我昨晚看到的 八姐起初不幸 问我是不是真的 为使这故事真实可信 我又天之佳夜 补充了些细节 我跟他们讲 我原以为这是个梦 可掐手指头时感到了痛 然后姐姐们问我是否看见 她脚下有云 如果我说没看见 准会令我的听众扫兴 于是我说看见了 我讲得越细 他们越有兴趣 因此我每次讲鬼的故事 都把鬼描述得活灵活现 这个故事很快就在家里敞开了 而且几乎每天 都会冒出新的鬼故事来 讲的人神气活现 逼真极了 一次我们几个孩子聚在一起 听佣人讲鬼的故事 突然九姐好像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猛击了一下 尖叫起来 好长时间说不出话 哭不出声 只是浑身发抖 她被人背回房里 三妈吓坏了 请来风水先生 在一张黄纸上画了些什么 把他们挂在每一个门口 这样鬼就不敢进门了 我们都信这是真的 因为心里害怕 谁晚上也睡不踏实 妈妈们和姐姐们 开始晚上玩麻将了 有时表姐们和一两个亲戚 也跟着一起玩 他们常通宵打牌 一直玩到天亮 我们小孩也学会了玩牌 我会三种玩法 广东的拱钟 北方的纸牌 还有就是全国哪都玩的麻将 每天午饭后 如不去看戏就玩牌 每个屋子的牌桌都聚满了人 我们觉得玩带钱的更有意思 我们去向妈妈们要钱 妈起先不给我 三妈给了她的孩子 并对妈说 光大人们玩钱 孩子们不玩也不公平啊 妈只好给了我钱 后来 用人们看到我们玩钱 也加入进来 玩真钱确实刺激 我第一次就赢了一大堆铜钱 高兴得合不上嘴 有好几次情不自禁地用发抖的手去摸那堆铜钱 输钱时既懊恼又赌气 可我还是主动把钱递给赢家 从不赖账 我们这桌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 妈开始并不让她的女儿玩牌 过了一阵 她发现玩牌也有好处 随即改变了主意 我听见有一天她对三妈说 孩子们若不去上学 成天跟家里闹个没够 玩牌倒真能让他们老实会儿 三妈说 就连孔夫子没事干的时候还打牌呢 我问过老爷书里有没有记载 他说四书里有 你看 孔夫子也喜欢玩牌 说完 三妈得意地大笑起来 五妈说 但她肯定不玩麻将 那又有什么关系 哈哈 三妈又露出她那美丽的牙齿 我现在只记得 爸离家的时候 妈妈们彼此处得都很好 开心地说笑 即使有时心绪不佳 也只是责怪一下用人和孩子 第十二章 老花匠和他的朋友 每当我背会了两首短诗 邦先生就让我到外面玩会儿 哪怕天还很早 每次我都要跑到花园 看我家的花匠老周 他在我家待了二十多年 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今儿怎么这么早就让你出来玩了 是不是逃学了 我知道你不会 开个玩笑 其实我倒高兴你早出来 今天龙福寺有庙会 早起来逛最好 正好给兰花牡丹买点肥料 这不二月底了 竹子长得也不好 得想想辙 你爸最喜欢竹子 我有好多事要干 找根铅笔帮我记下来 老周说 对小孩子来说 逛庙会总是让人高兴的 而当时龙福寺庙会 又是最有意思的庙会之一 住在老北京的人 特别是那些孩子和没有固定时间工作的老人 最爱逛庙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 也爱逛这种庙会 他们花很多钱 给亲爱的家人买回许多漂亮的礼物 东西虽小 不值钱 却能给家里带来欢乐 例如 只要花上几十块钱 就能买到一面唐朝的铜镜 我和老周对看古董自然没兴趣 他常带我逛鸟室 狗室 猫室 花室 还有花房 龙福寺附近有三四十家花房 我们挨个儿地看花 看朋友 我们在龙福寺门前停下来 瞧这儿 你最想买点什么 快说 别犹豫 老周说 我们得先给花买肥 我说 真是个好孩子 走 先去买马掌 老周拉着我的手 在人群中穿来穿去 我不知道要去哪儿 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吸引我 真想每天都来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停下来 那儿有几根木桩 拴着几匹马 等着切马掌 老周哥 我给你预备好了马掌 进屋 烤烤火 喝点茶 马掌铺的掌柜热情招呼我们 我待在外面看切马掌 想不到马会一直老老实实的让人切马掌 用马掌泡汤浇兰花 特宝 这叫废物利用 老周 老周说 他那宽大黑红的脸堂确实富有魅力 他胳膊上跨着半篮子马掌 领我穿过人群 来到一家花房 在当时北京 开间花房用不了多少钱 在地上挖个七八尺深的大坑 三面围墙 木板搭棚 上面盖上玉米杆和芦苇 然后用泥糊上盆顶 这样可以防风 朝南的一面装上纸窗户 老能照到充足的阳光 靠北墙根 升个小炉子 烟筒直通盆顶 到了晚上 用厚厚的草帘子 盖上纸窗户 所有这些东西都不用花钱 只要靠一双手 若有亲戚朋友帮忙 就更没问题了 只需请他们吃上一顿饭 痛饮一番 这些花可真不错 老周热情地 对年轻的花房主人说 这小伙子有点面熟 好像几年前见过 这可是南方的花 你从哪弄来的 从你那儿啊 你说要在年前种 我照你说的种了 我正要谢谢你呢 这些花特好卖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你看这又红又鲜亮的花 挂在那里多可人 多像是孔庙的灯笼 真是人老爱旺事 你能记住我说的挺好 老周坐在椅子上 下了一口茶 他说话的口气和神情 高贵得像个老练的大使 在当时 徒弟对师父 那可是尊敬得了不得 师父走老半天了 徒弟没准还锯着躬呢 你问没问我们林家的花酱 能不能给我们点竹根 老周问 真对不起 师父 他说现在还不行 我说是我师父要 他还是不给 他说 他家的竹种特别珍贵 他们老爷不愿看到 别人的花园里有这种竹子 吝啬鬼 我可不想再问他了 他家的竹子确实好 要长在我家西墙角 那可绝了 别再管他要了 没有他家的竹子 我们一样活得好好的 老周总爱在不愉快的场合 开玩笑 我喜欢他这一点 好了 茶喝够了 点心也吃了 走 到肉铺去 老周对我说 我问 干嘛去肉铺 你忘了 我们得给牡丹 竹子 月脊买点肥 看 带了这么个大袋子 买头猪装进去都行 我们到肉铺 买了一堆猪 羊和牛的杂碎 装了满满一袋 真够沉的 好在 卖肉的让小伙计帮我们拿着 然后 我们到一家处理杂货店 买了好多烂豆子 烂花生 老周说 这些做肥料最棒了 菊花就得上这个 我们还从一个卖鸡的那里 买了一堆鸡骨头和鸡杂碎 好给月鸡上肥 开花前上满肥 最为重要 我们到过几家花房 花房的主人 对我们都非常热情 我后来才明白 他们敬重老周 不光因为他资格老 更重要的是他对朋友 慷慨无私 我听每家花房的人 都在夸 花长得好 都要感谢老周 回家前 天快黑了 老周给我买了一个礼物 装在干葫芦里的 一对蛆犬 葫芦上还刻了山水 对一个小丫头 这该是多好的礼物啊 我到哪儿都拿着它 听这小森林发出的 富有韵律的嘟嘟叫声 过了段时间 葫芦都磨亮了 回到家 老周可忙开了 他把马掌 放在一个大坛子里 浇上开水 然后在花的四周 挖了两尺深的钩 埋进各种杂碎 他说 给兰花浇的肥料 够管三个月的 我家的大小花盆里 有二十来种兰花 他让我浇花 说我能干得很好 他叫我三天后再浇 每盆兰花只浇两三勺养料 兰花很浇嫩 肥上多了 少了 都不行 这一点最合适 过一个月 你就信了 老周拖着长烟袋说 这之后 每天早晨 我一上完课 就给兰花浇水 这活不错 我干得特来劲 中国人爱花 讲究可多了 关于蓝 竹 菊的培养和特性 光一代一代 口头流传下来的学问 就多了去了 在过去 知道怎么种蓝 竹 菊的人 特别受人尊敬 尤其是文人 他会被认为 是有学问的人 可以进宫 与朝城并坐 光谈兰花的 就有四五十本书 够这辈子看的 我家花房里 有二十来种兰花 最珍贵的是 福建的建兰 花叶 花心 都是淡绿色 从广东马来的 欧兰也很少见 花叶鲜亮宽大 比一般兰花的叶子厚 开出来的花 有的是深绿色 有的是暗紫色 据说 生长在江西庐山的 粉兰和黄兰 极易成活 所以不算贵 山东那种 淡绿花瓣 红花心的兰花 比较常见 在北京 许多花房中 都能看到 还有几种 江苏和浙江的兰花 花色基本一样 只是花心 和花叶的颜色不同 四川的川蓝 花叶短 花瓣大 紫色的花心 一树树地垂着 因此 人们叫它 吊栏 也许 这种兰花 在西方最值钱 虽然这么多种兰花 形状各不相同 但香气 多少相近 兰花香 清雅幽淡 沁人心脾 忙碌或急躁的时候 不要吻它 吻的时候 你一定要 性悦情仪 悠闲散淡 如果你把兰花 同别的花 放在一起 兰花香就消失了 要吻 就得单吻 那兰花清淡的心香 几个世纪以来 中国人一直把兰花 尊为群芳之魁 老周是个好老师 我看他干活时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 给我讲些植物知识 回忆起来 真是一种快乐 一天早晨 我走进花园 看到老周 在西墙边上 挖了一条 四五尺深的沟 放进一些杂碎 浇上水 盖上土 我问他这是干嘛 他笑而不答 老周 你告诉我 这里种的是什么 一定挺珍贵吧 是西藏的睡莲 还是印度莲花 你等着瞧好吧 一年过去了 七月的一个早晨 刚下完一场大雨 我和爸溜到花园 突然发现 靠近西墙 长出几粗嫩竹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竹子 不禁停下脚步 欣赏起来 翠绿的竹叶 修长的竹镜 与白墙相衬 显得特别秀雅清丽 跟画上的竹子一般 这种竹子 是不是非常少见 爸问 是很少见 老周说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竹根 老周没有马上回答 当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我也是几天前才看到 我看见老周 迥笑了一下 这时我突然想起 他去年挖沟时 跟我说的 等着瞧好吧 我看不出 爸是不是高兴 他改了话题 跟老周聊了半天别的 我们坐在花园里 备好茶 孤红明也欣赏起那新竹 大思想家 帮我解答个 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 你说 如果林家的花 在我家长出来了 我该怎么办 能不能说 我家的地 比他家的好 我家的花匠 更精于料理土壤 我家的花园 更适于花木生长 这问题太简单了 孤红明笑了 倘若这事出在我家 我根本不去想他 我的意思是 我想说 你家的花匠 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 如果让他当中国总理 中国将会变成 同美国一样的强国 他会使所有的精英人才 变为中国公民 并加以很好的培养 使他们永远留在中国 你有这样的花匠 真该庆贺 来 为你的总理 天才的花匠 喝一杯 有天早晨 我走进花房里 老周显得特别高兴 我真想你呢 今儿是清明 奔先生回家过节了 我想去看一个老朋友 我跟你说过 他以前是颐和园的花匠 如果你爸妈同意 我带你一起去 看看那新奇的花房 保你大开眼界 我没等他说完 就跑回去问妈 妈很高兴 让我和老周出去一天 她给我戴上皮帽子 穿上棉外衣 三月的风 依然很寒冷 我们即刻动身 老周的朋友 我叫他李大伯 住在北京西郊 离城有二十里地 他的花房在颐和园和玉泉山之间 我们雇了两辆黄包车 从东城到西城 花了大约一个小时 出了西北城门 我们一人骑上一头驴 在晴朗的春日早晨骑驴 可实在有意思极了 天空蔚蓝 清风凉爽合唱 道路两旁的树木 长出了嫩黄色的芯叶 桃树 梨树 杏树 长满了花蕾 老周告诉我 这些树是造颐和园时种的 我问他 颐和园是谁建的 是慈禧太后建的 你看 树比人的寿命长 现在有好多人责骂慈禧太后 不用钱买兵件 同外国开账 而建了这座颐和园 我看他够明智 他一定清楚 打不过那么多国家 所以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钱用在建花园上 瞧 阳光一照 够多气派 这漂亮的皇家花园 可是一双双手盖起来的 我以前去过颐和园 几乎每一组建筑都像画一般 延湖而建的迷人长廊 石房 青铜宝塔 神秘的戏台 堂皇的宫殿 我突然羡慕起老周的朋友 在颐和园住了那么多年 真想早点见到他 可惜啊 慈禧太后死后不久 他就退休了 他最喜欢的花也差不多都死了 老周叹了口气 继续说 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他 他五十岁生日时 赐给了他这个花园 起名叫水卢园 一个很雅致的名字 他爱水 经他手的花木都长得非常好 道理大伯的花园已是中午了 站在连接花园和大陆的桥上 我们看到 颐和园在左面 一泉山在右面 西山像一道酱紫色的水晶屏障 掩映在花园的后面 李大伯的大黄狗看我们来了 叫了起来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穿了一身蓝布衣裤 出来迎接 快请进 老弟 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都下午了 小姐 你一定饿了吧 我给你挑个大苹果 犒劳犒劳 他长得又矮又瘦 面色却很好 透着健康 说话时 眼睛一闪一闪的 像一对萤火虫 那条大黄狗 很友好的跟我们走进来 我这条狗的眼睛是绿的 你说怪不怪 可能是因为 我不给它肉吃 总喂葡萄 走进茅舍 门前是个大池塘 四周的树 开满了鲜花 茅舍的两头 是客厅和寝室 我们进屋时 一位瞎眼老人 起身迎接 李大伯介绍说 这位盲老人 是他的表弟 我敢说 他酿的酒最棒 他父母是绍兴人 那地方 每家每户 都有自家酿制的 百年成酒 他们生孩子时 埋上几大坛子酒 等孩子结婚时 再拿出来 李大伯告诉我 他们用自家种的 枣 葡萄 苹果 梨 梨子 米 和玉米 酿酒 他说 让我尝尝 过节时喝的 甜米酒 一个年轻的农人 端上一个大盘子 里面 盛着几个小碟 这是我一生中 吃过的 最美味可口的 饭菜之一 李大伯说 甜米酒 要等到午饭后再喝 这种酒 白得像奶一样 又甜 又香 吃过午饭 我们来到花园前边 杏花 樱桃花 和紫丁香 沐浴着阳光 空气里 弥漫着花的芳香 李大伯拿去冬天 盖在牡丹上的甘草 露出牡丹新发的嫩芽 那翠绿的嫩芽 使我想到新生的婴儿 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葡萄藤 散乱在地上 享受着春日阳光的温暖 古老的紫藤树干 活向出海的蛟龙 上面长满了一串串的紫色花芽 这种紫藤很特别 能做面饼 慈禧太后特别爱吃 李大伯说 我问这紫藤有多少年了 他说有200岁 但最老的是紫丁香 已经有300年了 他的枝干柔润窈窕 像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妇 我真有点担心 可不愿看他老死 李大伯说 300岁够长命了 想返老还童可不那么容易 老周说 花房在花园后面 前边是一大片低洼的空场 花房有三面砌着泥墙 南面全是纸窗户 采光很好 北京的三月还很冷 花房里的花木 要到五月才搬到室外 过去花匠们都知道 如何种好室内的花 他们种在花盆里 就成了台械楼阁上的 上好装饰品 一般来说 中国人喜欢盆花 胜过平花 种好盆花 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艺术 因此 这要求花匠 不仅要知道 大多数花的特性和形状 还要了解他们 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比如 牡丹表示雍容华贵 木兰表示桌而不群 兰花表示青春秀芽 竹子表示高洁的情操 和美好的品行 总之 差不多每一种花木 都有它深层的内涵 而这种意韵 又是同中国历史 文化 甚至社会传统相连的 花匠在不同场合摆设花木之前 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老周在这次访友之前 常跟我谈起李大伯 想想看 颐和园有数百台械楼阁 李大伯几乎每天都要摆上鲜花 而且摆上去要显得高雅别致 富有情趣 种花容易 怎么调理可就难了 再有 他还要管好手下的四十几名花匠 老周说 走进李大伯的花房 我简直惊呆了 刚一掀开草帘子 一股浓郁沁人的芳香 便立刻把我带入一个仙境 我在绿色的海洋沉醉了 那里有许多奇异的花木 我在别的花房根本没见过 迷人的盆景 矮身的松木 长绿的灌木 使我觉得仿佛是在梦幻的世界里 柑橘 柠檬 杏 佛手 都是那么可爱诱人 还有豌豆 黄瓜 茄子 小红南瓜 有的只是为了让人看 有的还可以吃 小姐 你会想出这些 只为解闷好玩 我可没那份闲情 老弟 你也许不信 自打我丢了颐和园的差事 就一个子也没有了 只剩下这座花园 可我又舍不得卖 好在我的两位徒弟借钱建了这个花房 他们劝我把花拿到城里去卖 他们说 现如今没几个人能养得起花房 大多靠卖花支撑着 可你在一和园镇的不少 哪能都花光了 老周说 是这么个理 我一人是花不完 那时候 凡认识我的人 都羡慕我这份差 可没人知道 我有多难 我每天都得记着 老佛爷可能会去哪儿 得先把花摆上 可鬼才知道他要去哪儿 为保险起见 我就在他可能去的地方 都摆上花 如果他不喜欢那种花 我还得换样 他最喜欢什么花 我问 这很难说 反正他让我种画卷上 画的所有花 他对花的品位还挺高 市面上有的全不要 我只好在自己的花房里种 他喜欢这些小盆景吗 我又问 哦 喜欢的不得了 我想 他可能是跟乡下长大的 特别喜欢自然植物 他叫园艺师 把一和园周围都辟成花园 还常教我如何做小型盆景 我不得不种了好多矮生松树 柳树 还有长青树 同各种盆花相称 还搜罗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树枝 嫁接种在棚里的礼树 樱桃和桃树上 我听说 你在盆景上种了小牡丹和山茶花 它们能活多久 我爸也种过 可没活多长 我说 你问得好 我来告诉你 慈禧太后特喜欢长着小树的盆景 他不愿看到他最喜爱的花木死去 因此 常对我讲 你记着 花 树 总是越老越娇媚迷人 只要养得好 就能长生不老 可盆栽的小树活不了多久 老周说 我可不敢这么说 所以 我就得花钱 想尽各种办法 让他喜欢的花 树 活着 有一次 他喜爱的一株牡丹 根都烂了 我把它移进一个浅盆 为了不让它死 我试了几种办法 都不灵 最后 一个老花匠告诉我 得用芝麻油洗根 总算是救过来了 还长得挺好 可真够废的 我们家做饭 都用不了一勺芝麻油 只有这样 才能看到花枝长心芽 我还得用这值钱的油 浇三百岁的紫丁香呢 这下你知道 我钱花在哪儿吧 在回家的路上 老周跟我说 李大伯不光是个出色的花匠 瞧他 对他的花园 多惊喜 第十三章 两个婚礼 大哥 三妈的儿子 和五姐 是同一年结的婚 那年 他们都是十七岁 大哥订婚时 才六岁 当时 那小姑娘 只有五岁 她 是爸的一个好友的女儿 十岁时 失去了双亲 跟叔叔一起生活 十六岁时 他叔叔写信给爸 说他 已到吉吉之年 应尽早了却 他父亲的遗愿 为他完婚 爸 接到信后 马上 从一本皇历上 挑了个良辰吉日 写在一张红帖上 派人寄给我 未来嫂子的叔叔 这下子 家里热闹开了 爸和三妈 忙着为婚礼做准备 结婚礼服和婚免 由家里准备 送出去前 先放在家里 在这令人高兴的时刻 我们都跑到客厅观桥 红段子的结婚礼服上 有不同颜色的刺绣 婚免上 满是各式各样的珍珠 顶部是一只缝 装饰着珍珠 翡翠和宝石 面前垂下一串串的珍珠 除了这 还有其他一些发饰 两对金手镯 两只漂亮的红段盒子里 放着四个 镶着不同种类宝石的戒指 小时 九姐兴奋地在门廊下招呼我 她早就想看这些东西 你看见金手镯了吗 她们说这是上海最流行的 你知道上海在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 你问这干嘛 我说 我是说上海的东西真好 要能去上海该多好啊 九姐那双漂亮的眼睛 说话时一闪一闪的 跟她妈一样迷人 但她经常过于做做 有点让我讨厌 小时再去看看结婚礼服 我妈一天到晚为哥哥的婚事忙 真来劲 我妈也一直为五姐的婚事忙 她也快了 我妈天天出去 给五姐买了好多好看的衣料 那有什么意思 你姐姐是嫁到别人家 好东西都带走了 我不想听她说 想往外走 可她飞拉着我去看结婚礼服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 老是盯着衣服和珠宝 看个没完 小时 她小声跟我说 我想好了 如果将来我没有这样的结婚礼服 就不结婚 你呢 我不结婚 反正我不想嫁出去 你真精明 不说心里话 她紧咬着两片小嘴唇笑着说 精明对我是个新词 我羡慕起九姐的学问 不禁流露出钦佩的目光 她似乎看出来了 你以前没听说过这个词吧 我诚实地摇了摇头 她更以得意的语调说 这是大哥教我的 她说是论语里的 她真聪明 将来总有一天 她能像爸一样 当个大学者 你知道 她读过孔子写的所有书 现正在学英语和法语 大表哥每天教她英语 她说结婚后 还可以教新娘子外语 他们要能一起出国就好了 可妈觉得这太可笑 她说 如果他们出了国 人家该笑话我们了 因为新娘子要跟丈夫出了国 讨儿媳妇还有什么用 儿媳妇的责任是顾家 那大哥愿把新娘子一人留下吗 我问 我想不会 就像妈说的 大哥是个孝子 他首先想的是光宗耀祖 不会让父母丢面子 我当时还小 不懂什么是丢面子 可又不敢问 我怕九姐会看不起我 这时 大哥和其他姐妹们走进来 他们一进屋 姐姐们就逼着大哥 看结婚礼服 大哥很害羞 不想看 可姐姐们紧紧拉着她的胳膊 这有什么好看的 大哥小声咕噜着 脸都涨红了 你今天可是要人 最该看了 一个姐姐说完 其余的都开心地笑了 哥 这衣服新娘子穿上 大不大 不知道 不知道 这就怪了 你一定见过她 我敢打赌 赌什么 什么都成 你们当我那么傻 我才不跟你们这些娇小姐打赌呢 掉了那儿 让别人替你们难过 你敢发誓 从没见过她 以你的名誉担保 用不着发誓 我已经说了 我没见过她 你肯定见过她 胡说八道 大哥的脸突然变红了 他生气了 那你一定在梦里见过她 是不是 又是一阵大笑 九姐过来帮腔 那些日子 大哥俨然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真讨厌 管人家做什么梦呢 又没你们什么事 九姐说 婚礼是两天后举行的 那天早晨 家里人人都在忙 每间屋子都披红挂彩 祠堂上方悬挂着 一大长条红段子 镇中书写着四个大金字 百事良缘 旁边是爸的老友 送来的一对红挂轴 是特别向爸道喜的 客厅的四面墙壁上 挂满了这类红挂轴 有些是红丝的 有些是红纸的 显得特别好看 刺绣的红桌布 乙布 乙垫 在烛光的映照下 耀眼生辉 祠堂前面摆放着几张桌案 上面是香和大红蜡烛 还有酒杯 肉和菜 门廊各侧挂着五对红丝灯笼 清风吹动红碎 更显得堂皇庄重 花轿一大早就抬到了院子里 八位教夫身穿绿丝长袍 头戴黑帽 上面是鲜红的英子 花轿用红丝刺绣包着 只等集成一道出去接新娘 八位教夫到时尽可足足地吃喝一顿 我们都去看花轿 大哥兴奋极了 不停地说笑 他那天显得特别精神 英俊 黑段子上衣外套了一件 崭新的蓝段子长服 新帽子 新鞋 新袜子 新手帕 总之 结婚那天 新郎和新娘用的所有东西 都得是新的 即便穷人家也照着规矩办 三姑 二姐也来了 还有许多来道喜的客人 客厅里摆了五十桌酒席 平常隔开客厅和卧室的屏风拿走了 客厅更显得宽敞明亮 整个下午茶点不断 这叫流水宴 在当时 大户人家不论婚 丧 都经常招待个千把人 大城市的有些穷人 就巴望着有这种机会 要不老得饿肚子 他们有时连吃带拿 拿回家够全家吃几顿的 即使让人看见了 他们也不觉得害臊 通常也没人管他们 像在北京这样的老城 总有一些人 专门替人操办红白喜事 这大喜的日子 新郎怎么不穿朝服 就穿这个 多可惜 我想他要是穿上官袍才帅呢 三姑说 所以我不喜欢民国 三妈说 民国前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儿子怎么着也得弄个七品 因为他爸是当朝一品 可如今 你瞧我们穿的 跟乡下婆子似的 八姐冲我一几眼 示意我跟他一起溜出去 到了个没人的地方 他说 小时 你看 还是民国公平 有儿子的 跟没儿子的 差不了多少 还是不要皇帝好 如果接个 三妈穿上清朝衣服 就该瞧不起别人了 谢天谢地 现在是民国 总统也给爸送贺礼了吗 三妈说 婚礼过后 得把总统的贺礼 放他屋里 我说 你真傻 三妈还当总统 跟皇帝一样呢 她不知道 民国的总统 跟普通人一样 老百姓用戴谁 谁就能当领袖 孙中山 原来只是个医生 还不是当了 第一任大总统 八姐说话时的神情 严肃得像个大人 虽然我不全明白 可我知道 她是对的 你想当领袖吗 我也试着 用领袖这个心词 当然想 我想先学医 当个医生 然后认识好多人 当了领袖 改革中国 还有我们家 改革 是当时最热门的课题 我想 八姐一定能搞出个 百八十项改革 听到爆竹响 我们知道 花轿出去接新娘了 我们跑到前门去看 八位乐手 和手拿刺绣丝旗 手提灯笼的一群孩子 正跟着花轿往前走 八位乐手 每人拿一件 不同的民族乐器 锣 鼓 膊 笛子 唢呐等 婚乐非常简单 一支曲子 只奏五或十分钟 奏完了 再奏一遍 接新娘的队伍 晚上才到家 花轿停在门口 用人进来说 新娘子到了 新郎出去迎接 新郎冲花轿 居三个躬 掀开窖帘 恭敬地站在一旁 然后 两位伴娘 扶新娘子出窖 她的脸 被红丝盖头遮着 我们一个劲地往前凑 想先看第一眼 新娘有两位伴娘 扶着走到祠堂前 停下来 新郎揭开盖头 我们看见了她的脸 新郎 新娘一起叩拜祖宗 磕过三个头之后 向父母行礼 也是叩拜 新郎 新娘入洞房以后 坐在桌边 新娘一动不动 她那漂亮的衣服 和坠满了珠宝的昏眠 使她看上去 像庙里的一尊神像 我们睁着往前挤 想尽可能地 离他们近一点 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场合 新娘才是尊贵的 新郎只是她 公顺的仆人 但这顿饭一过 她就得伺候丈夫一生 当然得柔顺贤淑 第二天一大早 九姐跑进我们屋 有趣的话题 自然是昨天的婚礼 我们都觉得新娘漂亮 这可让九姐高兴坏了 因为新娘是她嫂子 我哥当然很高兴 今儿早上来看我妈 我正在那儿 她跟我说 新娘跟她说了一夜悄悄话 她觉得她很迷人 很漂亮 她说一辈子也不离开她 如果她死了 她跟着一道去死 可妈说 大喜的日子说到死 太不吉利 我哥说新娘还会作诗 给她看了一些 她最喜欢看《红楼梦》 我想听听 她还带来了什么好书 八姐问 我去把哥叫来 让她多讲讲新娘子 我还得让新娘子 给我的善面提诗呢 她特别聪明 大哥的婚礼之后不久 爸的一位老朋友 关大叔 来跟爸谈五姐的婚事 她说 爸未来的女婿 要她来跟爸说 她长在二十世纪 是民国的公民 婚礼也要办成现代的 她说 她忍受不了 那老式的花轿 和刺耳的音乐 用辆普通马车 去接新娘就行了 她准备穿燕尾服 和西装裤 也不希望新娘戴婚眠 头上只需 披一块白色纱巾 关大叔恳请爸 好好考虑一下 他未来女婿的建议 他说 近些年 许多年轻人 都不愿让父母 包办婚姻 他们不肯接受 老式的婚姻习俗 可他们的父母 担心亲戚朋友 会说闲话 爸听到这些 笑了 我自然答应我女婿 爸说 我还是很开明的 毕竟是年轻人结婚 我干嘛要干涉他们 你是个聪明的父亲 我常想 你在大事上 不大动脑筋 可在大问题上 比我们谁 接受的都快 关大叔说 爸放声大笑 你是说我平常 总是糊里糊涂 可昏头昏脑 也有点好处 我们都老了 应该关心 怎么使自己 活得更自在 你说是不是 来 为自在的晚年 干一杯 妈把关大叔讲的 跟五妈说了 她对新式婚礼 有点担心 她根本没听说过 我不明白 她说什么 什么二十世纪 三十世纪 又是公民 又是现代的 妈皱着眉头说 我说姐姐 你别担心 五妈说 现在年轻人 都兴时髦 将来 你的姑爷 也得这样 用不着担心 何况 老爷已经点头 就得了 我们女人家 平日很少出门 人家都说 井底下的蛙 只能看到 井口那么大的 一块天 我要是你 就不反对 可以让她 改变些做法 显得 我们也知道 一些新事物 可接受不了 那么快 你说对不对 等我女儿 结婚那天 我可不愿 她头上 只披着白纱 想想看 让我女儿 坐马车 人家会怎么说 肯定会说三到四 多可笑的主意 五妈很聪明 想了几个主意 并答应 由她去跟爸说 妈轻松了许多 她相信 五妈能把任何事 办妥 五妈提出的 折衷方案是 新娘披粉色面纱 穿婚服 当时人们结婚 有人不挑白色 而用粉色 因为粉色 对姑娘家很合适 马车上 要装饰点东西 比如 用红丝布 挡住车窗 这样 路人就看不到 新娘的脸 如果新郎 不喜欢明月 可以奏夕阳月 那些日子里 大多数家庭 总试图 在东西方习俗之间 找一种 折衷的方式 这 既能让老一代接受 又能使年轻人欢心 当时的年轻人 对想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也没个准主意 只想图个新鲜 差不多每天晚饭后 妈都待在五姐的房里 直到深夜 她让五姐试穿新衣 跟她小声聊天 有时五妈也去 她为五姐难过 因为五姐太孤单寂寞了 她的妹妹们还小 理解不了她的感情 妈跟五姐说话时 经常打发我和八姐出去 我记得有好几个月 五姐都是那么悲伤 难过 要是谁 当她面说了什么 不受听的话 她的眼泪 就要夺眶而出 她老是待在卧房里 很少与人说话 我和八姐都感到很难受 有天晚上 我和八姐早早就被轰上了床 我睡不着 听见八姐也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说五姐会喜欢那新式婚礼吗 我问 嫁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 能高兴得了 新式婚礼又管什么用 八姐说 她真为五姐担心 五姐老是把忧伤闷在心里 如果再这样下去 没准会自杀 我们越说 越替五姐焦虑 就干脆下床 到院子里 透过五姐屋的纸窗户 听妈跟她说些什么 纸窗户上有个小洞 我们看见五姐正伤心的唾气 妈静静地坐在她身边 背对着窗户 虽然看不到她的脸 但好像也在乌叶着抽气 好女儿 别难过了 妈轻声说 有些事 就是跟想得差很远 她年轻 聪明 你们在一起会很好的 要往好理想 心总能换来心 她很快就会是你的 我肯定 五姐哭得更伤心了 她喃喃自语 还不如死了呢 八姐再也停不下去了 拉着我跑回房里 她扑到床上 哭了起来 我躺在床上 一直哭到睡着 第二天一早 我和八姐醒来时 眼睛都哭肿了 我一照镜子 看见自己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们穿好衣服去看五姐 我想她可能病了 要取消结婚 这想法多孩子气 出乎意料的是 她比我们起得还早 而且端坐在梳妆台前 妈在帮她梳头 她脸色苍白 眼睛红肿 这个早晨 她看上去只有十岁 我们像平常一样 进屋向她道早安 她抬起头 看见我们 便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 扑在床上 呜呜地哭了 妈 你不能把姐姐留在家里吗 八姐问 你去跟爸说 让新郎去跟别的姑娘结婚 她有她的脸 我们还有我们的呢 妈脸色苍白 强忍住眼泪 没流下来 别说傻话了 你得明白 结婚是件大事 我们答应了 就得说话算数 五姐的婚礼 是在一家旅馆的 大客厅里举行的 那是个下午 家里人全去了 客厅里装饰着 与大哥结婚时 相类似的 红筹挂卷和画轴 没有祠堂 没有祭祖的供桌 只在客厅中央 摆着个台子 还为贺喜的 和美人 准备了些椅子 新郎 新娘的父母 坐在前排 只有台前的几只花篮 增添了几份喜庆的气氛 客厅里挤满了 亲戚朋友 还有一些专为来看新式婚礼的看客 客厅里奏起了西洋音乐 在当时 人们很少有机会听到西洋音乐 除非是在教堂 或街上旧式军的乐队 这种圣乐对中国人没有吸引力 我们等着这圣乐过后 一位牧师出来说 你有罪了 如果不进行忏悔 或掏空钱袋救济穷人 上帝是不会拯救你的 因此 等待新娘时的气氛 既庄严又悲哀 也就不足为奇了 客厅里的每个人 都疑惑不解地等待着 我们越来越感到压抑 我记得新郎新娘道时 奏的是一首军队进行曲 紧接着奏的那支曲子 我于许多年后 在美国一所教堂 参加丧礼时听到过 客人们都以一种好奇的目光 注视着这对新人 这使我和八姐感到特别难受 五姐穿着一条粉色刺绣丝裙 披了一件粉纱 头发上别着几件珠宝发饰 还戴了一个红花环 手里拿着一束颜色各异的鲜花 两位衣着艳丽的姑娘 挽着新娘的胳膊走上台子 新郎穿了剪黑色燕尾服 头上戴了顶滑稽可笑的高帽子 使她看上去就像戏里的小丑 两个小伙子陪着新郎 走到新娘身边 他俩严肃一场 活向两名卫兵 他们走上台子 面对观众 这种新式婚礼 也还是脱不了礼教色彩 得鞠那么多宫 先是新人互相鞠躬 再向父母鞠躬 向前来道喜的亲朋好友鞠躬 最后向梅人和正婚人鞠躬 鞠躬前 有个男的拿着个单子站着 大声宣布该干什么 这令我们想起旧式的葬礼 八姐冲我扮了个鬼脸 叹了口气 说 但愿我没参加姐姐的婚礼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够多讨厌 第十四章 义父 义母 义母听说我要去日本读书 心里很不好受 她真的爸妈的同意 要我去她家住上几天 她不忍心叫我走 可为了我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还是同意我去 义父义母是两个可爱的人 义父多才多艺 义母是我孩提时代 再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认识她们时 我已经八岁了 一天 爸说要带我去看她的一位朋友 赵彭生和她的妻子 他们刚从南方回到北京 从爸的介绍 我很敬佩她的这位朋友 爸说她有许多方面的才华 她是原大总统的河南老乡 最初只在军队里当个小官 袁统帅新军时 变成了袁的私人秘书 她公文写得极好 而且涉猎广泛 书读得很多 除此以外 还弹得一首好琴 对画山水画也有高超的情趣和技巧 她是个富有魅力的人 到过许多别人想去 而从未去过的地方 走遍大半个中国 少年时代在蒙古和满洲待过 她跟我讲 蒙古那地方 只有小人书里的仙境可以比 远处广袤的草原 绿油油的青草 就像一块巨大的翠绿色地毯 铺盖在大地上 森林里有上百种鸟 大的有鹰 而长着细细羽毛的小鸟 有些比栗子还小 她背诵了一首 描绘蒙古的 筷子人口的古诗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 现牛羊 她每天都能见到这种情景 她说蒙古的土地很便宜 而且有茂密的森林 买卖土地的方式很特别 买主走进卖主 声明自己要买土地 然而 他们并不丈量土地 而由卖主站在远处 由买主叫喊声音传的远近来定 她还到过西藏 爬过大雪山 在山顶 她看到当山谷被白雪覆盖时 湖中还盛开着莲花 而且蓝蓝的天空上 飞翔着成群的长尾巴白鸟 她曾顺着金沙江向西南漂流而下 她说 人们在那里很容易逃到金子 你所坐的只是到河里盛起沙子 过筛就会留下金子 但那里的气候变换不定 她记得第一天天气酷热 脱去衣服 彻裸着背 在阳光的暴晒下 灼热难忍 但第二天到的地方 又得穿上冬装 他们在高山之中 更觉风景以拟秀美 他们的船 大多数时间都由一伙欠夫拉着 一只大货船 通常要用五六十名欠夫 他们边拉边喊耗子 那身影浑厚迷人 遇到激流险滩 欠夫们就得抬起船走旱路 他们倒有时间互相取乐 只等船通过湍流 他们沿金沙江随江流起伏漂泊 一天走三百公里 一直到了云南 云南四季如春 到处开满烂漫的鲜花 有一种花大的像牡丹 红色 白色 黄色 满山都是 抬头望去 宛若一片绚丽的晚霞 山里还有许多种蘑菇 有一种大的像雨伞 雨天可以躺在下面避雨 蘑菇的味道十分鲜美 云南火腿也是很有名的 加上只有在山中才能找到的香料植物 那滋味就更香美了 他到过据说住着道士的广东罗福山 山高路险 奇风怪石 禅言俊俏 几座山之间仅有木桥相接 穿行其间倒能忘了害怕 有个桥的名字很吓人 叫悬丝桥 桥面非常窄 好像人的性命都悬在一根丝上 旅人必须决定是进是退 不过 通常已经爬到此的人 并不会因害怕而放弃此行 在古代 中国的文人雅士都要学琴 琦 书 画 爸的朋友中 除了后来成了我义父的赵叔叔 无人精通四义 爸不会琴 琴 他常开叹 你赵叔叔真是个天才 他若身在宋朝徽宗年间 就用不着在这繁荣的公式上浪费时间了 徽宗自然让他施展才华 他或许就成了宋代杰出的山水画家和书法家 第一次见到赵叔叔时 他正忙着公务 三哥 快请 从旁边一间屋里传出亲切的招呼声 用人带我们走进他的书房 见我此时作画不觉惊讶吗 还有堆积如山的公文等我批呢 贤弟真有你的 这种休息的方式不错呀 爸说 他拉着我的手 穿过一扇屏风 一只古青铜香炉里 香烟缭绕 香味淡雅一人 令人感觉好像置身于松林之中 赵叔办公的桌子有双人床那么大 上面摆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花盆 有兰花 水仙 梅花 还有的上面结了一簇簇的红莓果 屋子左脚有一张大石桌 桌上摆着一只古琴 我以前只在画里见过 我禁不住走进石桌 来 先给你叔叔见礼 爸对我说 何必拘礼 赵叔对爸说 然后转向我 我特别喜欢小姑娘 你爸说过吗 来 看我画画 我那天见过你的画 很有天赋 过些天让你看看我的画集 不要乱听人讲什么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不是那么回事 在他上学前 你教他一些 他很乖巧 好学 有股钻劲 我可不是在替他吹 吹吹也没关系 赵叔说 竹琳跟我讲过你的女儿 他总是夸她 说她可真是个聪明绝顶的丫头 竹琳 指林书华的第一位绘画老师 王竹琳 他确实是个机灵鬼 朋友们都宠他 爸笑着说 那校里有几分为女儿的得意 赵叔放下笔 邀我们到另一间屋子 他又对我说 有四个字你必须首先记住 明 利 俗 懒 这是工作的大忌 一定要尽力避免 我虽然不大懂 却连连点头说 是 爸看着我说 孩子 你还不懂 记住这些 以后你会明白的 老修 赵叔笑着说 说真格的 我倒不愿他记住这些 那样 他就成不了真正的画家 过了一会儿 一位侍从带我去见赵叔的妻子 他的卧房在书房后面 侍从把我带到门口 门帘撩起 走出一位老妈子 小姐 他笑着招呼我 夫人等你好久了 他刚去了花房 一会儿就回来 你先在屋里坐会儿 他端上茶和四叠甜点心 放在我面前 让我自己用 过去招待客人都是这样 我坐在屋里 环视整个房间 家具都是红木的 雕花不如我家的精致 桌 椅上 都铺着蓝色和紫色的汉带丝绸 不带刺绣 纱窗帘是浅黄色 阳光照进来 嗅闻到一股水仙的新香 在过去 养水仙是门艺术 水仙养在盆里 放上水 铺上精选的小卵石 从水仙盆和小卵石的选择 能看出养花人的情趣 品性 窗前摆放着一张大的红木桌子 桌上有两个大理石花盆 一个养着水仙 另一个养着一种雅致的 壮丝松树的植物 我的小姐 一位身材苗条的妇人 从窗外叫我 她走进屋来说 别生姑姑的气 让你等了这么半天 我光顾了在花房里傻忙 你再坐一会儿 我得先洗洗手 从第一眼见到我 她就显得跟我很熟 可我不记得以前见过她 几年以后 当我听到她的死讯 感到非常悲哀 我偶尔翻翻画本 觉得她长得很像 梦娜丽莎 温柔的眼睛 玫瑰般的嘴唇 还有她的鼻子 都很像 她站在我面前的姿态 也像画中的 梦娜丽莎 她个子不矮 穿了件蓝睡衣 优雅地坐在沙发上 你爸爸到底把你带来了 我早听说过你 一直想见见 我特别喜欢孩子 尤其是小姑娘 侄女们在的时候 我常跟他们一起玩 她亲切的话语 使我很快忘了 自己是客人 她像老朋友似的 跟我讲了许多事 然后她带我去了花房 我们在花园里漫步 花园是赵叔夫妇 两年前修的 种了好多树 挖了池塘 弄来许多假山石 还造了两座小桥 一进前门 你就会发现 树木匆匆 连房子都眼遮起来了 那些假山石 跟真的一样 浑然天成 你叔叔和我 都不喜欢待在城市里 更爱山乐水 我们看这块地不错 很便宜就买来了 我们推倒旧房 盖了新房 有意思吧 可惜你叔叔 总是忙他的公务 花园都没人管了 你很孤独吗 听他的语调 有点忧郁 我问 当然有事孤独 他停顿了一下 告诉我 他生过一个女儿 若还活着 有七岁了 现在的生活 就会大不一样 老天真是不公平 我记起妈常说的 这句话 更对她产生了 深深的同情 她觉得这话 从一个八岁女孩的 嘴里说出来 有点好笑 就问我 为什么认为老天不公 我跟她说起 我们家的事 告诉她 妈因生了四个女儿 总感到不快意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女儿 愿意吗 走 去跟你爸和你叔叔说 他们一定高兴 她紧紧拉着我的手 朝赵叔的书房走去 爸听了要我给赵家 当干女儿的主意 真是高兴极了 他笑着对赵姑说 弟妹 我当然同意 我带她来的时候 我带她来的时候就想 她该属于你们家 你们可是摘去了 我的心肝宝贝 他们决定 挑个良辰吉日 请几个朋友 来庆贺一番 回到家里 我可得意了 跟八姐讲 义母长得很漂亮 她家的花园 也可爱 八姐还不信呢 几天之后 我成了赵家的干女儿 照常理 干女儿不需改姓 妇女间 也没任何的责任和权利 只图双方幸福快乐 女是义父母为亲生 义父母是女为己出 过季那天 爸带我来到赵家 我送给义母 一块衣料和裙料 送给义父一双鞋 一顶帽子 他们给我一件皮袄 一件睡衣 一双段子鞋 还有一顶皮帽 料子都是上好的 除了这些 义父还送我一本 王源集的画集 义母送我一只 欠着红 蓝 绿宝石的小表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珠宝 可惜的是 日军清华期间 表给弄丢了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义母一想我 就派她家的老门房来接我 家里人知道我要去哪儿 常取笑我说 石可是个好数 要不单单小石那么走运 谁不想认个有钱的干爸干妈 当时我没事就去看义母 跟她在一起 可不是像家里人想的 喂吃得好 能上街 还可以看戏 是异母的温柔善良 和独特的艺术气质 吸引了我 我是家里的第十个女儿 自然不被看住 我就不记得 曾在爸妈的膝头 撒娇耍赖过 倒是有一次生病 妈坐在我的床头 心疼地抚慰着我 这是我童年时代 最幸福的记忆 我一想到自己是个女孩 就感到自卑 总不敢大声说笑 我很敏感 因为家里根本没打算要我 爸发现我能画画 才突然宠爱起我来 除了妈 五妈和八姐 家里人对我也变了方式 他们说 我要是成了画家 那是老天瞎眼 三妈一见到我 总是怪声怪气地称我 大画家 经过她家的院子 我总设法避开她 一母对我可不像他们 她愿意我长去 并不仅仅因为想有个人陪她 她教我弹古琴 这是我喜爱中国音乐的开始 为了教我欣赏音乐 她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古代音乐家的故事 她教我弹的五首曲子 筋骨流传 但今天也没什么人会了 我现在还能记得两首 其他三首的调子 差不多一望干净 一母常跟我讲 音乐是表达情感最美的方式 因此 古代圣贤 包括孔子 都认为 音乐对任何人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音乐 都是发护于人的真性情 为了帮我理解 她讲了下面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周朝 文王 武王是两位高明的作曲家 文王称帝前 被暴君昼王求于游礼 做成快智人口的游礼 此曲精妙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这一时期 还有一段感动人的故事 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伯牙行传 伯鱼山脚 古琴 钟子七驻足聆听 曲中 钟子七曰 善在 鹅鹅兮若泰山 伯牙大惊 又弹一曲 子七道 善在 羊羊兮若江河 伯牙邀子七上传 唱弹音乐 隐为知己 钟子七死 伯牙破琴绝弦 终身不负古琴 以为 世武族富为古琴者 高山和流水 是两支优美的乐曲 流传至今 第二个故事 发生在西晋 季康是位受人尊敬的学者 也是位天才音乐家 他的广陵伞 最为人传颂 欲为 鲜乐 当时 人们极想听他弹奏 却都被惋谢 他说 这首曲子 是上天赐予的 若经常在凡间弹奏 上天会降罪的 他的外甥 也是音乐家 总想找机会 听听这支曲子 学会了 好自己弹奏 一天 外甥躺在棺材里装死 季康前来吊唸 妹妹对他说 儿子临死前 遗憾 今生今世 没听过广陵伞 到了地下 也不会瞑目 如果母亲疼他 就请舅舅在林前弹奏一曲 季康为真情所动 抚琴弹奏 广陵伞 即至知道了事情经过 愤然至情而去 发誓不再奏此曲 好在这位外甥 凭着记忆 写下了这首优美的乐曲 流传下来 唐代著名伞文家 陆归门的 《醉于唱碗》 也是一首为人所知的乐曲 是为劝慰遭贬的远方朋友而做 宋代也产生过几首著名的乐曲 有两首异母弹得非常好 是《普安咒》和《士弹章》 普安是位僧人 住在一个山洞里 一天 听到重重流动的泉水 便把佛经撇在一边 望晴于轻力优雅 宁静超然的山景之中 在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动下 写成普安咒 然后又写成《士弹章》 这是在音乐中 第一次表达佛教情感 每当义母感到烦闷时 弹奏这两首曲子中的一首 就会感到心境平和 淡泊雅然 易富的高山流水谈得最拿手 流水较长 分成十一个部分 开始时 溪水从鸟语花香的山谷 缓缓流出 在山时间穿藤崩涌 湍急飞流 形成瀑布 而后由支流汇成江河 临间狂风怒嚎 溪流冲击岩时 雷雨震震 涓涓全流的归宿 是浩瀚无垠的大海 海浪在咆哮 与高傲飞翔的海鸥 构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 突然 暴风雨过去了 海面上风平浪静 弹奏时 手指在琴上腾挪闪跳 异常灵活 富有韵律 我学会了弹流水 但到日本的两年间 我没有再弹 每当我孤独地面对自然时 音乐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异母是个好老师 教我弹琴时 让我耳听音乐 脑中却要构思一幅 音乐的图画 例如 她教我平沙落雁时 给我描绘出一幅秋叶图 月光照着沙滩 微风吹拂 芦苇摇曳 流水残残 她说 想想看 群雁在沙滩上嬉戏 冬天来临前 要飞到南方去 他们翱翔在空中 一支大雁掉了队 在秋叶中呼唤着同伴 最后 他们相逢 在美丽的新家 沉浸于欢乐之中 义母还教会我 踢箭子 跳绳 箭子好做 找几根羽毛 在头里拴上几枚铜钱 用布包起来 一记就行 选择羽毛非常重要 我们用两只脚 来回倒踢着踢 起初很难 一会儿就喜欢上了 义母可以一气踢上200次 而箭子不落地 我第一天 只能踢两三下 练了一个星期 踢上五六十次 不成问题 跳绳比较容易 可要跳得姿态优美 也挺难 我爱看义母跳绳 她跳得又快又巧 仿如脚不粘地 一百次下来 脸不变色 心不跳 轻盈得像只小燕子 有时碰上好天气 义母便带我出城 找个大空场放风筝 还经常带着个小伙计 我拿着线 小伙计把风筝举过头顶 我拉着线跑 她放开手 风筝越飞越高 北京春天的风 有时凛冽刺骨 我记得有一次 冻得差点放了手中的线 风筝忽然显得重了 几乎把我拉起来 我感到自己 好像成了一条咬钩的鱼 我大叫起来 一是兴奋 二是害怕 义母过来抱住我 接过我手中的线 把风筝放得更高了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着它 每当在露天 看到湛蓝的天空 枯黄的草地 一幅美丽的风筝放飞图 便展现在我眼前 我非常想念义母 做风筝也很好玩 义母给我做的几只风筝 跟我差不多大 先做风筝架 通常是蝴蝶 大鸟或美人的形状 架子用竹棍绑好 再胡上白纸 我来画 因为义母说 我会画得很好 我高兴在风筝上做画 画画时 与义母有说有笑 有一次 家里的佣人来看我 见我同在家时大步一样 十分惊讶 我要去日本上学了 不知何时能回来 再看义母 我很难过 可又无从表达 义母见我坐在她身边 一声不吭 对我说 孩子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如果有什么你想带到国外 告诉我 我给你弄去 我说要带一个风筝 和两个剑子 义母听后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她说 带风筝绝不可能 谁见过 长途旅行带风筝的 义父一直忙她的公务 并常被总统招去 我很少见到她 义母总是和我在一起 她吩咐门房 我去的时候盖不会客 一天晚上 看完戏回来 义母泡上茶 坐在寝室里 看了我半天 叹息了一声 说 你爸打算让你在日本待多久 表哥说 跟那儿要学点什么 至少得三年 义母停了一会儿 又说 三年以后 你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想着干妈了 也许 我会让你义父带我 去日本看你 可她现在公式缠身 真没办法 我要有三年 见不到你 你知道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被深深感动了 只想哭 但抑制住眼泪 坐近她 紧紧拉着她的手 叫她给我唱一首送别曲 阳关三叠 这支鼓曲 坐于一千年前的唐朝 长亭柳依依 未尘朝雨 亦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跟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长亭柳依依 伤怀 伤怀 古道送我故人 相别十里亭 情最深 情最深 情意最深 不忍分 不忍分 未尘朝雨 亦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跟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但头行李 杀头九尊 血酒 在长亭 直尺千里 未尹 心 已先醉 此恨 有谁知 爱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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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爱可怨 不忍离 不忍离 未尘朝雨 亦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我 劝君跟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勘探 伤与身 既与私同 对景 那经伤情 判真经 判真经 未审 何日归成 对着此乡劳 乡劳有限 此恨无穷 无穷伤怀 楚天香水 隔渊心 早早 脱灵红 情最阴 情最阴 情意最阴 惜忍分 惜忍分 从今别后 两地相思万种 有谁告成 阳关三蝶 曲调悠扬古雅 第一部分 描绘了 离别之地的景致 音乐平稳中 露出哀怨 第二部分 表现主人公的 离愁别墅 音乐 明显带上 强烈的感情色彩 第三部分 由二胡奏出 音调悲哀而深情 我想 真正的情感 是超越语言的 第四部分 又回到现实 主人公意识到 就要与友人分离 音乐 在此渐缓 慢慢结束 异母的歌喉 婉转动听 她讲的国语 带有山东口音 语调平缓 亲切 富有魅力 仿佛下夜里 一条流水残残的小溪 又如同微风吹过 春日清晨的竹林 她唱完以后 我动情地哭了 义母放好情 对我说 你走后 我怕不会再谈了 我会想你的 吃过晚饭 我就睡了 半夜里醒来 月光洒满房间 一切都披上 银白的光 美丽 神秘 却忧远惆怅 义母的卧房在隔壁 她还没睡 我听见 她在屋里走动 然后 抚琴弹奏 普安咒 我知道 她这时 用音乐安慰自己 我静静地 躺在床上 让音乐的波浪 涌遍全身 我觉得 自己好像一条鱼 在美丽的池塘里 尽情游荡 突然 我想到明天 就要与异母分离 心下 便升起一股 难以忍受的 悲戚毁汗 我睡不着了 干妈 我低声叫着 我能去你屋吗 我就怕你睡不好 她说 来吧 披上棉袍 天凉 她让我坐到她床上 盖上厚棉被 她也坐过来 琴放在膝上 我叫她 谈我爱听的 平沙落雁和流水 皎洁的月光 照着一抹好看的脸 灰色的幽光 带给我难忘的忧伤 此时正值早春 水仙 梅花盛开 心香袭人 我记起来 认识异母 有一年了 第十五章 樱花节 到京都时 正是一年最好的 樱花时节 爸的日本朋友 松本先生 把我们接到他家 我们十姐妹 加上裴表姐 最大的十五岁 最小的九岁 住在一座 两层楼的房子里 三面的纸窗 都打开着 透过每一扇窗 都可以看到 迷人的山景 能住这样的房子 我盼望 有好几年了 最高的山峰 总是被云所笼罩 山鸾叠脆 开满粉红色的樱花 开始我们还以为 是一片晚霞 知道是樱花 又惊又喜 真想尽早领略 樱花的芬芳 京都作为日本京城 有好几百年了 据说 是模仿 唐朝洛阳的建筑 在日文里 至今仍有人把京都 叫洛或洛阳 日本人都很以 有这样一个京城为荣 京都也真不愧是首府 皇宫王府 巍峨大官 寺院塔桥 亭台楼阁 迟早园林 各聚一方 真是山清水秀 人节地灵 历代不知有多少高僧义士 诗人画家 名优美妓 善绝代之意 点缀古都 京都生产的丝绸 瓷器 已拟绚烂 一季 舞女 如花似玉 樱花开时 各戏院均有特别节目演出 各大寺院及各名园 均行开放 任人参拜流连 各大神社每日均有成群结队的乡客 由全国各地来京都参拜 顺便在古都享受一个快活的节日 各大名园都有无数的樱花树 花开时到处采旗飘扬 吸引游人 庆祝樱花节 茶楼 酒室 饭店 甚至寺庙 都挂上各种颜色的纸灯笼 丝灯笼 小孩子和女人们 身着鲜艳的春装 拖着木鸡 无忧无虑地漫步游逛 那美妙的木鸡声 总是令游人着迷 更为这节日增添几份欢乐 黄昏时各处灯笼点亮了 京都便从人间深进仙境 游人 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穿着艳若蝴蝶的和服 散在有樱花的各处 日本人平时把生活 看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他们努力工作 很少把时间花在娱乐上 他们过多讲究礼节 但在樱花节 你会惊讶地发现 他们变得愉快 欢心 尽情享受生活了 他们不再关心日常琐事 几杯日本米酒下肚 便大都忘了工作 忘了年龄 忘了人际关系 开始豪影欢唱 吵吵闹闹 像一群群顽皮的孩子 松本先生是个典型的日本人 他在中国待过三十多年 中文讲得极好 据说连做梦都说中国话 京都是他的家乡 是他说服了爸爸 把我们送到日本上学 吃过饭 我带你们去看樱花 松本先生说 看看我们日本人过节的热闹劲 比中国的春节怎么样 我们一群人由一条小径 步行到一座古墓围绕的大寺 此时又圆又亮的月儿 已升到中天 夜雾里 沉眠着奇松修竹点缀的日式木屋 远处 一层浅四一层蜿蜿的山巒也进在月光里 几乎是透明的 好似从清澈的弧心看到的倒影 山道上不时有身着和服的日本女人走向寺院 另一方向 却看到一座大桥 载着几个人影浮在月光里 远远的房屋 树木 河堤 飘飘渺渺的 像日本水墨画描绘的一般 我看着迷了 想是看到大画师北斋的意境了 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向寺院走去 谁也不说话 就连平时爱多嘴的裴表姐也安静下来 我想跟八姐说什么 可又不知怎么开口 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 八姐看了看我 问怎么了 多美呀 像画一样 我胆怯地说 应该说 比画还美 八姐纠正我说 高大的木结构寺院并没有凋梁画洞 倒显出几分宁静 朴实 悠然 高雅 寺院前摆放着几个石灯笼 烛光暗淡微弱 松本先生突然停下来 朝寺院拜了两拜 我们互相挤眼 裴表姐冲我们摇摇头 示意不要那样 我们顺着寺院后面的山路往下走 又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数百株樱花树开满了樱花 银色的雾矮为他们披上一层薄纱 男女老幼散坐在各处 说笑 唱歌 饮酒 尽情欢乐 毫发舒畅 好似粗犷的原始人一般 远处山坡上 一些身着艳丽服装的男女 围着樱花树 不停旋转 歌舞 快乐地 如希腊神话中的诛神 坐在地上的人 也跟着站起来 拍手 唱歌 跳舞 轻柔地晚风吹过 盈盈灯火若闪烁的星星 我得请姑娘们尝尝米酒 松本先生说 这酒挺柔的 喝点没事 来 我们跟着松本先生 走进一间简陋的木屋 坐在一大块 铺了星红地毯的木板上 一位穿着蝴蝶般 艳丽和服的少妇 热情地招呼我们 就着强烈的灯笼光 他的脸像一块洁白的玉石 下山时 我们见到一位 身披袈裟的和尚 头上戴了一顶 奇怪的帽子 篮子似的 连眼睛 鼻子都闷住了 他手里摇着一只长笛 悠闲自在地走来 我们好奇地看着他 他是个云游僧人 就是中国的和尚 松本先生见我们好奇的样子 便说 他无家 无产 四处云游 随遇而安 在古代 有许多英雄 化成和尚 游历四方 直到实现自己的 宏图大志 真是理想的生活 八戒感叹道 有些过于清高 不肯乞讨的艺术家或诗人 成了这种和尚 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 无需担心生计 人们一听到长笛声 就会给他们送来饭菜 我记得中国古代 吴国的大将吴子虚 也是打扮成乞丐 吹笛行起 松本先生年轻时 熟读中国历史 总爱显示这方面的知识 和尚一边走 一边吹笛子 笛声忧郁哀怜 他走下山坡时 月亮被几块云彩遮住了 转瞬 他便进了远处的林子 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笛声 渐渐小了 颇为感伤 睡觉前 八姐让我在给妈的信里 写几句话 她想明天一早就寄出去 我把今天晚上看到的写下来 然后说 那个和尚笛子吹得这么好 可能是装成和尚的大音乐家 八姐没说话 显得很忧郁 滴滴地唱起了她最喜欢的一首歌 当时我只觉得这首歌音调优美 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八姐关了灯 我们躺在铺了草席的地板上 月光把梨树的影子 投到对面的白墙上 寒冷的夜风 吹起香了花边的窗帘 不时将花边吹进屋来 过了好长时间 我都没有睡着 笛声 人萦绕在脑际 第十六章 秋日天津 京都两年快乐的日子 像一首短歌 促然结束了 夏日的一天 七姐和八姐跌入高山瀑布 溺水身亡 松本先生非常难过 当即决定尽快送我们回家 我怀着无尽的夜恋 离开日本 所有美好的幻影 都如橙雾一般消失了 那时 爸 妈 住在天津 我们也到了那里 天津 是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 漫步街头 西市或土阳结合的简陋店铺 比比皆是 都是那些 只为发财的 野心勃勃的建筑师建造的 店铺后面 烟冲凌厉 烹云土雾 给整个城市 罩上一层浓浓的黑烟 海河水也是肮脏污浊的 清早或黄昏 都能听到工厂招工 或开除工人的可怕吆喝声 每家工厂都有人吆喝 声音难听极了 令人烦躁不安 一到这时 街上就会出现 众多衣衫蓝绿的男女老幼 手里拿着破菜篮子 步履艰难地朝工厂涌去 这些薪水极低的故宫 大都来自乡下 他们或在洪水来时 失去了土地 或遇上干旱颗粒不收 政府并不救济 他们只好到城市来找饭碗 工厂老板有一半洋人 一半中国人 他们看准这个 雇用廉价劳力的大好时机 走在街上 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面目苍白 虚弱无力的男人和孩子 拉着满载货物的各种车辆 后面跟着监工 西服鼻挺 宜然坐在黄包车里 拉车的人刚一停下些口气 监工就会大声斥骂 像对待一条偷吃了食物的恶狗 我不爱上街 可待在家里又觉得孤独 五妈进了尼姑庵 为这事我一直怨恨爸 不愿再跟他在一起 而且总想躲着他 他对生活的态度变得消极 整天跟六妈在一起 他俩的卧房挨着 每天早晨向爸问早安 都碰上六妈 家里人都觉得不自在 这样一来 六妈在家里得了事 妈也尽可能少地去见爸 不过是装装样子 我真为自己难过 每天只在饭摆上桌子时 见到爸 吃完我便赶紧跑开 我们搬到天津时 三妈同六妈吵了一架 他生爸的气 说要和儿子儿媳一起过 再也不回这个家 大哥看爸时 爸说这里面有误会 如果他妈愿和孩子们住一块 也行 要想回来 家里有他的房 三妈打纳以后住在儿子家 爸每月给他些钱 倒也过得舒心宽裕 我真的很孤独 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到离家不远的几处无名墓地去玩 那些墓占了很大一块地 据说是乱坟岗 如果人死了 没人送葬 或亲友出不起钱 就把棺材埋在这里 墓地上杂草丛生 没有墓碑 没有树 荒凉而安静 整天看不见一个人 我有时坐在甘草垛上 冥想各种穿入脑中的问题 或回忆与五妈 义母和八姐 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 有时围着墓地转 这地方清静得很 所有的墓都一样 每块石头上全没有提词刻字 他们被世界遗忘了 世界也从未记起过他们 北方的十月 阳光依然明媚 天空湛蓝沉彻 清晰透明如一块玻璃 天空中不时飘动着羽毛状的白云 时而还有鹰飞过 翅膀被阳光染成了金色 它在蓝天中搏击 给我的印象极深 我不禁仰起头 注视着那鹰 直到它消失在云端 街道两旁的树木 早被一场早寒 染成了黄色和淡绿色 第一场秋雨过后 柳树 橡树的叶子开始飘落 路另一侧有一株老树 还长着星红的树叶 享受阳光的最后温暖 晚风吹拂 树叶摇曳 那身影缠绵而忧伤 足灵一位充满激情的作曲家 感到黯然神伤 战力颤抖 墓地没什么意思 我在墓地上结识的几个伙伴 倒很有趣 许多年之后 他们还栩栩如深地 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感到孤独了 就去墓地 经常待到日落 当一群乌鸦 飞过星红的天空 呱噪着飞进巢穴 我知道该回家了 但我从不急着走 我喜欢看乌鸦成群 飞到远处的树上 这真是壮丽的一幕 黄昏时分的天空 有时星红 淡蓝 也有时呈黄色或酱紫色 然后飞过一群黑色的乌鸦 地上的草 披上浅浅的金色 真是一幅完美的色彩效果图 一天下午 几个穷孩子来到墓地 都是八九岁的小孩 后面还跟着个 四五岁的小不点 他们画着一根火柴 点燃干草 乘着风势 火苗迅其生腾起来 上下窜跳 像无数条火蛇 在墓地蔓延 孩子们追逐着火头 兴奋地叫嚷着 好玩极了 火熄灭时 他们看看散在各处的灰烬 显得很丧气 一个高个子女孩 注意到我在看他们 就问我 你也来一根 我笑了笑 她递我一根火柴 燃起干草 这时 风渐小 火势不大 我们慢慢跟着火头 我望着他们一张张脸 在火光里 变得越来越红 你们的脸色 跟烧鸡似的 我说 烧鸡什么味儿 我从来没吃过 一个女孩说 一定好吃 我在熟识店里见过 另一个女孩说 一个大典的男孩说 她奶奶告诉她 头年烧草 第二年 草长得更好 一个女孩说 我爸 我妈 都埋在这 奶奶说 他们走的时候穿得少 冬天会觉着冷 烧火 能让他们暖和暖和 她天真的话语 打动了我 我傻乎乎地告诉她 世间没鬼 还给她说了个 从学校老师那 听来的例子 我看见她眼里 闪着泪花 不禁感到歉疚 她说 照你说 我妈 永远不会回来看我了 我第二天去时 他们已像老朋友似的 在那里等我了 我们一起玩耍 一起聊天 跟他们在一起 我感到特别快乐 他们天真可爱 无忧无虑 即便悲惨 贫穷 生活在他们 似乎也是美好的 哪怕百万富翁 都会嫉妒他们 欢快的笑声 两个高点的女孩 跟我差不多大 她俩是家里的大姐姐 其余都是他们的弟弟 妹妹 小的五岁 大的十岁 我只记得两个女孩 和一个爱同我说话的男孩的名字 他们都是 捡煤渣的 每天第一顿饭后 便搭半街火 跑到铁路边的 梅灰堆上 挑解 没烧透 或烧得半透的 煤块 甚至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为了挣点钱 也会夸了篮子 拿着根棍 用瘦弱的小手 在煤堆上 扒来扒去 他们眼疾手快 从不放过最小的一块煤盒 他们根本不在乎 一天去几次火车站 他们没表 也不会看站前的大钟 遇上火车晚点 还是耐心地等待 他们尽可能往多捡 有时还真能挣出 一顿好饭 这时 他们的父母 就会夸他们有出息 是啊 一双双小脏手 给老人带去的是 欣慰和安详 他们告诉我 如果运气好 还能用卖了梅的钱 买些玩具 他们甚至 想买一只风筝 这些孩子 言语粗俗 一脸脏相 但蓝绿的衣衫下 藏着一颗 充满同情 和乐于助人的爱心 那个最大的女孩 给我讲了一个 关于她大姐的悲惨故事 其他孩子们 听得还挺入迷 我大姐 现在在家 她说 因她伺候的那家老爷 送她一件礼物 被太太发现了 就立即赐了她 太太说 一个女孩子 接受男人的礼物 会出事 我姐姐不明白 什么意思 也只好回家了 什么礼物呀 就是一双 外国的高跟皮鞋 我姐姐 从没穿过这种鞋 我们都想看 她穿上什么样 我反正不喜欢那样子 她穿上 她没走几步 就把脚崴了 现在还疼得 跟床上歇着呢 我妈说 这外国鞋 有什么好 那家太太 诚心想算计她 可惜呀 我爸把鞋扔到盒里 姐姐 再也看不见她了 姐姐哭了一整天 她羡慕那些 穿着高跟鞋 在街头上扭来扭去的 大小姐 说 如果不把鞋找回来 就不出门了 两个小点的女孩 踮起脚 学她走路的样子 我们全被逗乐了 然后 一个小男孩告诉我 他爸爸 在火车站干活时 被严重烧伤 成了残废 每天 还要去车站 搬运行李 另一个男孩 搬着走了几步 说 瞧 她就这样 他们讲的每个故事 我都爱听 我也给他们 讲了几个西方故事 他们好像 全都听懂了 我们有时 还玩上课的游戏 我教他们 任些简单的字 并由此赢得了 他们的尊敬 我真为能教人 识字而骄傲 沉浸在 极大的快乐之中 玩游戏时 他们从不捣鬼 大的 也从不欺负小的 谁没跟上 还能认真地 听取意见 我和他们 一起玩过 扔石子 跳篮 和开火车的游戏 开火车 是孩子们 自己发明的 每人都是 一节车厢 一个接一个站好 互相抱着腰 开起来 像一条长蛇 我喜欢当最后一节 大典的男孩 假装火车司机 一小男孩 骑在他背上 当烟囱 他一喊 火车开了 我们就在墓地转起来 爬过一座座坟头 好像翻过山巒 然后 火车 缓缓驶到一片空地 那儿 有个大女孩 假装站长 他一吹哨 火车就停下来 他们也爱吵嘴 但都听了最大女孩的 也常打架 但从不记仇 我们在一起时 他们常向我讲些 他们的小烦恼 小苦恼 一天 一个小男孩 满心喜悦地对我说 瞧 我这儿有六个童子 能买两个肉饼 我爸 我妈 昨晚炒了一架 我爸走了 我妈给我钱 说他今儿不做饭了 我想买个猪肉饼 肯定特好吃 真希望我爸 永远别回来 这样 我每天都能吃肉饼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正在追看 一只飞过空中的鹰 听到从远处灌木丛里 传来吵闹声 我走近些 发现是一个老妇人 在和一个警察争执 老妇人面色苍白 满脸皱纹 如干瘪的黄瓜 她那病猫一样的眼睛里 充满了泪水 破布裹着她瘦小 发抖的身体 她的牙都掉光了 说的什么 含含糊糊 但她不断打着手势 使我终于明白 她在讲什么 可怜可怜我这老婆子 长官 跟您说实话 我真的 一点不在乎您带我走 判死刑也没事 我倒想坐牢呢 跟牢里待着 无忧无虑 每天还能吃上饭 我只求能吃饱了 死也踏实 像我这样的老太婆 早晚得饿死 还怕坐牢处死不成 长官 我不傻 我有脑子 用不着大惊小怪 你带走我 我真乐了 可我儿媳妇病在床上 可怜的女人 两个星期 都快烧死了 没钱看兵买药 连吃的都没有 她只想为孩子 也得硬撑着 不能死 而我得照顾她 您听见了吗 长官 她停下来 警察说 道官犯法 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 可我们要是饿死了 法也救不了我们 世上 哪有这失联 我男人多老实呀 从没犯过法 饿死了 我儿子 那么孝顺 卖苦力振的那点钱 要养活一家五口 自己吃不饱 也死了 我要是规规矩矩 不偷点拿点 也早就死了 法 帮不了人的忙 要她有什么用 哦 我刚才说哪了 对 可怜我这穷老太婆 一家五口 全在您手里 您要让我走 他们还有活头 我把儿媳妇照顾好了 她还能挣钱养孩子 那时 我踏踏实实的 去坐牢 发发自卑 救救我们 长官 警察顿了一会儿 说 你也太狠了 来偷死人的头发 您说我狠 那个不公平 老夫人尖笑着 那笑声 像冬夜里乌鸦 发出的叫声 我才不狠呢 您是没到过 我们又穷又破的家 您要是听了 我儿媳妇 病得直A哦 孩子们 饿得直哭 就不会这么说了 女人死了 头发再好也没用 没人理会她长得什么样 保不齐 她还乐得让我拿她头发里 她还能帮五个大活人 多传几天气 我看她 不愿为了头发 让您把我逮走 我忙着呢 警察说 没工夫听你闲扯 我只知道 你犯了法 上次让我逮你走 我也没辙 跟我走吧 老太太 多说也没用 我够留面子的了 都不捆你 我看你 还是跟我走 别找麻烦 我要是走了 生病的儿媳妇 和孩子 谁来管哟 老夫人浑身发抖 连布都迈不开了 警察冲她喊道 我再说一遍 跟我走 你要是赖着不走 我就把你捆着 拖到街上 老夫人呜咽着 又说了什么 我听不清 我很难过 又帮不上忙 眼里 饮满了泪水 她硬撑着想走 但突然摔倒了 她绝望了 走 你个没良心的 她尖叫着 走 我才不怕坐牢呢 我把墓地上发生的事 跟妈说了 她很同情 那个老夫人 那天下午 妈去看了 那老夫人生病的儿媳 回来时 显得很悲伤 张妈 快来 赶紧拿钱 去请个医生 给她看看 她病得很厉害 妈摘下一对 玉耳环 交给张妈 拿到当铺去 把钱给那可怜的女人 也许能帮她一点 我记得 妈妈做了件大好事 我给她钱时 她笑了笑 她说不出话 打了个手势 指着大孩子说 呃 然后点了点头 就静静地死去了 我真担心 她连棺材都没有 妈擦了把眼泪 我也担心没棺材 张妈说 可我见邻居一位老太太 带了些吃的和钱来 我想 埋她没什么问题 就离开了 妈对张妈 像带一位老朋友 他们经常坐在一起 喝茶 聊天 我担心 张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别有哪个缺德的 把这事告诉老爷 王妈在门口看见我了 她让我们小心点 说 六太太已经怪我们了 她说我们 存心想把那女人的病 传到家来 还担心她儿子会染伤 小时 妈说 从现在起 不许你再去坟地 开学前 待在家里读书 画画 梦了就看看架子上的书 我没说话 也不敢看妈的脸 她一定很伤心 声音都在发颤 我开始意识到 世界上有些东西 比死亡更可怕 第十七章 老师和同学 从日本回来以后 妈觉得 我在日本学习两年 学业大有长进 已找不到合适的班级 让我继续读书了 幸运的是 妈的一位朋友 找到一位毕业于 著名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 她辅导学生 参加入学考试 这时在姑姑家住了许多年的美姐回来了 也想得到老师的辅导通过校考 我们老师非常有远见 当她得知我们姐俩已学过古文 数学 中国历史 虽然当时我们年龄还不够 便决定让我们直接参加女子师范三年级的考试 我们经过近半年的发奋学习 通过了三年级的入学考试 记得穿上校服的第一天 我和姐姐高兴坏了 那是1919年秋 我们穿上淡蓝色的棉织上衣 黑色的短裙 配上一双黑鞋 还把辫子在耳朵上 挽成两个发际 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看 异常快乐 对妈说 妈 我们终于长大了 孩子 等你真的长大了 就不会这么想了 妈叹了口气说 我和美姐开始沉浸在美好的校园生活里 美姐很快就有了很多朋友 并赢得了洋娃娃的美称 她的眼睛大而漂亮 两片薄嘴唇 娇好的面容 个子在那个年龄也算高的 女孩子都很喜欢她 一下课 他们就围住她 听她说个没完 她聪明善变 常令我想起八姐 因此 我也加入到赞美她的行列 竞销不久 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学潮很快席卷全国 我们当时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 英 法 义 日 等列强对中国非常不平等 对德作战 中国也是战胜国 可得到了什么 情况比以前更坏 德国撤走后 日本占据了青岛 享有更多的特权 除此而外 日本利用中国的内战 掠夺土地 同军阀签订秘密协定 进而在中国许多重要领域 享有特权 当时的军阀们 都有列强做靠山 是他们主要的军火来源 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决定着内战的命运 有时列强的资本家们 利用军阀混战 把剩余资本作为赌注 这样 有的公司 企业利润上升 有的财力受损 利润下跌 市场混乱 但资本家心里一点不乱 那些发了战争财的 自然春分得意 那些亏了本的 准备再一次冒险 对他们来说 中国的内战 犹如一场游戏 数以万计的士兵死亡 房屋被毁 黎民百姓 在饥饿中痛苦挣扎 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却得不到粮食 对这些 资本家从来不动心 因为他们绝没有半点 想停止战争的诚意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只要他们 不再向军阀出售军火 内战很容易就会停止 学生运动区的胜利 在中国历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 1919年5月4日 北京大学学生 发现外交部长曹汝林 同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 他们召集其他几所大学的同学 告诉市民 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机时刻 外交部长出卖国家利益 已同日本签订了几个秘密协定 不能再忍受了 他们组成学生联合会 北京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入了会 决定举行游行示威 尽万名男女青年学生 渴望为拯救民族的命运 做点事情 清晨 学生们手举写着标语 和校民的横幅上街了 他们在街头演讲 下午 他们向总统递交了请愿书 总统接受了 但学生联合会的秘书长 没有找到外交部长 他们立即问群众该怎么办 群众决定立即去外交部长曹汝林家 部长逃跑了 他们只找到陆副部长 然后再进入曹宅 还是没有 过了一会儿 曹宅着火了 直到今天 仍然没有人知道是谁放的火 有些学生被警察逮捕 总统被这条消息震惊了 第二天 首都的所有商店都关了门 上海 天津 汉口 广州等大城市 相继举行学生游行 商店关门三天 声援学生运动 要求总统释放被捕学生 取消政府投日本签订的秘密协定 经过内阁会议的讨论 总统决定释放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一天天壮大 许多知识阶层的人士 诸如大学教授 学校老师 记者 也都参加进来 他们中 大多是爱国者 很少有政治家 我们女师的所有学生 都热情洋溢地参加了这场运动 以能为国家分忧而感到骄傲 我校大多数老师 积极帮助学生制定游行计划 在北京学生联合总会下面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生会 我的中文是班里最好的 被选为学生会的四个秘书之一 当我们准备游行 或到公众中演讲的时候 都是由我来写计划 标语和演讲词 一年以后 两名罢工工人被日本常驻杀害 我校学生会向天津市长 递交了情愿书 要求他转成总统 我们走上街头 讲演宣传 努力说服商店抵制日货 关门一天 并要求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 许多商店为生源学生运动 停业一天 并给总统寄去了情愿书 那时 天津有许多日本商人 把便宜货带进市场 卖好价钱 除了这 他们常常将走私品运到天津 谋取暴力 中国的商人对此非常气愤 游行返校 教语文的张先生 便要求我们就当天的事写篇作文 他选出最好的一篇 送那时著名的天津日报发表 第二天早上 张先生带来一张报纸 下课时 他当着全班朗读 当我听出那是我的作文 脸红心跳 紧跟着眼泪也下来了 我谁也不敢看 感到同学们 开始用一种 以前从未有过的 奇怪 羡慕的目光 注视我 留着这张报纸 张先生把报纸递给我 上面有你的名字 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 会更珍惜这篇文章 张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 是那种以言传身教 影响学生的教师 他35岁左右 高高的个子 宽肩膀 点心北方人的肤色 他是当时我所认识的 最爱国的人士之一 憎恨日本人 讨厌西洋货 他家住在满洲南部 1896年 中日战争时 被日本人占领 父亲被捕 母亲出走 他流落街头 好在叔叔找到他 把他带到天津上学 中学毕业时 老师看他很有希望 就把他送到一所学院 学习中国文学 他在这方面的学业 非常出色 毕业后 回到天津任教 学生运动 在天津持续了两年 张先生 经常帮助学生会 为他的学生 制定了许多 参加活动的计划 他帮我们修改演讲稿 给政府的请愿书 还有送报纸发表的文章 他边读边改 认真细致 好像在做自己的工作 他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爱戴 做什么事都事先同他商量 我认为 一场随随便便的革命 不能拯救中国 有一天 张先生说 他是我认识的 当时大胆讨论此事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 只把皇帝拉下马 对中国并无多少帮助 充其量 不过是使人们认识到 没有皇帝如何生活 但革命后出现的分建军阀 比昏军暴政更可怕 你们明白吗 他常向我们讲解军阀混战 剖析帝国主义如何插手 使国内连年烽火 战事四起 我今天算是看透了 所谓文明之邦 张先生说 在我看来 义和团运动后 他们突然发现中国 是个不文明的国家 我们有些 从西方回来的年轻人 常常盲目吹嘘西方 瞧不起中国的一切 在他们脑袋里 欧美的月亮 都比我们的可爱 倘若他们仅仅是 赞美西方科技领域的成功 我并不责怪什么 可我不明白 当他们炫耀西方的哲学 和文学时 是怎么想的 我们有自己伟大的哲学家 孔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墨子 还有许多 其他著名的哲学家 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祖先 感到骄傲 铭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而不能把他们遗忘 我记得有一次 张先生对学生运动中提出的 取消学校开设古文课的主张 表示了强烈不满 有一份教有名的杂志出了一期专号 打倒孔教 这使张先生非常愤怒 一天 我们放学正要回家 他走进课堂 脸 气得通红 眼睛里 饮满了失望 我有话要说 他的声音颤抖了 你们 有谁想回家 请便 我只对爱好中国古文的人讲 张先生在学生们中间很有威望 于是 我们都留下来听他讲 我现在感到 学生运动越走越远 他们要废除文言 北大的学生甚至公开讲 文言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 皇帝已被赶跑 儒家思想也该从中国人的头脑里肃清 还有人提出 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 换言之 是要放弃我们旧有的一切 如果这样 我想 我们也没必要学习中国历史了 真是荒谬绝伦 我同意张先生说的 并开始有点怀疑 学生运动的某些举动 在学校 对中国古典文学 我比大多数同学有更深的理解 我特别喜欢形式别致 哲理明晰的孟子 他的基本理念是仁义 即人对他人有一种责任感 像大鱼治水 他说 如果看到有人溺水 就该感到濒临灭顶之灾的 好像是自己 孟子中 有许多劝诫 为他人谋福利的训诫 有一次 张先生说 孟子中 有许多类似于 现代民主国家的政策 孔子教我们 尊老爱幼 而孟子 提出社会 应该赡养老人 施教青年 孟子也是凡人 他曾对国君讲 衣食足 而后知礼节 国家的功德 在于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这不是很现代的观念吗 以我当时的年龄 还不能完全弄懂 孔子 孟子的学说 可我钦佩张先生的学问 见识 所以能牢记他所讲的 他常让我们 在作文课上写信 说 这种方式 可以活跃我们的思想 因为 女学生 不太愿花功夫 写长作文 可极爱写长信 他给我们出过 不少古怪的题目 并鼓励 尽可能往常写 有一次 他让我们 给总统写份长信 还有一次 让我们 给月亮写信 我写给月亮的信 得到表扬 我记得 在两节课的时间内 写了三千字 把所有想到的 都写了进去 张先生非常高兴 第二天 送我一本 庄子 问我是否读过 你肯定爱看 在我的学生中 你最有资格 看庄子 他说 他在卷手 提了一行字 这本书 会使你的头脑 保持清醒 睿智 这是我 倍加珍视 记者 哪儿读不懂 告诉我 我最爱读庄子 你肯定 也会越读 越着迷 我不知 是被他的介绍 还是书本身迷住 几个月里 我常常每天凌晨四点 爬起来读庄子 读完庄子 我开始能看清 无形无色的 美的事物了 我能看见 我的白日梦 我常一坐 就是几个小时 近思冥想一些 以前从未理会过的意念 我很少跟妈和姐说话 只是有时 想跟爸聊聊 我知道 他会对我此时想得感兴趣 可惜 他不在家 庄子外物篇 有段文字 最令我难忘 权者 所以在于 得于而忘权 提者 所以在吐 得吐而忘提 言者 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 无安 得付妄言之人 而 愚之言 灾 我急于找到 起开无言思想的钥匙 故而 几个小时静坐 观察 不会说话 没有思想的猫 狗 和树上的鸟 我想通过观察 或许能发现一些真谛 但 屡屡不能成功 我常左思右想 很难凝神尽弃 没几分钟 就忘了 开始想的什么 然后 又重新开始 免得思绪 像纵横驰骋的野马 我试图 像得于的拳一样 把握自己的思想 但 把握的一瞬间 又不得不用言 告诫自己 我一有所悟 就感到 我们是多么愚蠢 头脑总是思想的奴隶 而思想是什么的奴隶呢 我开始感到困惑 每当此时 头脑就空白一片 没有理性 没有感情 我脑子里想些什么 便记下来给张先生看 他给我写道 很高兴你这么喜欢庄子 可我担心你难以消化 我不该让你读庄子 你还太小 别让脑子太累 然后 张先生又让我读 庄子里的秋水 马蹄 逍遥游 养生竹等 庄子是个大散文家 他对我说 他的书 同文学作品一样 令你沉醉其中 并能拓开思路 西方有耶稣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我们东方 有孔 梦 老 庄 都是大教育家 大思想家 他们的学说 对我们都有启发 全研究透了不可能 读出味道 就成了 你一定读了 庄子道拓篇 该对孔子有认识 其实 此篇被认为 是后人委托庄子之名所写 但文章很妙 光为欣赏 也要读它 我照张先生所说 刻苦学习 一有时间 就打开庄子送读 一天 有位老师没来上课 我们都跑到外面玩 我像平常一样 随身带着庄子 郭荣心跟我走在一起 他在班里年龄较大 是学生会的一个秘书 思想有点左 他对班里岁数小的同学 像带妹妹一样 亲切和蔼 我想跟你谈谈 走走吧 他对我说 我们坐在校园角落的一条长凳上 你知道 我和你一样 钦佩张先生 但近来他开始怀疑学生运动 我问为什么 为什么 他让你读庄子 最近又大讲古文 学生运动正要打倒古文 包括庄子 可惜张先生 根本不考虑这个 可庄子是个哲学家 也是自由思想家 我说 他甚至在文中反粉孔子 读读道拓篇 你就明白了 郭药 郭荣欣读着庄子 我在注意他的表情 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很黑 脸上有些小粉刺 他先是皱眉 假装不愿读 渐渐的 他的表情起了变化 露出天真的笑叶 我很高兴 感到心上的石头落了地 我对他说 这下你知道张先生读什么了吧 喜欢吗 郭荣欣点点头 表示同意 庄子真是位大哲学家 我为他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用苏格拉底 柏拉图代替庄子 太可耻了 我这就给学生会写信 郭荣欣非常爱国 是那时的思想先驱之一 随时准备为拯救中国 牺牲自己 我很高兴说服他读庄子 我挑出我用红铅笔 画了线的段落给他看 里面充满了睿智的思想 和哲理的辩证 他读出了兴趣 他毕竟年轻 此后 他去给许多同学讲庄子 劝他们也来读 单纯虚心使他的个性迷人 而且这也是当时许多领导者的品德 一天 他告诉我 从北京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 北京大学著名的胡适教授留学西洋时 翻译了庄子 庄子是那么奇妙 而我险些出了差错 他说 我见他眼里饮满了泪水 那泪光后面一定有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一定非常美 几年前 我听说 郭荣新被山东一个军阀杀害 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游行的领导人 张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一年 在南满被日本人杀害 写到此 我仿佛听到张先生 在用浑厚的声音诵读 庄子秋水篇 秋水时至百川贯河 金流之大 第十八章 两位表哥 爸从青岛回到天津不久 来了两位冯姓表哥 爸请他们一起吃晚饭 家人都很高兴 因为有将近两年没见面了 妈在厨房忙开了 她知道两位表哥口味高 得让他们吃好喝好 张妈 洗酒杯了吗 老爷可不许酒里掺水 一滴都不沉 记着呢 张妈说 我看这酒不够喝的 莲花白还剩一点 双吸沉酿也只半瓶 大表少爷又那么能喝 还得再打一坛子沉酿和虎谷酒 妈让张妈从地窖里 拿一坛子沉酿 她说虎谷酒冬天喝好 这会儿都打春了 谷谷酒由黄文博和几种草药酿成 能舒筋活血 强身健体 张妈拿了两大坛沉酿 酒坛用竹网包着 上面有两个竹体手 拎起来像个大篮子 坛口封了几层纸 上面糊着一层厚厚的泥 据说这种泥是精心调和的 专用来封酒 可使酒香不跑 双吸沉酿有股特殊的香味 介于水果香与花香之间 我爱看它们先洗了手 然后小心地接去封泥 刚一拿开盖子 屋里便溢满一股 庆人的奇妙酒香 每当我嗅闻着山上浓郁的野花香 和阳光送来各种植物的新香时 总不禁联想起这种奇特的香味 我先尝尝 妈接过一小杯酒 我见她的嘴唇红润好看 知道酒一定很香 妈把杯子递给我 说 你着急了是不是 去搞些笑蓝的嫩花包 撒在上面 等明儿早晨就会香味扑鼻 若放在枕头底下 准保你梦着酒鲜 妈说话常能吩咐我们的想象 妈耐心地看张妈 把坛子里的酒倒进瓶子 这种酒瓶多有白辣或白银制成 中国黄酒用大米酿造 味似葡萄酒 喝钱先放在热水里温一会儿 人们常用它来佐餐 能喝酒的人 一顿饭就能喝上五六十杯 两位表哥是大妈的侄子 都很有才华 我们在北京住时 他们常来 大表哥康贤比二表哥康光 年长两三岁 他当过驻欧洲几个国家的总领事 通晓述国语言 回国时才三十五岁 虽然他常穿中山装 可他留的胡子和油亮的分头 总让我们觉得他是个洋人 而且他还爱住着根文明棍 说话时横在手里 好像随时要打谁 有点令人讨厌 他进屋便脱了帽子 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这倒使我们有机会带着他玩 不过我有点替他的秃头顶 感到难过 康光当时只有三十岁 个子比康贤矮些 讲话很快 于论敌争辩 言辞犀利 诙谐睿智 他虽年纪尚轻 可资历不浅 在北京上层社会很有地位 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而后因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相交胜后 曾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特使 到南方与革命党人谈判 后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他是签名印在中国银行票据上的第一人 而且他还和著名金剧演员梅兰芳配过戏 两位表哥天资聪颖 学识渊博 深得亲朋好友的敬重 康光在事业上一帆风顺 已经功成名岁 但待人谦逊 从不拒傲 对孩子总是亲切和蔼 每次来我家 都问我们晚上去不去看戏 如果去 他便去买票 两位表哥到的那天晚上 爸还没回来 妈在客厅里招待他俩 他已盼了很久 他们把妈看成是自己的姨妈 因为他们知道妈同大妈是好友 而且 抚养妈的潘家与他们冯家是亲戚 妈有什么问题决定不下来 都要问他们 他常对我们说 这事得等你们表哥来了再定 他们见过大世面 表妹 来跟我们说说话 两位表哥热情招呼我们 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们俩都坐我边上 康贤表哥说 都三年了 我记得上次见你时 你还梳着两条小辫 像个小娃娃 时间过得真快 现在都成大姑娘了 我听说 你还是学生运动的头头 我是老了 从欧洲回到北京那天 去看姨妈 你在摇篮里睡得正香呢 你们男人还那么怕老 妈问 西方人不爱说出自己的年龄 康贤说 如果跟中国人似的 头一次见面 问一位英国或法国小姐多大了 非露怯不可 即便是个男人 第一次见面就问岁数 人家也不高兴 西方人可真有意思 妈叹了口气 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可笑 是不是 听说你们都在为学生运动出力 康光转向妈 说 姨妈 真该祝贺你 眼下要想超越别人 除了学习还得干点实事 竞争比我们年轻时重要多了 男女都一样 美表妹 听说你想上洛克菲勒医学院 这主意不错 康贤打断话头说 我前天去东城 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北京协和医院 翠绿的琉璃瓦 大理石的柱子和台阶 门窗气得鲜艳星红 华美壮观 我要是年轻十岁 变着法也得进去想想服 你想 从外面看 辉煌如皇宫 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备 热澡 冷浴 空调 电气炉子 中餐 西餐 随你吃 我和美姐听得入了迷 妈一直在想孩子的入学问题 看不出你这么喜欢协和医院 康贤开玩笑说 干脆你假装生病 我把你送进去 享清福 只怕你嫂子不干 康贤打趣说 你没听说 那儿的护士都很漂亮 他们全是大家闺秀 风韵迷人 思想开放 会讲外语 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姑娘 你对协和医院这么了解 好像跟那儿待过 你不怕我们把你说的告诉太太 妈说 我这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我去过一两次 是看一位病友 只能戴一刻钟 就这些 我们都笑了 这时 爸进来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 爸把帽子和外衣 交给妈说 接着说 我就爱跟家里 听你们说笑话 整个下午 跟那帮诗人在一起 无聊透了 爸躺在长沙发上 这是他从以前 天津德国租界的 家具店买来的 他想躺着 舒舒服服地 听我们聊天 哪来的那些 无聊的诗人 是银行家 还是军阀 康光问 都有 他们以前只想赚钱 钱赚多了 就来买名誉 他们觉得写诗不错 可以扬名 还以为自己写诗 同赚钱一样 有天分 我敢说 那些人的诗 乏味至极 真庆幸 回家能摆脱 那帮所谓的诗人 康贤说 够扫兴的 瞧 这一包都是他们的诗 爸说 姑父 我要是你 就把这包扔到货炉里 康光叹了口气 晚饭准备好了 我们走进饭厅 在我们家 吃晚饭 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 爸常说 吃饭是一种极好的享受 劳累了一天 干嘛不好好松松心 因此 他不论多忙 总惦记着晚饭吃什么 我和梅姐下午一放学 她便问我们 晚上想吃什么 有时为做菜 她能不厌其烦地 跟妈唠叨好几个小时 有一次 梅姐说 干嘛跟吃饭上 花那么多时间 真是瞎耽误功夫 妈马上说 俗话说 当官喂嘴 做贼喂饱 谁不想吃好点 怎么是瞎耽误功夫 中国有句古话 生在苏州 川在杭州 吃在广州 我们家找的广东厨师 有二十多年了 我记得都叫他宋师傅 他做的都是家常菜 但样样鲜美可口 色香俱全 他善烹调 最拿手的是做肉 鱼和鸡 不失原味 还飘散出不同的植物香 我们都喜欢 看他做鸡时的忙活劲 他将厨鸡切成小块 用酱油调进一个小时 再放到油锅里 煎炒十分钟 放上蒜末 洋葱 青椒和辣椒 那味儿闻着特香 吃起来真是味道好极了 看上去倒不难做 他只是摇着油锅 鸡的颜色稍稍变黄 就算成了 这便是烹调 他在酱油里加了许多种调料 尝起来酸 甜 苦 辣 咸 五味齐全 他炒的菜 家里人都爱吃 有一种特有的风味 我最爱吃他做的清蒸鲜鱼 和油炖糖醋鱼 美姐爱吃他做的油爆羊肉 里面放了蘑菇 胡桃 竹笋和青蒜 他老让他给做爆羊肉和烙饼 有了这 他别的什么都不吃了 妈做的几样菜 我们也都爱吃 除了招待贵客 他很少做 这天晚上 他做了两个菜招待表哥 一是野鸡肉 放上米酒 生姜 干馍 干笋 用微火炖一整天 以结盖 肉香飘逸 另一个菜是鱼丸子汤 鱼丸子用鱼肉 火腿 洋葱加蛋清调制 再撒上盐和胡椒粉 放入汤中 那丸子看上去清亮透明 吃起来味道鲜美 汤中再撒上香菜和水芹 奶白的丸子和青菜相配 真是好看 两位表哥都夸菜做的好吃 康贤对我们说 表妹 身在这个家 你们可真有福气 你们的妈妈 结婚前就做的一手好菜 你们的爸爸又那么会点菜 你们吃过那么多山珍海味 还能看上我做的菜 妈谦恭地说 是真的好吃 我有许多年 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康贤说 我们中国人有时太谦虚了 姨妈 人家西方人可不这么说 给你们说个笑话 去年在巴黎 中国的总领事 在一家大饭店里设宴请客 他按中国的习惯 致辞时说 准备的饭菜不好 请多海涵 第二天 饭店经理对那位领事提出控告 说他侮辱了饭店的名誉 影响了生意 我们都笑了 这是真的还是你编的 骂问 这是真事 如果你们想听 我还能讲好多 康贤说 就是东方也有不少这样的事 康光说 有一次 我的一位朋友去东京 跟新认识的一个日本人打招呼 问人 吃了吗 那日本人很惊讶 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没回答 但显得很尴尬 他们也没再谈什么 分手时人家说再见 我那朋友说 明儿见 跟北京 这话听起来多亲切 道声别而已 可那日本人又误会了 他第二天 给我的朋友拍了份电报 说 很抱歉 今天不能见 有位英国朋友跟我讲 他有一次 对一个温柔的日本女人 发了通脾气 康贤说 他到东京访友 朋友不在 就问朋友 是否留了条 给他开门的女人 什么也不答 只是按日本的礼节 连声说 是 是 但他越说是 英国人越恼火 他最后不耐烦地问 你傻了 那女人还说 是 我们被斗得前仰后合 爸说 你们知道 李鸿章老早就清楚 东西方礼仪上的差异 打手势都有不同 西方人叫你来时 手指向上 手掌对着自己 而中国人 手指是冲上 手掌却对着你 吃过晚饭 我们都来到客厅 康光和我聊了很长时间 他问我 女子师范毕业以后 打算干什么 我告诉他 想教书 我觉得 教育在中国最为重要 他可以多种方式救国 我看你教书不好 你还没老到 要做一个女教员 康光说 为什么不画画呢 妙素云老师 对你寄予了厚望 希望你将来成为大画家 除了你 他可从来没跨过 自己的学生 他常给在北京的侄儿 写信 问及你的情况 第一次去访 妙素云老师 就是康光带我去的 现已成了美好的回忆 我记得 余妙师作画 多么令我沉醉 幼小的心灵 充满抱负 生活特别富有诱惑力 可我不想告诉表哥 我正在想什么 我觉得 画画对中国的困难 一点又没有 它只是和平时期的职业 我不同意 表哥说 我认为每个人 都该充分发挥天赋才能 画画也并非没用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把他所看到的 美的事物表现出来 他对我们 以及社会改革家 都是有帮助的 我要是你 就不放弃画画 当然 除了画画 还可以学别的 例如文学 你不是也很喜欢 努力吧 孩子 表哥说的 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妈说 一跟圣人说话 脸就轰 哪当得了什么 社会改革家和教员 你的那些姐妹们 上的什么学校 九姐去年 跟三妈去了上海 上了个特别时髦的学校 那个学校还教英语 法语 每年都培养出 一大批时髦小姐 能歌善舞 有的还弹得一首好钢琴 这种学校 是专为时髦女孩开的 表哥说 重复你的话 对国家一点又没有 对九妹也没好处 她转向妈说 我看让美表妹去学医 她将来准是个好医生 康光的判断 十年之后得到证实 九姐成了交际花 与丈夫孩子一起生活 并不幸福 美姐成了著名医生 同一位知名科学家结婚 我真为她骄傲 康贤回北京前 又来看我们 那是个下雪的星期天 除了坝 我们都在家 花园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硕大的假山石 看去好似北极的一个小岛 家里的两条蒙古黑犬 那天咳着劲儿的撒欢 在花园里窜上跳下 雪地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狗爪印 我爱看狗在一起细闹 更爱看它们撕咬 客厅里飘散着梅花 水仙和菊花的香气 猫咪躺在俄式大火炉旁 沉沉地打着憨 妈正在竹奔子上绣着花 袖针穿过奔子的声音 正好与猫的憨声合拍 这种静谧的和谐 常使我想起北京 突然我们听到火车驶过 我们家离车站只有二里地 妈放下奔子 叹了口气 我就是受不了这汽笛声 那干嘛不回北京 康贤从屏风后面转出来说 他先进了爸的书房 爸不在 他们该在北京上学 你和姑父也都没必要住这儿 尤其是姑父 成天跟那帮军法废唾沫 能受得了 他们现在正想拉他入伙 对他没好处 我劝劝他 跟你们一起回北京 就怕小六从南方回来 不让他走 他儿子跟着上学 妈说 我看姑父对那孩子根本不上心 不爱打理他 那孩子太笨 考试两次不及格了 让他们娘俩呆在天津 本管他们 听康贤这么说 我特别高兴 但看得出 他对爸感到惋惜 爸回来以后 康贤跟他谈了好长时间 爸听得很专心 并说 来年 1929年回北京 他让康贤在我们回去前 跟北京找一处小点的房宅 我和梅姐听到爸的决定 高兴坏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俩跑到花园 跟那两条大狗 渴着假山石 上下追着玩 花园里装上了电灯 照得通明 小树 山石 花园 和西市台阶 阳台上 披着一层白雪 银庄素果 晶莹皎洁 真是迷人 我以前 竟从未注意过 住在北京 能去西山 看雪景了 我说 下雪天 我们去长城吧 梅姐说 看那无垠的山巒 披着白雪 天放晴了 还能看到野鹿 奔竹跳跃 白鹤 精英 从紫禁城 飞到郊外 春天来时 玉花园里 有美丽的孔雀 半行漫步 怎么会呢 我问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玉花园已经开放了 我在脑子里 编织了一幅 美丽的地毯 上面有辉煌的宫殿 富丽的园林 到处是鲜花 孔雀 白鹤 金鹰 金鱼在河塘细水 牡丹花 色彩艳丽 雍容华贵 芳香宜人 在戏院 茶馆 寺庙 和各种市集 都能见到一张张 亲切和蔼的笑脸 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 长城 给人一种安全感 这是春天的画卷 我多想拥有四季 能回到北京 是多么幸运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